第201章 分产到户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不是古董 袁小娟脸颊一红 就是看上去有点就 感觉应该是上了年头的东西 娇娇你能帮我看看吗 我 叶娇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上次她淘到了一丝王羲之的自贴 天气好的时候 把自贴拿出来晾晒 二嫂恰好看见了 估计是自那之后 二嫂就觉得自己是懂这方面的吧 但实际上 叶娇并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不太懂古董 没事 你就随便帮二嫂长个眼 袁小娟说的兴起 我已经把地下室整理好了 东西都在架子上摆着呢 叶娇随着她下楼 路过一楼的时候 往院子看了一眼 猪猪正在玩泥巴呢 小脸红扑扑地带着笑 北方最好的地方就是干燥 对于古董字画的保存来说 比较有利 叶娇到了地下室 就看见了四面墙的架子 现在上面已经空了大半 只有正对面的架子上 摆了十几样东西 这些东西都以碗盘为主 看上去比较旧 瓷面上也没什么花纹 估计低调不起眼 也是他们能被完整地 保留下来的原因 不然在前些年的动荡中 就被打砸了 怎么样 这些是不是古董 时不值钱呀 袁小娟好奇地问 她现在手里有钱 对于古董更多的是兴趣 问是否值钱 也是判断她是否珍贵 叶娇拿起其中一个小碗摸了摸 触手润滑 碗盐处一点磕巴都没有 对着灯光照了照 碗壁很薄 竟然能透过淡淡的橘色光芒 我看不出她是否值钱 但是摸上去很舒服 袁小娟有点失望 这样啊 二嫂 你先把他们保存在这里吧 别磕碰了 等过个几年 我们再找个懂行的人帮忙看看 叶娇不确定他们的价值 却下意识地觉得 应该要保护好 好 反正就这么点东西 也不占位置 袁小娟一口答应下来 娇娇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我有没有买贵 叶娇放下手里的碗 笑着点头 房子位置好 格局棒 自住或者投资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按照华国历史进程来看 就算几十年后的北河市 没能成为一二线的热门城市 作为配套权 有产业的城市 她的房价都不可能低于一万 不会投资就买房 是每个穿越众生者的共识 有你这句话 二嫂就放心了 袁小娟笑呵呵地环顾 之前就觉得很喜欢 得了叶娇的肯定之后 她对这栋房子 更增添了几分喜爱 为了不可碰到这些碗盘 叶娇建议 把它们都收起来 袁小娟找了个木头箱子 两人一起 用稻草一层层地垫着 把碗盘都放好了 离开地下室的时候 叶娇突然想起了 自己答应村长的事情 二嫂 之前让你帮忙收集的报纸 有明目了吗 有 我给深城打了电报 这次运输队回来的时候 会把那些报纸都带回来 叶娇这才放心 半个月后 服装厂的运输队回来了 叶娇拿到了自己 等待良久的报纸 一页页的翻开着上面的报道 叶娇拿钱笔圈出 和分产到户相关的新闻 之后 带着厚厚的十几张报纸 回到了夏河村 吉普车被二嫂借走了 叶娇是坐班车回村的 在村口下了车 是娇娇回来了 叶娇啊 听说你在市里又开了个厂子 是不是真的 叶娇刚进村 看见她的乡亲们 就纷纷围了过来 张婶 那个厂子不是我的 我只是在里面上班 叶娇艰难的前进着 脸上的笑很真诚 哎呦 你能在城里的工厂上班 肯定能力很强的 能不能把我们家柱子 也介绍到厂里去 厂子每年都会公开招工的 你让柱子哥自己注意一下 厂门口的公告栏 他不识字啊 看不懂的 叶娇无奈了 手里拎着的大包小包 干脆放到地上 转头看向一步一驱 跟着自己的张婶 张婶 市里招工都要求初中以上学历的 张婶不敢和他对视 眼珠子转了转 你走个后门 让柱子进去不就行了 咱士兵场的工人 也没有要求学历啊 有一把子力气就成 叶娇叹了口气 不想跟他多说了 张婶 你找我没用啊 麻烦让一让 我有急事要和村长说 他本来打算先回家一趟的 现在想想 还是先把手里最重的报纸卸下来吧 拎着实在太累了 一听他要找村长 挡着路的人就迟疑了 叶娇赶紧寻了个空隙挤出去 朝村委会走去 刘天和正在村委会坐着呢 小小的房间内烟雾缭绕 可嗨嗨 刘伯 你怎么大白天都不开窗 叶娇刚进门就被枪到了 放下东西 过去把窗户打开 刘天和一看是他 赶紧把烟给吸了 焦焦啊 你咋这时候来了 我不是答应 要找分产到户的报道吗 刘伯 你看看 这些报纸上门都有刊登 叶娇拎起一个厚厚的布包 把它放到桌上 打开 露出里面十几份报纸 还真的有 刘天和诧异的瞪大眼睛 走过去拿起报纸 一张张的看了起来 响应党的号召 我们村在今年年底 开始实行包产到户 越看 刘天和的呼吸就越粗重 他们竟然敢在报纸上宣布 自己村要包产到户了 南方真的比我们这边 要走得更快啊 叶娇笑看着 再次询问 刘伯 你要不要也响应一下号召 刘天和捏着报纸 低头响了好一会儿 抬起头时 眼神变得坚定 既然他们敢搞 我们村也敢 今年再不改变 明年的工粮 我们都交不上了 娇娇 你帮我调试一下广播 好嘞 叶娇笑着点头 跟着村长 去了隔壁的广播间 这是去年才安装上的 比之前敲锣打鼓的喊药 方便得多 村长只需要坐在广播间里 对着稿子念 声音就能传遍整个村子 因为他们 村委会的房顶上 此时正树立着一个大型喇叭 夏合村全体社员们 请尽快到村委会集合 放下你们手里所有事情 尽快到村委会集合 第202章 你还要脸吗 这样的声音 广播了三次 村民们竖起耳朵 反应快的人 已经冲出了家门 这样的集体大会 这么多年 他们只开过三次 一次是夏合村士兵场建立 一次是恢复高考 现在就是第三次 每一次集体大会 都给大家带来了更好的未来 发生什么大事了 几分钟后 村委会门口 就已经挤满了人 众人耐不住性子 开始交头接耳地打听 嘿 我知道 张神养着脑袋 得意洋洋 咦 张家的 你怎么会知道 张神哼了一声 我就是知道 那你倒是说说啊 村长到底要宣布什么消息 张神眼神闪烁了一下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就是不知道吧 站在边上的第三个人插话进来 他扫了眼鼻孔朝天的张神 语气嘲讽 张神一直就这样 闻着味道 就要凑过来 张神被他气得倒痒 你这个小贱蹄子 说什么呢 你一个刚嫁到我们村子里的 凭什么这么说我 还有没有尊老爱幼了 眼看着他们两人 就要斗鸡眼四地吵起来了 其他人赶忙把他们分隔开 幸好 没等张神再不依不饶地闹起来 村长就出来了 大家都静一静 静一静 刘天河在夏河村 是很有威信的 他只把手往下压了压 社员们就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这段时间干活的状态 女人们在家里琢磨着 怎样才能多养几只鸡 怎么才能让家里的鸡多下几个蛋 男人呢 就想着要去山上弄点野味 拿到镇上去卖 刘天河几句话 让大家都低下头去 心跳也不约而通的加速 他们想起前些年的规矩 害怕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 会惹来祸世 刘天河环顾四周 看出大家的忐忑 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并不想吓到大家 之所以说出上面那些话 也是这段时间 一直憋在心里的情绪 社员们忐忑 刘天河自己更害怕 作为村长 他要承担的责任 是整个村的总和 我看到了大家的难处 也想了很久 所以今天 我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夏河村的社员们 都忐忑地仰望他 夜娇站在下面的第一梯队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 刘天河从他眼中看到了肯定 被在身后的手微微握拳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你们是否愿意分产到户 我们按照人口分田 每家自己照顾田地 到了年末 田地的产出 也全部归属于各家 什么 这个消息如同一滴水 掉进了油锅 在场的社员们 瞬间沸腾了 村长 你说的分那个什么 是什么意思 以后真的是干多少 就拿多少吗 分到我们手里的田 就属于我们吗 田里长的玉米 也归我们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刘天河一一回答 声音 透过手里的喇叭 传进在场所有人耳中 有勤奋的人家 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他们每天都上工 从早到晚地忙活 拿到了一天十个满公分 但是有什么用吗 除了在年末的时候 比其他人多分两毛钱 二两肉 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有向来 模样工的人家不高兴了 村长 怎么能这样 说好的共产呢 都分出去了 他们还怎么模样工 怎么磨磨蹭蹭地 混六个公分 这不是折磨人吗 任何改变 都势必会迎来挑战 刘天河心里明白 叶娇在边上站了一会儿 有人凑过来的时候 就帮着一起解释 社员们都信服叶娇 挤不到村长身边 就开始往他这边靠 等叶娇能从人群里脱离出来时 时间已经到下午了 他肚子都饿了 张翠翠早就在边上等着他了 看他头发有点散了 好笑地帮他整理了一下 叶娇不好意思地弯腰 让他给自己绑头发 妈 您怎么还在这儿 等你回家吃饭呢 你爸早就回去了 张翠翠笑呵呵地 帮他拎了一半东西 分产到户是你的主意吧 他的语气很是肯定 叶娇脸颊微红地点头 我就知道是你 老村长不可能这么主动 他可警小慎威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扫盲学习 以前目不识听的张翠翠 已经能口出成语 他好奇地拉着叶娇 娇娇啊 这分产到户到底是咋回事 你详细跟妈说说 村长那边围着的人太多了 张翠翠才懒得去凑热闹 这个啊 其实是 叶娇边走边解释着 道家的这段路 足够张翠翠消化这份新知识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多劳多得嘛 嗯啊 我也觉得这个制度很有优势 两人说笑着 拎着东西跨进自家院子 正好和迎面走来的人 撞了个正正 迎面走来的是一男一女 男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婴 小婴儿身上裹着小被子 小被子皱皱巴巴的 看着像是胡乱裹的 看见张翠翠和叶娇 陆家眼神闪烁了一下 妈 你回来了 她的声音里有心虚和忐忑 张翠翠眉头皱了起来 她把手里拎着的东西 交给叶娇 佳佳 你这是要做什么去 我 我 陆家我了半天 也说不出下面的内容 叶娇拎着大包小包 绕过他们 好奇地看了两眼 她嫁给陆成已经四五年了 但是和这位大姐夫见面的次数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逢年过节的时候 大姐夫也不会过来 大年初二 女儿回娘家的日子 也是大姐陆家 自己拎着东西上门 这位大姐夫 真的很神秘 妈 我来接家家回去 冯爱国呵呵笑着 高大的身材 配上正正方方的国字脸 显出几分憨厚来 但是 张翠翠也不会真的觉得 站在自己面前的大女婿 憨厚 早些年倒是还好 冯爱国好歹能跟着陆家 一起上门拜个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家迟迟未孕 冯爱国就再也不来了 直到自家老三 寻到了赚钱的路子 冯爱国才巴巴的凑过来 想要掺一脚 被陆成拒绝后 他好像丢了面子似的 赌气一般 再也没来过陆家 张翠翠都不知道 该怎么说自己的大女婿 无赖 眼皮子浅 眼高手低 他都有 当年也是他眼瞎 竟然会找了个这样的女婿 张翠翠越想越气 看见他手里抱着的孩子 更是气得不行 你抱着你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过来接他回去 陆家身体猛的一颤 头低的更低了 冯爱国眼中 有怒火和恐惧 一闪而过 怒火是没想到 陆家竟然真的 敢把这件事捅出来 恐惧是担心 自己会被以流氓罪抓去坐牢 这年代乱搞男女关系 可是大罪名 张翠翠怒吓出声 冯爱国 你真他妈好意思啊 你把我们陆家当什么了 你还要脸吗 第203章 上手就打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家家一直生不出孩子 也不能让我绝后吧 冯爱国被张翠翠骂的脸 都憋红了 心里更是怒火上冲 偏偏这件事 他自己不占理 实在是心虚 只能磕磕巴巴的解释 妈 我把孩子抱回来 也是为了家家好啊 你想想 一直没有孩子 等家家老了 谁给他养老送终 冯爱国越说 越觉得自己有理 腰杆子都挺起来了 他用手肘 对了边上低头不语的陆家一下 家家 你倒是说话 我是不是为了你好 陆家那那 低动了动嘴巴 抬头看向张翠翠 又被他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给吓到了 迅速埋下头去 妈 其实 其实爱国说的也挺对 你这个臭丫头 张翠翠气的不行 拽着陆家的胳膊就打他 一下下实实在在的落在他背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你回来的时候 是怎么跟我抱怨的 你说 你在冯家过得生不如死 你说 你不想给别人养孩子 你说 你要跟冯爱国离婚 怎么的 当着冯爱国的面 你就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陆家被他打得不断闪避 妈 妈 你别这样 冯爱国抱着孩子也上去挡 一时间 三个大人乱成一团 叶娇本来借着拎东西的借口 躲进了厨房 听见院子里动静不对 赶紧探出身子来 这一看可不得了 自家婆婆 已经被大姐夫妻混合双打了 叶娇吓得不轻 扔下东西 就冲出去帮忙 大姐 你怎么能打妈 大姐夫 有话好好说 你一年难得上门 今天过来领着大姐就走 连爸妈的面都不见 你觉得这样孝顺吗 叶娇身形 在北方不算高挑 好不容易才把人分开 冯爱国甩了甩自己的衣服 站在边上喘粗气 他到底是珍惜自己怀里的婴儿的 刚才扭打的时候 还小心地护着他 没让他受到伤害 停手后 更是第一时间去查看孩子的状态 张翠翠见冯爱国这般做态 更是怒法冲冠 死死地拧着陆家的手 陆家 你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你男人眼里有你吗 他冯爱国把你看在眼里吗 以前没孩子 他把你当免费保姆使唤 现在他有孩子了 你又升级成奶妈了 陆家类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眼泪速速掉落 委屈得不行 妈 我除了跟爱国回去 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啊 除了爱国 还有谁会要我 夜交暗自叹气 这个年代对于女性的桎梏太严格了 远不如后世的宽松 虽说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婚姻自由 结婚 离婚都看个人意愿 但是七八十年代离婚的人几手 除非是实在过不下去了 否则他们会因为各种原因 说服自己在忍忍 往往忍着忍着 一辈子就过去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张翠翠怒喝出声 如果是早些年的张翠翠 她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劝慰女儿 说不准还会和她统一战线 但此时的张翠翠已经蜕变了 她见识了更广阔的天地 知道女人也能有一番大事业 就跟她家二媳妇和三媳妇一般 不论是做酱料还是做衣服 只要肯干 敢干 都有活路 所以张翠翠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怎么没人要你 多的是人要你 你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就算是你不愿意出门赚钱 你也可以回家来啊 妈养你一辈子 张翠翠手里有钱 陆家愣了一下 乐乐道 哪有出家的姑娘 在娘家常住的 怎么没有 张翠翠怒目 叶娇点头附和 姐 咱家里还有你的房间呢 你随时可以回来 想了想 她还是加了一句 而且 我和二嫂在市里开了家服装厂 只要你愿意 也能去厂里当工人 真的吗 叶娇点头 当然是真的 冯爱国抱着孩子 听见这话 瞬间看了过来 眼睛亮的吓人 佳佳 那你赶紧去上班 这机会多难得呀 你多赚点钱 每个月 咋儿子 就能多喝点麦乳精了 张翠翠瞪他 这有你什么事 咋就没我事了 佳佳是不可能离开我的 我们俩结婚快十年了 他一直没有生出孩子 可是我一点 也没嫌弃他 冯爱国说的理直气壮 在农村 别说没生孩子了 就算是没生出男孩子 都会有人指指点点 陆家能好好的 在冯家吃上饭 冯家能给他一个 睡觉的地方 冯爱国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非常好的老公了 叶娇皱眉扫他一眼 继续问陆家 姐 你怎么选 他不可能把工作机会和离婚画上等号 否则就变成了恶人 要是人家夫妻俩最后和好了 还里外不是人 追根究底 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叶娇愿意给陆家一个挺直腰板的机会 让他别这么自卑 让他看见另外一个选择 冯爱国目光灼灼的盯向陆家 佳佳 你想清楚 离开了我 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 张翠翠咬牙看向女儿 佳佳 你可要好好想 老三媳妇给你这个机会 是为了让你脱离苦海 陆家愁愁地站在那里 左看看自己的母亲 右看看自己的老公 我 我 怎么了 这是 陆建国扛着锄头进家门了 看见站在院子里当柱子的四个人 很纳闷 我就是被人喊去挖了点萝卜 你们就闹上了 说着 他把手里的锄头和萝卜 都扔在了角落里 走了过来 爱国 你手里抱着的是啥呀 冯爱国看他过来了 身体都色缩了一下 面对三个女人 他一点都不怕 面对陆建国就不同了 他自己每天好吃懒做的 怎么可能是肌肉发达的 陆建国的对手 爸 我 他刚开口说了几个字 张翠翠就到豆子似的 把一切都说完了 陆建国眼睛瞪了起来 转身操起自己刚放下的锄头 就朝着冯爱国砍了过去 啊 爸 陆家吓得不行 赶忙伸手挡 老陆啊 别冲动 张翠翠拍着大腿 气自己话说得太快 等夜交反应过来的时候 冯爱国已经结结实实挨了一锄头 手臂上滑拉出长长的口子 鲜血瞬间晕染了整条袖子 陆建国的锄头 是朝着他的头部砸下来的 冯爱国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 锄头就落在了他手臂上 幸亏现在还是冬天 他身上穿的凹子足够厚 否则挨这一下 估计手臂都能断下来 夜交惊魂未定 终于知道陆成打架时的狠劲 是遗传自谁了 第204章 瞒得真紧 他这个看似憨厚不爱说话的公公 是真的猛啊 能动手绝对不逼逼 爱国爱国 你没事吧 陆家扑到冯爱国身上 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手臂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爸 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是我不好 是我生不出孩子 爱国他是无辜的 他只是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而已 你 陆建国气得不行 又不敢真的弄出人命来 左右看了看 扔掉锄头换了个长木棍 这是前几天陆建国从山上扛下来 当柴烧的木头 还没来得及批短 现在正好能用上 老洛 你冷静一点 张翠翠赶紧抱住他的腰 怕他真的打自己女儿 是啊 爸 咱有话好好说 叶娇觉得自己今天的台词很重复 要不我们进去坐下说吧 我去拿点纱布给姐夫处理一下 一番闹腾下来 几个人终于能冷静地坐下来说话了 叶娇也懒得给冯爱国弄什么消毒流程 草草地倒了点酒精冲洗后 就裹上了绷带 视线扫向陆家的时候 叶娇的呼吸都止了一瞬 陆家竟然已经熟练地抱住了那个婴儿 低头爱怜地安抚他 真的是嫌弃良母啊 陆建国见不得他们这样的做派 视线都懒得给一个 低头大口喝着茶 甩出一句话 离婚 等会儿 你们就去把离婚证明打了 陆家哄小孩的动作顿住了 只敢偷摸地抬头看父亲 冯爱国小声地嘀咕 二婚的女人也不好嫁 再嫁也是嫁给官夫 要去给别人当后妈的 陆家听见这话 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不愿意回答陆建国 他想着 与其以后嫁给官夫当别人的后妈 还不如养大怀里这个小婴儿呢 至少小婴儿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 以后也能把自己当亲妈看待 陆家 你听见没有 等会儿跟爸去找村长 我们去镇上走离婚流程 陆建国冷声喝道 陆家埋头不语 张翠翠暗恨 家家 你爸跟你说话呢 这个女儿真是让他烦躁 叶娇抿着唇 不再多话 能给出一个工人名额 他已经做到人之意尽了 剩下的就是大姐自己的选择 陆家终于憋出一句话 爸 我不想离婚 陆建国猛地拍桌 不离婚 以后就别来我们陆家 爸 陆家鼻子一酸 眼泪哗啦啦的流 人家都说 命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怎么能这样 逼我和爱国离婚 对你和妈 有什么好处吗 张翠翠一听女儿这话 瞬间上头 差点被气得绝过去 叶娇赶忙过去扶住她 给她顺气 好好好 那你滚 现在就带着你老公和孩子滚出去 从今往后 我们陆家再也不是你的娘家 陆建国双手握拳 脸色非常难看 爸 陆家慌忙起身 想要走过来安抚她 离我远点 陆建国喝止 现在就走 再不走 我怕我真的会打死你老公 她坐在凳子上 右手却还拽着那根木棍 如同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双目死死的盯在冯爱国脸上 冯爱国被她吓得不轻 手臂上挨的那一锄头 还在隐隐作痛 这时候 如果再被陆建国打一下 他真的有可能死在这里 家家 我们走 陆家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眉里冯爱国 只眼巴巴的 看向自己的父亲 爸 我是你女儿啊 冯爱国眼看着自己老丈人 已经抬起了手里的木棍 吓得双腿打颤 伸手抢过陆家怀里的婴儿 抱着就往外跑 边跑还边嚷嚷 陆家 你再不跟我走 以后就别想进我们冯家的门 陆家朝门口望去 抹了把脸 也跟着他跑了 爸 妈 我下回再来看你们 叶娇看着这场闹剧 无言以对 他这个大姑节脑 回路着时过于清奇了 张翠翠看着女儿跑远 伤心不已 哭什么 他自己愿意的 他以后流的泪 就是他现在脑子里浸的水 陆建国扔下这句话 就看向叶娇 娇娇 你去厨房把饭菜端出来 别因为外人影响到我们自己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哎 好的 爸 叶娇麻溜的去厨房 把饭菜端了出来 他早就饿得慌了 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最多以后 陆家再回来求求情什么的 没曾想 叶娇他们刚吃完饭 冯家人就打上门了 陆家的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陆建国 你下手也太狠了 我们爱国的手都骨折了 不只是骨折 他手臂上 还滑拉了十几公分的口子呢 冯爱国家里人可不熟 他爸妈生了六个孩子 其中四个儿子 冯爱国排老三 反正是爹不疼娘不爱的 否则也不可能容忍 他这么久没后代 也不可能让陆家 一直当保姆侍候着 毕竟先有不受宠的儿子 才会有不受宠的儿媳妇 陆建国被他们堵在门口 气得面色铁青 你他妈放屁 他从我们家走的时候 还好端端的 冯大可不管他说的什么 伸手就要过来扒了 就是你打的 不然我三弟 怎么可能会骨折 叶娇眼看形势不对 朝婆婆使了个眼色 自己偷摸 从菜园子那里跑出去喊人 张翠翠往前几步 挡住众人的视线 也帮自家老头子 分担点火力 冯大 你放尊重点 冯家人的礼不饶人 叽叽歪歪的喊叫着 眼看着就要闹起来了 叶娇带着村长 和一群本村人赶到了 本来刚才邻居们 就听见了声音 只是还不太清楚 陆家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没有过来帮忙 经叶娇解释后 立马过来了 冯家算什么 只要不是本村人 上门来了 那就是无理取闹 刘天河上前挡开人群 都闹什么呢 想打群架呀 冯家大哥眼神闪烁了一下 眼看着陆家的帮手 越来越多 他们冯家在人数上 已经彻底落于下风 我是来拿钱的 我大哥的手 被陆建国打断了 他就应该赔钱 赔个屁 别说我没打断冯爱国的手 就算是我真的打断了他的手 他也是活该 他自己干了什么龌龊事 自己不知道吗 陆建国气得不行 当着众人的面就喊了出来 冯家大哥疑惑不已 他干了什么 他不就是捡了个娃娃回家吗 三弟妹嫁进我们冯家十年了 连个蛋都没下过 我三弟捡个娃回来养怎么了 你们陆家 竟然下手这么狠 叶娇愣了一下 冯爱国做事这么谨慎的吗 冯家其他人都不知道孩子的真实身份 难怪会冲到陆家来讨说法 第205章 歪里 陆建国没想那么多 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 他完全不想给冯家留面子 张嘴就说 他抱来的那个孩子是他 亲家公 一道尖锐的女生从远处传来 冯爱国的妈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眼含祈求的看向陆建国 亲家公是爱国不对 我替他跟你道歉 冯家大哥不知道自家亲妈 这是闹哪出 眉头紧皱 妈 你乖做啥 他们过来找陆家 冯家其他人并不知情 这也是凑巧 冯爱国带着陆家和孩子回去的时候 在村口就碰到了无聊的 聚在一处打牌的冯大哥等人 冯大哥是暴脾气 看见冯爱国脸上的伤 和不自然垂下的胳膊 立马就怒了 冯爱国支支吾吾的 把事情这么一说 冯大哥当即带着人 冲到了夏河村 这可怕的行动力 可把冯爱国吓得不轻 出轨的事情 他敢做却不敢担啊 出轨的时候有多爽 偷摸的抱着自己的私生子 回来给老婆养有多得意 此时的冯爱国就有多恐惧 他几乎是跌跌撞撞的跑回了家 这才有冯母过来阻止的事情发生 冯母伸手重重的拍在冯大哥背上 气得不行 你还敢说 谁让你跑下河村来的 冯大哥被亲妈打得莫名其妙 咱家老三被人把手都打断了 我还不能给他报仇了 报什么仇 老三那是自己骑自行车摔的 冯母不容分说的打他 还不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回家去 冯大哥满头雾水 他家老妈可不是脾气这么好的人 平常时候没礼都要哭闹三分的 还不滚 冯母怒吼出声 好好 我这就走 冯大哥转身带着自己的兄弟们 不甘不愿地离开了 这次闹剧就这么被制止了 夜教暗自松了口气 要是真的打起来 他们家可要吃亏 冯母看事态已经控制住了 朝着陆家人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亲家公 亲家母 你们看 咱能不能进屋说话 陆建国扔掉手里的木棍 转身往回走 张翠翠叹了口气 出来招待冯母 娇娇 你泡几杯茶 好的 妈 等夜焦烧好水 泡了三杯茶 走进客厅的时候 三位大家长已经疗上了 陆建国和张翠翠的脸色 说不上好 夜焦默默地把茶水摆上桌子 自己选了的角落坐下 竖起耳朵听 亲家 这件事是我们家爱国不对 我也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 冯母低头喝茶 一副很是惭愧的模样 张翠翠暗自咬牙 心里非常看不上他 陆家之前说过 是听见冯爱国和他妈说话 这才知道孩子的来历不对 这老女人早就知道冯爱国的事情了 说不定还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陆建国冷不丁地说道 离婚吧 既然冯爱国已经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那我女儿也不用再跟他过下去了 冯母听见这话 微垂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悦 继而又涌上得意 他轻轻地放下茶杯 家家同意吗 陆建国想起女儿的执迷不悟 顿时觉得胸口闷闷的 眼神也变得凶狠 他同不同意不重要 就算是压着 我也会让他离婚 亲家 话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 婚姻自由 父母没有权利干涉 陆建国耿着脖子 如果你们冯家不答应离婚 那冯爱国出轨这件事 我一定要报公安 让他们来处理 看看冯爱国乱搞男女关系 能不能判十年 前两年严打的事情 被述成典型的那些人 可是十年起步 冯母咬牙 他就是害怕这个 才在得到消息后 使出吃奶的劲跑到夏合村来 冯爱国在冯家再不受宠 他也是从冯母的肚子里爬出来的 再者说 冯家还有个老四 是在政府里上班的 是冯母的新头堡 现在正处于晋升的关键时期 一旦他三哥坐牢了 老四的晋升就要被卡死了 虽然说 只有直系亲属坐牢 才会影响政审 但是晋升这种事情 竞争者绝对很多 在相对公平之下 一旦老四有个污点 他就落到了下城 冯母眼看陆建国态度坚决 立马转移了注意力 亲家母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张翠翠双手握着茶杯 眼神很是悲伤 冯母感觉有戏 再接再厉 他们男人不知道轻重 但是我们女人可心知肚明 一旦离了婚 家家在想找像 我们爱国这么好的对象 可就难了 他一个二婚女人 就算是再嫁人 又能嫁给什么好男人呢 还不是要给人家当后娘 那些孩子都大了 哪会把家家当亲妈对待 可是我们爱国就不一样了 家里的孩子还小 看张翠翠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冯母自以为已经说服了他 嘴巴逮巴逮巴得更欢了 夜娇眉风微皱 全当自己是个单纯的看客 他心里的想法 肯定是希望大姑姐能快刀斩乱麻的 这世上三条腿的蛤蟆很少 三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有 干什么非得挂在冯爱国这样的人渣身上 但是就夜娇之前的观察 陆家对冯爱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他不愿意离婚 冯母滔滔不绝 爱国本来还想把外面的那个女人带回家的 是我不愿意 家家这个三儿媳 我可喜欢了 你说什么 张翠翠猛的抬头 冯母愣了一下 你说冯爱国还想把外面的女人带回来 他真敢啊 我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张翠翠怒发冲冠 手里捧着的茶杯 啪 第一声直接摔在了桌上 离婚 老头子必须让家家和冯爱国离婚 我们现在就去把他绑回来 陆建国本来就忍着气 一听张翠翠这话 立马就起身了 走 冯母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句话说错了 为什么刚才还好好的亲家 突然就爆发了 他慌忙的跟在他们二人屁股后面追了出去 亲家公 亲家母 你们别冲动了 娇娇 你在家做饭 等会儿 我们就回来 张翠翠离开之后交代了一句 叶娇应道 好的 妈 他过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不如在家弄多点食物呢 看着冯母亮亮呛呛的脚步 叶娇没忍住笑出了声 冯母还是不了解张翠翠啊 张翠翠可比陆建国还思想先进 之前能耐心性子 听他逼逼赖赖 是给他面子 但是 当冯母说到冯爱国还想把小三接进门 享受其人之福时 张翠翠是绝对忍不了的 第206章 不时好人心 陆建国和张翠翠不可能就这么过去 势必会把夏河村的青壮们都叫上 等他们接到人 回来了 陆家免不了要请大家吃一顿 叶娇预估着人数 穿上围裙 又去菜园子里弄了十几根茄子和黄瓜 等他忙忙碌碌的把东西都准备好 陆家门外就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一大群人朝着陆家走来 陆家是被绑回来的 身上捆着绳子 嘴巴也被塞着 张翠翠眼圈很红 让人帮忙把陆家扔进房间 佳佳你就在房间里好好待着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妈再放你出来 说着 他把陆家手上绑着的绳子解开 然后头也不回得出来 妈妈 你别这样对我 陆家双手被解放之后 迅速拿出嘴巴里的手帕 来不及解开脚上绑着的绳子 蹦蹦跳跳的扑向房间门 张翠翠面无表情的在外面锁上房门 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兜里 叶娇这边已经招待帮忙的人 到亭子里坐下了 一群人吃了一顿 今天晚上 整个夏河村都很热闹 每家每户都在讨论陆家的事情 泽泽 真是没想到 陆建国还挺狠的 为了逼自己女儿离婚 竟然硬生生把他从婆家绑回来了 真是奇了怪了 陆家大姐什么时候生了个儿子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过来 媳妇 你知道陆家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说起来也是好笑 陆家大女儿竟然愿意帮老公养外面生的孩子 泽泽 真是绝世好女人 什么好女人 她那是脑子被驴踢了 整个就有毛病 你这么喜欢她 现在她离婚了 你是不是想甩了 我去娶她 各种流言沸沸扬扬地传播着 陆建国和张翠翠 这几天都不敢出门 幸好现在是农闲时节 没有要求村民们都要赚够多少公分 分产到户之后 村长更是不要求这些了 现在陆家 只有陆建国一个人下地 他前两天去村长那里 也就只承包了十亩地 早就烦好了 现在算是趁机休息一下 担心家里会出事 叶娇专门留了下来 托人去市里和二哥 二嫂说了一声 猪猪这几天就拜托他们照顾了 叶娇端着午饭走进房间 只见到床上鼓起的人形 姐 吃饭了 陆家一动不动地躺着 根本不理人 叶娇叹了口气 姐 再怎么样 也不能伤了自己的身体啊 她是一点都不想去 但是没办法 进人事吧 叶娇暗自撇嘴 放下碗筷 转身就走 娇娇 陆家突然翻身而起 喊住了叶娇 姐 叶娇差异地回头 三天了 自己这位大姑姐 终于愿意说话了 陆家面色憔悴 双唇干裂 声音沙哑得很 娇娇 如果是你遇到我这样的事 你会怎么做 陆家想起 母亲在冯家打了自己一巴掌后 怒吼出来的话 说自己比不上叶娇 她很不服气 自己到底哪里比不上叶娇了 叶娇除了长得漂亮了点 会跟他家三弟撒娇之外 还会什么 陆家想起之前偶然看见的画面 大晚上的 叶娇想要上厕所 竟然还让陆成背她去 那撒娇的模样 甜腻的语气 让陆家反感不已 这样的女人 凭什么得到大家的喜欢 叶娇想了想 说道 如果是我的话 我大概率会离婚吧 为了不打击陆家 叶娇的答案很委婉 实际上 她心里想的却是 如果陆成敢在外面乱来 她一定会投 也不回地离开 转身就包几个音 气 大号的小狼狗 一整片森林 是多么快乐啊 可惜啊 陆成现在还挺乖的 她是一点机会都没找到 叶娇心里还颇为遗憾 她手里的钱 其实已经够多了 能攻得起她的快活日子 呵呵 你说的可真轻松 陆家冷笑 心里肯定 她是在说假话 不然她的表情 不可能突然就凝固住了 估计在痛苦吧 只是想象一下 自家三弟不要她 她就受不了了 陆家的心情突然就变好了 鼻子也通气了一般 闻到了床边 小桌上的饭菜的香味 她伸手端了过来 大口开吃 叶娇回过神来 内心还有点遗憾 自己刚才想到的那些帅哥 还未出生 什么男祝贺啊 什么李忠说啊 什么扯忧啊 哎 此生无缘了 没错 叶娇上辈子 就爱韩剧里那些小帅哥们 姐 你慢慢吃 等会儿 陆家再次喊住她 叶娇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深吸口气 姐 你还有什么事吗 陆家眼中 有莫名的光芒闪过 娇娇啊 你知道三弟在你之前 曾经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吗 嗯 叶娇疑惑的挑眉 她从来没有在原著里看到过啊 原著里主要写的都是陆安安的故事 陆成只是一个背景 对她的描述一句话就能概括 富可敌国 对原配无比痴情 在她死后一直未娶 只一心抚养两人唯一的骨肉 叶娇穿过来之后 不是没有好奇过 按理来说 原生嫁给陆成后 陆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拼 两人相处时间不多 感情能有多深 原故视线里 原生难产而亡 等于说是嫁给陆成一年后 他就死了 一个男人 真的能在此后几十年里 守住自己的心和身体 又不是和尚 而且叶娇亲身经历告诉他 陆成的欲望还是挺强的 每天晚上在床上 都能把他弄得筋疲力尽 而他依旧精力旺盛 这样的男人 在原著里 竟然为了一个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 守住了一辈子 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他长得可漂亮了 是那种大家闺秀的漂亮 从小就是三弟的新娘 哦 我说的是半家家酒的时候 三弟都和他结婚 在你下乡之前 三弟每天都去找他 陆家似笑非笑地看向叶娇 嘴里的动作倒是丝毫未停 一直在吃吃吃 他们俩感情可好了 如果不是他妈是老师 后面被调走了 说不准他早就嫁到我们家来了呢 是吗 叶娇神色未变 嘴角甚至还有淡淡的笑意 他们没有结婚 那就代表他们俩有缘无分 陆家被他噎了一下 眼睛瞪大 叶娇笑道 姐 你慢慢吃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他转身 就出了陆家的房间 并且从外面上了锁 陆家记得不行 恨恨地垂了下床檐 哼 不时好人心 既然你不想知道 那我也懒得说了 小兰可是回来了 我看你能怎么办 第207章 考上经大 娇娇 你回市里去吧 家里没什么事了 厨房内 张翠翠看了眼正 在切菜的叶娇 劝说道 叶娇头也不抬 没事的 妈 等大姐的离婚手续办完了 我再回去 说到这个 张翠翠就忍不住叹气 也不知道 你解释随了谁的性子 怎么就这么周 就盯着冯爱国不放了 叶娇笑笑 没有多话 算了 不提他 张翠翠甩了甩头 想起另外一件事 娇娇 录取通知书 是不是要到了 叶娇把切好的土豆 移到边上的盘子里 点头 估摸着时间是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进入一月末 距离高考结束 大家填报志愿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多了 为了能让大家赶在年后入学 录取通知书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两人中午才刚谈了 录取通知书的事情 下午就有邮差上门了 叶娇同志 有你的挂号信 叶娇赶忙跑过去 拉开虚眼的院门 邮差脸上满是笑意 递过信封的时候 还恭喜了一声 应该是录取通知书 你拆开看看 恭喜了呀 两辈子了 第一次拿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 叶娇激动的脑子 一片空白 哎呦 老头子 快去把果盘端过来 张翠翠落后他几步 听见了这个声音 立马喊陆建国 陆建国腿脚快 端着果盘就冲了过来 邮差知道 这家人会给自己色吃的了 当下腿就走不动了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这年代 大家都缺口粮 看这家人的青砖大瓦房 还有那隐隐传出来的肉香味 邮差断定 这家人给的东西不会差 快快快 同志 您拿着 这些糖您带回去 给家里的孩子甜甜嘴 张翠翠高兴极了 抓起果盘里的糖果 就往邮差的口袋里塞 哎 沈子您真的是太客气了 哈哈 这可是大喜事 夜娇站在边上 捏着信封 也是一脸的高兴 直到油拆口袋 已经被塞得鼓鼓囊囊了 张翠翠这才放他离开 反手拉着夜娇 就往客厅走 快快快 娇娇 快点打开看看 嗯 夜娇小心翼翼的 沿着信封的边缘撕开 陆建国和张翠翠 丙息等待 被关在房间内 不能出来的陆家 也很是好奇 下了床 耳朵紧紧的贴在门板上 就想听听 夜娇到底是考上哪所大学了 虽说陆家现在对夜娇的感觉不太好 但是内心深处 也是很佩服 他那骨子韧劲的 高考之前 陆家每次回娘家 都能见到夜娇捧着书再看 陆家再怎么热闹 大家伙儿再怎么围着电视机吵嚷 夜娇都无动于衷 陆家不理解他的行为 却也隐隐羡慕他的专注 客厅里 夜娇撕开了信封 里面掉出来一个古朴的印制纸张 纸张如同贺卡一般叠在一起 打开 中间有个3D的古建筑 漂亮啊 张翠翠惊喜的伸手 小心翼翼的摸了摸眼前 好似剪出来的古建筑 夜娇只是扫了一眼这个设计 视线就顺势往下 落在了学校这一行 惊大 外语系 我考上了 这一瞬间 夜娇只感觉自己鼻子一酸 眼泪立马夺眶而出 张翠翠看他这样 伸手抱住了他 温柔的给他擦拭眼泪 娇娇 你是妈的骄傲 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谢谢妈 夜娇拿出手帕 低头擦眼泪 看了看四周 这里除了张翠翠 就只有陆建国在 他最想分享快乐的那个男人 还在南边没有回来 蓝颜的失落涌上心头 夜娇眨了眨眼睛 把泪衣逼了回去 妈 我去给你们弄个炸肉丸 我们好好庆祝庆祝 你坐着就行 妈和你爸去坐 张翠翠按住他的肩膀 高高兴兴地拉着老头子 去厨房弄好吃的 给夜娇留下足够的个人空间 夜娇知道他们的好意 笑了笑 起身拿着录取通知书回了房 她的情绪已经过去了 现在平和多了 把通知书重新装回信封内 夜娇打开橱柜 把它塞到橱柜最里面 并且上了锁 这可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不能丢了 夜娇这封录取通知书 如同拉起了庆祝的号角 接下来两天 夏合村又迎来了三封通知书 夏合村一共15个人参加高考 加上夜娇已经有4个人 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26%的录取率 已经高得离谱了 其中两封通知书 是送到知青点的 都是扫盲班的老师们 他们高兴的蹦蹦跳跳 激动的不行 亡连眼含热泪 我们给乡亲们做扫盲是正确的 乡亲们受益 我们也受益 如果不是他们接了扫盲班的活 课本估计早就放下了 哪里能再短短两个月时间 就把高考知识捡回来 是啊 这些都要感谢夜厂长 他们激动的时候 还是会称呼夜娇厂长的身份 等会儿 我们去感谢他 这样的热闹持续了半个月 眼看着快过年了 夏河村也越来越冷 外面飘起了额毛大雪 邮差也好久没上门了 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急了 这大冷天的 孙莺莺硬是上火了 嘴角撩炮老大一个 他知道夜娇已经回村置办年货了 专门跑来找他谈心 夜娇正坐在缝纫机前 给猪猪改衣服 猪猪过年的新衣上 穿着有点小了 他放一点尺寸 夜娇前段时间回了市里 把服装厂的事情处理了一下 然后就接了女儿和二嫂 他们一家回村 距离过年只有三天了 他们也应该回村准备过年了 娇娇 嗯 夜娇笑着抬头 看见孙莺莺的时候愣住了 莺莺 你这是怎么了 孙莺莺苦笑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扯了的凳子坐下 还能是怎么了 我着急啊 你们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我这里还一点音信都没有 夜娇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向边上坐着的女儿 给了她一个苹果 猪猪 你去找哥哥玩 好 猪猪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拿着苹果和自己的小布 偶跑了出去 等猪猪走了 夜娇这才皱起眉头 盈盈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你考得还不错 是啊 孙莺莺都快哭了 我跟你对过答案的 我也就比你多错了几道题 我也没填很好的学校啊 为什么没有被录取 孙莺莺填的都是京城的大学 为了保险 她并没有冲着头部的几个学校 为的就是稳中求胜 第208章 供白头 唉 夜娇握住她的手 盈盈 你别急 说不定你的通知书还在路上 孙莺沉默了 这是不可能的 录取通知书 应该是已经派送完毕了 好一会儿 孙莺莺才开口 娇娇 我家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寄信了 我很担心他们的情况 我想回家看看 早年下乡的知青们都有探亲假 但是自从有一个知青 回程探亲后 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探亲假就被取消了 知青们想要离开支援建设的农村 非常非常难 下河村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只要理由正当 村长刘天和都会给开证明 前提是 证明里你要去的地方不远 并且非家乡所在地 孙莺莺已经下乡五年了 从来没有回去过 本来以为这次能凭借高考回家 现在看来又是一场空 娇娇 你能帮我跟村长说说情吗 我想请个探亲假 只要十天 我保证准时回寸 孙莺莺可叛的望向叶娇 叶娇皱了下眉头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下来 有你出面 一定可以 孙莺莺紧张的表情瞬间放松了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 抓着叶娇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我知道村长最听你的 只要是你说的 村长一定会答应 叶娇叹气 那好吧 我陪你走一趟 和家里说了一声 叶娇跟着孙莺莺去村长家 村长平常时候都待在村委会里 但是现在快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在做年货 村长也回家待着了 下河村是真的富裕了 叶娇和孙莺莺一路走着 一路都能闻到浓郁的肉香味 就凭着家家户户都能吃得起肉的阔绰 难怪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想嫁进来 刘天河叼着烟袋 听完孙莺莺的话 看了看叶娇 叶娇笑道 刘伯 莺莺莺莺在我们士兵场 当了好多年的会计了 她的人品 大家都有目共睹 况且 这么多年了 莺莺从来没有修过探亲价 刘天河低头想了想 起身 行吧 那我给你开个证明 十天啊 十天后你必须回村 不然我就上报 你要知道 现在的政策研 一旦被抓到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孙莺莺高兴的捏紧自己的衣摆 连连点头 村长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准时回村 现在回城根本找不到工作 回到家也是拖累 完全比不上在夏河村的日子 她是夏河村士兵场的会计 一个月工资 可以拿到四十块钱呢 这可比在城里舒服多了 小心的收好证明 孙莺莺激动的拉着叶娇 娇娇 真的谢谢你 客气了 你回家路上小心 叶娇和她在岔路口分开 自己转身身一脚 浅一脚的往家里走 这北方的冬天 真是漂亮呀 叶娇眼含笑意 看着眼前的银装素果 突然想起了自己第一年在夏河村看见雪 那时候的叶娇仿佛二沙子一般 第二天推开门 看见院子里厚厚的积雪 直接躺了下去 双手双脚在雪地上哗啦 还兴奋的叫唤 等叶娇的兴奋劲过了 回过神来时 看见的就是目瞪口袋的陆家人 顿时 叶娇就闹了个大红脸 钻到路成身后再也不出来了 晚上还被路成取笑了好久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转眼就五年了 叶娇感叹不已 伸手拢了拢自己身上的衣服 不让寒风钻进衣领 走了几分钟 就到了陆家那条路上 远远的 叶娇就看见了陆家大院门口 站了一个人 他眯起眼睛 仔细地看 这人身形挺拔如松 站的时候可比直了 那双大长腿 让人看见就羡慕 顺着长腿往上 净瘦的腰 宽厚的胸膛 配上俊美的面庞 嘿 不是他家男人 又是谁 哟 大兄弟 你回来了 叶娇脑子猛地抽了一下 仰手打了个招呼 陆成挑眉看他 这丫头 跟谁大兄弟呢 看见自家老公 竟然不扑过来轻轻 抱一下 陆成说着 朝他张开双臂 叶娇在距离他三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动得通红的脸 上扬起灿烂的笑 却摇了摇头 陆成迈开自己的大长腿 主动朝他而去 几大步就到了叶娇面前 伸手紧紧抱住了他 脸埋进他温暖的脖梗处 叶娇被他冷得打了个寒颤 伸手想要打他 手掌在挨着他身体的时候 却没舍得下手 只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服 娇娇 叶娇被他抱了起来 双腿悬空 陆成低沉雌性的声音 就像在他耳边 带着温热的气息 你有没有想我呀 你说呢 叶娇什么 摸了摸他冰冷的耳朵 双手帮他捂住 我想听你说 这男人就是会占便宜 叶娇心里想着 脸上的笑 却带着纵容和爱意 我想你了 陆成 最后一个字 被堵在了两人双唇间 挨挨白雪飘飘洒洒 落在两人头上 陆成这次带回来的东西挺多的 本来张翠翠还打算 明天去镇上感激多买点年货 这下完全不用去了 陆家今年的年货 绝对是顶级的 好多来自南边的热门好物 比如什么碧根果 砂糖菊 巧克力 随便哪一样 拿出去 都是北河市没有的 晚上 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 陆家也被放出来了 说实话 叶娇很佩服他 被关了大半月了 陆家硬是没有松口 把陆建国和张翠翠气了个半死 陆家好像要证明 自己对冯爱国的感情似的 越是被关在家里 他的态度就越是坚决 叶娇觉得 他被下了骨 脑子真的有问题 但是 面对陆成的时候 陆家又是正常的 他笑呵呵地看着陆成 关心他在外的工作情况 关心他的身体 如同一个正常的姐姐 如果最后 他没有加一句 阿诚啊 你在深城赚那么多钱 能不能带 带你姐夫 他如果能赚到大钱了 姐姐也能有好日子过 正在吃饭的陆建国 和张翠翠 不约而同地放下了碗筷 陆建和袁小娟 也放慢了吃饭的速度 耳朵高高竖起 朱朱和苗苗 不明所以得左旺旺 又看看 陆建国深吸口气 生了半个来月的气 他已经学会了自我安慰 声音也比半个月前平和很多 陆家 你滚回房间去 陆家被自己父亲吓了一跳 拿在手里的碗 都掉到了桌上 他眼圈红了 摔下筷子冲回房间 陆成 陆成 他这半个月都是这样 夜娇默默吃饭 默默点头 陆成暗柔了一下 自己抽筒的眉心 我姐他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精神病症状的 众人 没忍住笑出了声 第209章 自我奉献 听完前因后果 陆成感觉自己的头更痛了 他这是图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陆成完全理解不了自己大姐的想法 张翠翠叹了口气 他现在已经陷进去了 我们再怎么劝都没用 他不会听的 自己的大女儿有多轴 张翠翠心知肚明 小时候 明明陆家供得起他读书 他硬是不愿意去报名 说要给家里省钱 要让弟弟们读得起书 张翠翠早前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 后面见识广了 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名物 或许大女儿觉得 自己这样做 是为了家里好吧 这是一种自我奉献的精神 但陆家真的不需要 他如此奉献 现在他估计 又把这样的奉献思维 放到冯家身上了 为冯爱国 那样的人奉献 到底有什么用 就算是为他死了 为他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冯爱国都未必会感动 陆成想了想 笑道 妈 你别担心 咱先吃饭 等我明天有空了 就去找大姐夫聊聊 张翠翠眼中闪过一抹西记 他想到了自家老三的能力 那是明的暗的 都能来的主 好 你明天一定要跟冯爱国 好好聊聊 陆成笑了起来 没有多说什么 在场的陆家人 包括夜交在内 都有了猜想 只有猪猪好奇地 仰着头望着爸爸 觉得此刻的爸爸 帅气极了 爸爸 猪猪想吃排骨 他伸手拉了拉爸爸的衣服 眨巴着大眼睛 可爱的请求 好 爸爸给你家 陆成宠溺地低头 饭后 一家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就各自回房了 大雪天的 客厅里就算是烧了木炭也很冷 不如各自回房暖和 夜交去厨房打了热水 把盆放在床边 喊在一旁玩得开心的父女俩 你们两块来洗洗 洗干净了 我们早点上床睡觉 好嘞 陆成笑着应了一声 双手用力直接抱起女儿 小跑过来 猪猪做飞翔状 哥哥笑着 洗漱完毕 泡了个热腾腾的脚 一家三口 终于上了床 天气冷 小孩子身体小小的五步暖被窝 夜交就让猪猪跟他们睡了 猪猪躺在爸爸妈妈中间 左手握着爸爸的食指 右手碰着妈妈的手臂 高兴极了 爸爸妈妈 猪猪爱你们 他左边贴贴脸 右边贴贴脸 时不时的 还要发出哥哥哥的笑声 小脚压踢压踢的 被子被他踢得一鼓一鼓的 夜交任他玩了好一会儿 看时间不早了 才伸手按住他的小脚 洋装生气的拍了拍 别踢被子 赶紧闭眼睡觉 睡觉睡觉 小孩子绝多 猪猪刚才就打喝歉了 如果不是见到爸爸的兴奋感支撑着 他估计早就睡着了 被妈妈催了一下 猪猪就乖巧的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 就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路程亲手亲脚的 把他移到床铺的内侧 自己揽着夜交靠外躺着 你做什么呢 夜交好笑的看向他 路程长臂一身 将他整个人翻了过来 半躺在自己胸膛上 这才发出满足的叹气声 还是这样舒服呀 你这是嫌弃咱女儿了 夜交斜了他一眼 回身给猪猪掖了掖背脚 女儿我很爱啊 但是我更爱你 你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第一位 挺会说甜言蜜语呀 夜交伸手捏住他的鼻子 笑颜如花 为了不吵醒女儿 声音压得很低 带着莫名的妩媚诱惑 路程眼神变得深邃 凑过去就稳住了他的唇 细细地描摸着他的唇形 稳够了 才撬开他的唇瓣 更加深入 夜交的手 本来捏住路程的鼻子 在他的动作下 下意识地松开了 往下滑动 捧住了他的脸 线长的手指指尖 碰触到他的耳垂 轻轻地捏了一下 耳朵是路程的敏感点 平常时候 夜交只要稍微碰触 他就会有反应 这一下子更不得了 被子下 路程的手逐渐往上 两人之间的温度不断上升 不让他胡来 等会儿他要醒了 我不乱来 我就亲近 路程低沉的声音 随着他的吻 落在了夜交的耳侧 呼吸交缠中 两颗互相思念的心 靠得更近 第二天 路程看见了夜交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媳妇真棒 年后我送你去上学 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路程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送自己的媳妇上大学 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 而他即将实现 越想越美 路程没忍住轻声过去 在夜交脸上亲了一口 夜交捂着飞红的脸 四下看了看 你做什么啊 被人看见了 怕什么 我们在自己房内 虽然房门是打开的 路程有恃无恐的张开手臂 夜交今年给他做了新衣服 尺寸是按照之前留的 现在正给他试穿 有不合适的 他这两天还能改一下 端正点 你感觉一下 手臂这里紧不紧 路程按照要求抬手 放下 有一点紧 这里吗 夜交赶忙凑过去 拿粉笔在胳背处划了一下 等会儿 我把这里松一点 幸好里面留了一些余地 不然还真不好改 阿诚 你好像又长个儿了 二十多岁的年纪 是还能长个儿 路程现在营养根上来了 又往上窜了几厘米 胸膛也更宽厚了些 是吗 路程自己倒是没感觉 他低头看着忙碌的夜交 伸手拉了他一把 你站直来 我亮亮看 夜交挑了挑眉 面对着他站直身体 怎么样 我有没有长高 路程伸出手掌 压着他的头发 滑拉到自己胸口位置 夜交等不及了 怎么样啊 哎 你一点没长 之前还到我嘴巴呢 现在都到下巴了 我不信 夜交不高兴了 双手搭在他肩膀上 贴紧他 悄悄地点起脚尖 你再看看 我长没长 嗨嗨 门口传来咳嗽声 夜交猛地往后退开 脸颊疏地就红了 妈 第210章 糟糕 可以吃饭了 张翠翠也有点脸红 他是真没想到大白天的 老三夫妻俩 竟然在屋里搂搂抱抱 说完这句话 张翠翠立马退了出去 往客厅方向走了两步 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真好啊 他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的 妈 娇娇他们怎么没来 客厅里 袁小娟正端着碗 喂儿子吃饭 看见婆婆笑得奇怪 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们马上就来了 你给猪猪也喂两口呀 乖乖地坐在边上 玩的猪猪立刻摇头 奶奶 我不要人喂 我可以自己吃 妈妈 我也不要你喂了啦 苗妹也能自己吃 早就会吃饭的苗妙 一听妹妹这么说 伸手就想抢勺子 哎呦 儿子 你就让妈妈喂你几口吧 妈妈可想你了 这几天忙得不行 都没时间和儿子 亲乡的袁小娟 可舍不得 可怜兮兮地看向苗妙 董事的苗妙纠结了 左右看了看 迟疑地放开勺子 那 那好吧 猪猪在边上耸肩 感叹哥哥就是太好说话 总被二伯母忽悠 猪猪 需要妈妈喂吗 夜娇走进客厅 看见女儿自己坐着玩 有点心疼 不用了 妈妈 猪猪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小跑过去 牵住妈妈的手 可可爱爱地养着小脑袋 妈妈 猪猪可以自己吃饭呢 真乖 陆成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 笑着夸奖 嘿嘿 猪猪是最乖的 猪猪刚才就在等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被夸奖了 猪猪高兴极了 张开手让爸爸抱到儿童以上 把手里的玩偶放到身后 靠着 小手并排放在前面 等待开饭 夜娇被她可爱到了 捧着自己的心口笑 自己是何德何能 竟然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宝宝 饭后 夜娇陪女儿睡了会儿 就起身开始改衣服 陆成则出发去找冯爱国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跟冯爱国说的 打的 反正 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冯爱国就带着他爸妈上门了 说是要和陆家办离婚手续 现在镇上还没放假 明天就要正式放假了 现在过去还赶得及 顶着一脸的亲子 冯爱国很客气地 把手里拎着的礼品 送到了张翠翠和陆建国面前 爸妈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给你们送过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上好的罐头和奶粉 您二老留着慢慢吃 也算是我这个女婿的一片孝心了 张翠翠看着他一蹶一拐的动作 心里暗爽 脸上雀面无表情 只微微点头 陆建国本来想拒绝来着 他一点都不想要冯家的东西 但是被张翠翠瞪了一眼 就缩了回去 安静地看着 张翠翠道 你去把家家带出来吧 他将手里的钥匙递过去 冯爱国点头哈腰的结果 在陆家人的陪同下 打开了陆家的门 现在的房门隔音效果可不咋地 陆家早就听见了冯爱国的声音 他高兴极了 从床上一跃而起 开始对着镜子 捣治自己的头发 嘴里囊囊着 哎呀 我这头发也太乱了 脸色也不太好 爱国不会生气吧 关押他的房门打开了 陆家顾不上其他 拉好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在看见冯爱国的第一时间 笑着问 爱国 你来接我回家过年吗 现在都念疤了 后天就是大年三十 现在回去正好 冯爱国嫌弃地撇了撇嘴 想要开口说他两句 只要想到陆成 冯爱国就忍不住摸自己的嘴角 腿也软了三分 这陆家老三是真的很啊 二话不说直接上手 直接把他的腿给卸了 冯爱国在剧痛中打滚求饶 对天发誓 自己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 跟陆家离婚 陆成这才把他的腿给接上 拖就真的太痛了 咔咔两声伴随的 都是冯爱国的哀嚎 这时候 在看向陆家 冯爱国心里只有痛恨 之前的点子夫妻情和 想要利用他养大自己孩子的想法 早就消失无踪 陆家 我们离婚吧 我把证明都打好了 等会儿 我们去走个手续就行 这年代 做什么都得打证明 他们要去镇上办离婚手续 也需要先拿到村长的证明 证明他们俩是正常结束婚姻状态 不 我不离婚 陆家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不好 他猛都往后缩去 连连摇头 冯爱国 你说过 要跟我过一辈子的 凭什么提离婚 冯爱国厌烦极了 上前就扯他的胳膊 陆家 你别胡搅蛮缠了 我们两好聚好散 这婆娘真是让人恶心 冯爱国现在根本不愿意 看见她的脸 爱国 我愿意帮你养孩子的呀 你怎么这么心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陆家不断的踢打着 一直往后缩 眼泪速速的往下掉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已经退让了 冯爱国还要和自己离婚 陆家人简直没眼看 张翠翠气的不行 自己怎么就能生出这样的女儿 陆成疑惑不解 之前大姐明明挺正常的呀 怎么一碰到冯爱国 就跟脑子进了誓一样 这场闹剧真是看够了 叶娇眉头皱得紧紧的 让家里的小孩进自己的屋去 他上前扯了陆成一把 阿成 你过去 啪 叶娇这句话 还未来得及讲完 陆家的房间内 不耐烦的冯爱国 已经忍无可忍 他伸手给了陆家一巴掌 力道之重 直接把陆家打得撞到了墙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糟糕 叶娇暗叫一声 果然 陆成已经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跟随他的 又心虚 是他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陆成恶狠狠地盯着他 一拳就捶了过去 在冯爱国痛的攻起身体时 撑住他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话 你别跟我姐动手动脚 用其他方法说服他 嗯 冯爱国闷闷地低头 冯爱国的父母缩在院子里 不敢多言 他们早就见识过陆成的可怕 反正冯爱国也不是他们最喜欢的孩子 被教训就被教训吧 只要不被打死就行 只要不连累自己就行 陆家躺在床上 冯爱国走过去坐在床边 陆成和陆建两兄弟对视一眼 退到边上 等待着 陆家 我打算娶亮亮的亲妈过门了 亮亮是他儿子的小名 第211章 执迷不悟 陆家 你能不能成全我 冯爱国这句话一出来 陆家人的拳头都映了 目光不善地瞪向冯爱国 冯爱国肩膀缩了缩 抬起无辜地 眼看向面色不善的陆成 不是你让我劝他离婚的吗 陆成 我人 冯爱国继续说道 陆家 你说过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 在我心里 你也是最善解人意的女人 我想给亮亮一个完整的家 你一定会成全我的 对吧 陆家缩在床脚 仰面躺着 眼泪不断地从两颊滑落 沉默着不说话 冯爱国又说了两句软话 看他一直不言语 耐心逐渐消磨 陆家 你给句准话 如果里面的人不是自己的姐姐 陆成真的是眼神都懒得给 拖泥带水 死缠烂 打爬这个人扎不放 陆家的脑子里 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么 张翠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在外面等着 时间渐渐流逝 他对女儿最后一丝怜惜 也被磨尽了 算了 就这样吧 老二 老三 你们别管他了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妈 陆家两兄弟面面相去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 让他自己去走吧 老头子 我们做父母的已经尽力了 张翠翠转拉住丈夫的手 眼圈红得厉害 陆家是陆建国绑回来的 当时最愤怒的也是他 张翠翠现在就怕他受不了 陆建国站在那一言不发 腰背好像都弯曲了 短时间内硬生生老了好几岁 陆家的院子里突然变得无比安静 大家各怀心思的沉默着 叶娇也不知道 此时的自己能做什么 只暗自叹气 两久之后 陆建国开口了 冯爱国你把他带回去吧 要离婚 还是要继续过日子 你们俩自己商量 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坐在床边 大气都不敢喘的冯爱国 猛的抬起头 看看陆建国 又看看抿着唇不说话的路程 小心翼翼的问 爸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建国不想跟他说话 瞪眼 意思是 让你赶紧带着他滚 这这这 冯爱国激动的颤抖着 他肯定是想走的 这不是不敢走吗 转头眼巴巴的看向路程 路程被在身后的手紧握成拳 眼睛盯着默默流泪反抗的姐姐 牙根都咬紧了 好半天才别出三个字 你走吧 哎 好嘞 冯爱国不顾自己双腿还疼着 直接跳了起来 爸妈 快来帮我一起把家家带回去 本来一点动静 都无得陆家也好似回魂了一般 书姐就坐了起来 肿得仿佛两个核桃的眼睛 看向门外的娘家人 爸妈 你们愿意让我跟爱国回去了 他都被关在娘家半个多月了 陆建国面无表情 声音也平静无波 回去吧 能做的爸妈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看着这样的爸妈 陆家笑了一下 为自己坚持了这么久 终于成功了 而感到喜悦 可是等笑完了 陆家心里却陡然生起了忐忑和恐惧 但是不等他把这种心情梳理好 弄清楚里面的原因 冯爱国已经不耐烦的过来扯他了 别折腾了 赶紧回家吧 后天就要过年了 他们家 真到得也太不像话了 家里的孩子这两天总是哭 冯爱国都已经好几晚没睡到胡伦觉了 爱国 你不跟我离婚了 陆家的思绪被冯爱国打断 注意力立马落在了自己最在意的地方 不离了 冯爱国斩钉截铁的回答 陆家忐忑 那你还说 要把亮亮的妈接回来 我那是骗你的 那婆娘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孩子扔给我就消失了 不然 他怎么可能会选择陆家 冯爱国可一点都不喜欢陆家这个没用的女人 本来还以为 凭着他的关系 能在陆成那里谋到好工作呢 没想到 陆成根本不理会这样的殷勤关系 做什么事都要堂堂正正的来 他是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陆家高兴了 用力擦了把脸 好好好 我们回家 他哭了好久 头发都乱了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从床上跳了下去 对着镜子又整理了一遍 冯爱国的爸妈一左一右搀扶着自己儿子 低着头不敢多话 他们这次只过来了三个人 陆家这边的几个男人都绑大妖园的 他们可不敢多嘴 陆家高高兴兴的跟着冯爱国等人走出了院子 在跨出去的时候 他回了刺头 对目送他的娘家人笑了笑 爸妈 二弟 三弟 两位弟妹 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 陆建国不耐烦的挥手 快走吧 其他人随着陆建国的话 朝他挥了挥手 陆家脸上的笑容更大了先 他的家人们依旧没变 这么想着 他大不跟上丈夫 等冯家人和陆家离开了 陆成才看向父亲 沉申开口 爸 我们就这么放大姐回去吗 明明之前爸妈都很支持他去找冯爱国 也支持大姐和冯爱国离婚 陆建国拱着身子 一步步往客厅走 其他人不明 所以跟着他一起回去 爸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建受不了这种沉默 刚在客厅坐下 就急切地追问 陆建国摸出自己珍藏的阮中华 从里面抽出一支 点燃 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没有回答陆建的话 而是看向陆成和叶娇 娇娇 你什么时候去大学报道 叶娇疑惑地眨眼 老师回答 报道时间是3月1号到5号 陆建国又道 老三 你应该也要跟着娇娇一起去京城吧 陆成也不明所以 是的 爸 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提前搬过去了 他手里有好几个项目 都是跟国家合作的 在京城会更方便交流 好 陆建国点头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我跟你妈 和你们一起去京城 啥 众人接近 陆建瞬间就坐不住了 不是 爸 你干嘛跟着老三媳妇走啊 还有没有天理了 老三的媳妇考上了大学 把自己男人一起带走也就罢了 凭什么公公婆婆也打包 袁小娇跟着急了 妈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第212章 全家都去京城 张翠翠也是一脸的惊讶 他看向自己的老头子 扯了扯他的衣袖 老头子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陆建国反手握住他的手 第一次当着小辈们的面 展现出了老两口的亲密 你不是很想去大城市看看吗 我是很好奇大城市是啥样的 但是也没说 要跟着娇娇一起去大学啊 张翠翠心情复杂 他们两口子 向来是他最跳脱 老头子从来都稳如泰山 没想到今天会这般冲动 娇娇去上大学 我们去京城逛逛 陆建国没有把话说死 但他的内心 是想要在京城落脚的 他会做木工活 早年间跟着师傅学了几十年 后来政策变了 他是农村户口 只能在地里刨石 从手艺人变成了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 从此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手艺 这种遗憾一直留在陆建国心底 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现在时代再次翻了个篇 陆建国想要在自己还走得动 干得了的时候 重新捡起木工手艺 如果靠这门手艺 可以在京城顺利地活下来 陆建国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如果活不下来 他再带着老婆子回村 反正夏河村永远是他们的退路 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俩活了大半辈子了 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 我想趁自己还走得动 带你出去看看 张翠翠看着自家老伴的眼睛 在里面看到了明亮的光 和他年轻时 第一次见到老伴时的一模一样 张翠翠愣了好一会儿 绷紧的嘴角放松了 缓缓地往上勾起 也露出一抹微笑 成 我们也去京城走一走 去看看大领导 去看看天安门 去看看申国旗 陆建荒了 爸妈 你们走了 我 我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 你都结婚生子了 难道还想要让爸妈给你喂饭 张翠翠不瞒老二 打断了他和自家老头子的深情对望 不耐烦地瞪眼 啊 这个 陆建脖子一缩 转眼看见了一旁安静坐着的小弟陆楚 立马又跳起来了 那小弟呢 你也不要了 陆楚疑惑地眨眼 二哥 我现在都住校呀 高考恢复后 学校对教育抓得可紧了 陆楚今年十三岁了 厨一再读 住校中 张翠翠接话 小初放假了 就去你们那儿 陆楚笑道 没错 我放假了 就自己坐车去市里 觉得爸妈这个选择也挺不错的 叶娇高兴地轻声过去 妈 你对我真好 张翠翠冲他眨了眨眼睛 妈当然对你最好了 袁小娟撇撇嘴 不耐烦见着俩 秀恩爱 她早就不是几年前的袁小娟了 对婆婆和弟媳妇感情好 并不感到嫉妒 主要是她嫉妒的对象 并不是婆婆不疼爱自己 而是 为什么娇娇不跟自己天下第一好 这件事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被陆家人提上了日程 没有一个人告诉已经离去的陆家 在陆家选择再次跟随冯爱国离开时 他就已经在路 家人心中死去了 陆建国和张翠翠 已经决定放弃了这个女儿 他们打算正月初八 就出发去京城 在夜郊开学前 他们需要搞定住的地方 晚上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 夜郊感慨了一句 这样也挺好的 我上学的时候 爸妈就能帮我们照顾猪猪了 陆成抱住他 下巴抵在他的头顶 嗯 我本来还打算顾两个可靠的阿姨 帮忙照顾猪猪的 京城那边有幼儿园 到时候可以让猪猪去上学 也不需要爸妈怎么照顾 你去看过那个四合院了吗 夜郊好奇的养头 他知道 陆成拿到了一套四合院 是国家奖励给他的 当时国家提供给陆成好几个选择 比如最新盖好的那片小高层 里面还给配的电梯 陆成征求了夜郊的建议后 选择了四合院 二进的院子 面积不算大 只有四百多平米 当时 对方还挺不理解的 不知道陆成为什么要选破旧的四合院 而不要大家都爱的电梯房 来自后世的夜郊 却知道 四合院在后世可是价值连城 可遇不可求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他肯定要抓住 我没去看过 只托人整修了一下 年后可以去看看 陆成并没有把四合院放在心上 也不知道 为啥自家媳妇那么喜欢 平方 家院子 和他们家的房子 有什么区别 夜郊来劲了 在他怀里扑腾着 你可别是让人拆了重建的吧 他可不想自己过去一看 整个四合院变了样 没有 毕竟是国家奖励给自己的院子 不可能太破版 只是把房子内部重新装修了一下 不然没法住 我还让人加了洗澡间和厕所 嗯嗯 夜郊开始幻想 自己住进四合院后的美好生活 到时候 我一定要在院子里摆上一个躺椅 晒着太阳 听着外面的声音 一定很舒服 陆成无奈地笑着摇头 都可以啊 我们现在还是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说着 他抱着夜郊往下挪了挪 被子拉到两人的下巴处 闭上了眼睛 时间过得很快 忙碌的准备期后 就是热热闹闹的除夕夜 这时候 还没有禁止燃放鞭炮的规定 夏合村的乡亲们都有钱 几乎每家每户都买了鞭炮 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村子里就打响了第一炮 接着 就是连绵不绝的鞭炮声 大家新年快乐 陆家的大园桌上摆满了菜 肉丸子 红烧排骨 红烧肉 九转大肠 锅包肉 来来来 猪猪 这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 猪猪今天穿着一身红 额头还点了个红点 胖嘟嘟的脸 肉乎乎的小手 俨然是从画报上走下来的福娃娃 谢谢奶奶 来 这是爷爷给你的 谢谢爷爷 二伯给你的 二伯母也有 猪猪高兴极了 这边跑跑 那边跳跳 一圈下来 红色棉袄的左右两边口袋里 已经塞满了红包 其中最大的 肯定要鼠叶胶和路程给的 足足给了两张大团结呢 猪猪 我们一起去玩呀 同样收红包 收到手软的小男孩苗苗 兴奋地拍着自己 鼓鼓囊囊的口袋 听着外面的鞭炮声 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撒欢 猪猪竖起耳朵 哥哥 等我一起 他们刚出陆家院子 门口就有一大群孩子涌了过来 神圣 新年好 叔叔 新年好 一大群娃娃蹦蹦跳跳地喊着 叽叽喳喳 把端果盘出来的 夜焦热得不行 夏河村日子红火之后 不知不觉地就形成了一种习俗 过年的时候 村里的娃娃们 都会成群结队地 去给村民们拜年 村民们也会给他们撕各种好吃的 糖果辣 饼干辣都有 再小气的人家 过年这一天 也会给娃娃们撕点花生 瓜子 第213章 你也饿了 张翠翠和陆建国 是真的打定主意 跟夜焦去京城 大年初二 就开始收拾起行李 夜焦本来没打算这么快行动 看婆婆如此积极 也忍不住着急起来 陆成刚踏入房间 就见媳妇整个人 都压到编织袋上了 赶忙扔下手里的东西 跑过去帮忙 娇娇 你怎么不懂 我回来再弄 夜焦累得额头都冒汗了 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看爸妈那边都快空了 就想着也来整理一下 这次搬家到京城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此定居在那边了 短时间内不会回村 要带走的东西自然很多 爸妈的房间已经快空了 陆成差异地挑眉 嗯啊 你帮我压住袋子 我把拉链拉上 夜焦伸手拍拍他后时的肩膀 吩咐道 陆成乖乖点头 好 有陆成帮忙 夜焦打包行李的过程 瞬间变得顺利起来 他把一家人一年四季的衣服 都整理好了 一家三口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夜焦自己做的 可舍不得扔 花了一下午时间 五斗厨终于空了 夜焦擦了把汗 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陆成哭笑不得 这些都可以到京城后再买 那可不行 这些都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外面买不到 夜焦嘟着嘴 你的票买好了吗 买好了 陆成把口袋里的火车票拿出来 我托关系买到了卧铺票 从咱这边去京城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有卧铺票 到时候我们都能睡觉 夜焦接过票看了看 把他们都放进自己的包里 到时候 他会拎着这个包上火车 我买到25号的票 到了京城后 我们还能歇几天 嗯啊 到时候 我们带爸妈去逛逛京城 夜焦也很有兴致 他还没见过这个年代的首都呢 不知道会不会更有北平的感觉 毕竟后世的网友们经常说 下雪了 北京就变成了北平 陆建国夫妻要去京城的消息 并没有广而告知 他们不想引起轰动 打算悄悄地走 整个夏河村 估计只有村长刘天和 知道他们的打算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月25号 陆成去借了一辆车 他自己开第一辆吉普 陆建开第二辆 跟在后面 他们人多 行李也不少 一辆车装不完 到了北河市火车站 先是找了托运 把一行人的大件行李 都放到货运车厢 他们指令着随身的包裹 想我们了 随时回来 陆建本来还没啥感觉的 看见爸妈过了闸口 立马就有了离别情 靠在栏杆上 眼巴巴地看向他们 眼圈都红了 张翠翠觉得没眼看 嫌弃地撇嘴 好了好了 几十岁的人了 稳重点 我和你爸只是去京城 又不是那个啥了 哭什么哭 袁晓娟站在边上 眼圈也红了 爸妈 我们是不想跟你们分开吗 陆建国呵呵笑着 心情很好 没事的 老三他们会把我们照顾好的 老二 老二媳妇 你们俩在家好好待着就成 别担心我们 叮咚 从家市发往京城 途经北河市的K1111开始检票 请乘客们依次排队检票 几人正在恋恋不舍呢 火车站的广播就响了 第一次坐火车的张翠翠 如同被烫到了似的 从座位上一跳而起 弯腰去拿行李 快快快 老头子 我们赶紧去排队 陆建国被他这么一扯 也赶紧拎起东西 叶娇拎着包 路程抱起女儿 两人从容不迫地 跟在两位老人后面 排队检票的时候 叶娇回头朝送行的陆建夫妻摆手 二哥 二嫂 你们早点回去吧 路上开车小心 陆建和袁小娟都会开车 两辆车正好能一次性开回去 接下来几年 叶娇和陆成的吉普车 也会由他们开 猪猪趴在爸爸肩膀上 也学着妈妈的动作 朝二人挥手 二伯 二伯母 再见 袁小娟擦拭眼角 朝猪猪露出笑容 猪猪再见 他们是卧铺票 不需要跟其他人挤 很顺利地上了车 一家人的票是连着的 印握一个格子内 有六张床 他们站了一整列 和对面那里的中铺 他们到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人 坐在了对面的下铺 你们是一家人 坐在外侧的并角 已经有了白发的男人 率先开口问道 是啊 你们是夫妻 张翠翠坐下后 笑呵呵地回答 叶娇在他身边坐下 保持微笑 并没有开口 男人看了眼身边的女人 笑着摇头 不是 我们是同一个村的知青 这次同路就一起走了 他身边的女人 年纪也有三十多岁了 手里捧着保温壶 手背上的皱纹蜜儿粗糙 脸却挺好看的 笑起来很是温柔 声音也带着男方人的柔软 叶娇猜测 他应该是从南边那边 过来下乡的 我们俩都考中了京城的大学 哦 听到这个 张翠翠就来兴趣了 你们考的哪个大学 女人笑着道 我是京大 她是理工大 太巧了 我儿媳妇考的也是京大 太有缘分了 张翠翠惊喜不已 叶娇朝女人伸出手 我是叶娇 京大外语系 你好厉害 竟然能考上外语系 听说你们还有额外的语言面试 嗯 不过还好语言面试不影响入学 报道后才会安排 叶娇也是从录取通知书信 封内附的说明里看见的 不过她并不害怕 她上辈子在国外待了好几年 英语完全没问题 法语都能说 女人恍然大悟地点头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面试不通过 会被刷下来呢 想想就觉得可怕 幸好我考的是汉语言文学 没有面试 两人聊了几句 交换了姓名 女人叫邓诗诗 男人叫刘汉 在更北方的家事上的车 现在时间还早 几人坐在一处随意地聊着天 叶娇觉得 他们俩还挺好相处的 萍水相逢 并不需要和对方成为朋友 只要接下来这一天一夜的旅途中 大家能和平共处即可 妈妈 猪猪饿了 猪猪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从中铺探出头来 下铺只有叶娇和张翠翠坐着 陆建国早上起的早 已经自行爬上了上铺补教 他今年也才五十多 干惯了地里的活 身体硬朗着呢 三两下就爬了上去 把两个中铺和下铺的位置 让给了叶娇他们 陆诚则躺在中铺陪女儿玩 此时 猪猪探出头 跟叶娇撒娇 他小小的身体上 就还着一只健壮的臂膀 陆诚护得紧了 叶娇仰头看了父女两眼 和陆诚四目相对 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 他挑眉问陆诚 你也饿了吗 第214章 四合院 陆诚一手护着女儿 一手撑在脑后 文言毫不羞耻地点头 饿了 娇娇 你给我拿个肉饼 好 叶娇从袋子里 拿出一个盖得非常紧实的盒子 盒子不是铁制的 外面是塑料质感 白色的 看上去非常精致 他打开盒子 里面立马就有热气冒出来 邓诗诗和刘汉 眼睛都瞪圆了 娇娇 要拿了几个分给大家 肉饼拿到手里时 邓诗诗更震惊了 竟然还这么热 他们上车也有两个小时了吧 加上叶娇他们赶路的时间 外面的温度都零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肉饼竟然还跟刚出锅的一样 这个盒子里有保温层 叶娇笑着解释了一句 并没有多言 这个盒子是 路程专门做来放食物的 里面有充满了电的锂电池 作为能源 材料也是能发热保温的 目前来看 造价昂贵 不适合推广到市场上 但却让叶娇非常满意 出门在外 能吃上一口热饭 是多么幸福呀 邓诗诗低头咬着肉饼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本来他们能一次性 买到四张卧铺票 就很让他惊讶了 现在看对方 能拿出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邓诗诗更加确信 这家人身份不简单 如果有机会 他很想和叶娇保持联系 娇娇 我第一次去京城 到时候跟你们一起行动吗 叶娇不好意思的拒绝 我应该不会先去学校 这样啊 这就是拒绝了 他不去学校报到 那会去哪 不会是在京城有亲戚吧 邓诗诗思考着 转而笑了 没事 这样也好 我先去学校熟悉环境 等你报到了 我正好能带你逛京大 好呀 叶娇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笑着点头 接下来一天一夜 邓诗诗不止一次的瞪大眼睛 叶娇他们一家 也太有钱了 一路上吃了好多种肉 从猪肉到牛肉 再到羊肉 而且 每一样都超级香 邓诗诗咬着自己手里的窝窝头 觉得他更加难以下咽了 刘翰倒是比邓诗诗更看得开 吃了叶娇他们的肉饼 也贡献出了自己的馒头 很坦然的说 自己只有馒头 火车慢悠悠的开着 叶娇刚开始 还挺有兴致的 看外面的雪景 车子进入平原后 抱着女儿坐到窗边 跟他一起看壶 坐得久了 叶娇也有点看烦了 干脆拿了扑克牌出来 车厢里的人一起打 时间在这样的时候 是过得很缓慢的 天色黑了又亮 叶娇终于听见了 自己期盼的声音 前方倒站京城 室外温度零下 请大家注意保暖 总算是到了 伸了个懒腰 叶娇拉起窗帘的一角 看外面的站台 一天一夜的火车 倒站的时候 正好是京城的早上六点 站台外依旧人山人海 京城的火车站 比叶娇预想中的更加繁荣 建设的也更好 华国不愧是基建狂魔 从七十年代开始 就已经展现了基建能力 和邓诗诗两人告别后 陆家无口拎着东西下了车 陆诚抱着女儿走在前面 其他人跟在他身后 妈 你小心点 看婆婆快摔跤了 叶娇赶忙伸手扶住 她没想到 七十年代的京城火车站 已经有电扶梯了 张翠翠第一次坐电梯 刚踏上就下盘不稳 哎 差点摔下去 张翠翠惊魂未定的 紧紧扶着扶手 满是惊奇的低头看脚下 娇娇 她真的会自己动啊 这就是电梯啊 之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 叶娇笑着说 一手护着包 一手扶着她 这年代的火车站 是最混乱的地方 还会有后世那些 密尼妈妈的摄像头 小偷和人贩子非常多 女儿有陆诚抱着 叶娇很放心 她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包 就成 下了电梯 陆诚转身道 我们先去 把行李领了 现在的火车后面几节 都是火运车厢 所以 他们的行李跟他们是同时到的 现在正在卸车 正好可以过去领 领完行李 陆诚叫了两辆出租车 朝着西城而去 到了街上 入墓地就是宽阔的街道 和街道两旁的矮房子 红砖房为主 很苏联的风格 反正不差钱 陆诚专门让司机绕到天安门 走了一趟前门大街 张翠翠和陆建国 齐齐趴在车窗上 看着高高的城楼 兴奋极了 两辆出租车 到陆诚说的四合院门前时 门口已经站了个 衣着朴素的男人 是陆同志吗 是的 您就是张主任吧 陆诚下车 和男人握了一下手 今天真是麻烦您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张主任笑呵呵的 我给你把证件和钥匙 都带过来了 我先领你们进去看看 那就麻烦您了 路程没有拒绝 招呼叶娇他们跟上 叶娇牵着女儿 踏上台阶 猪猪右手 紧紧抱着自己的小兔子玩偶 眼睛往边上看 他们隔壁 那个院子里 出来了好多人 正好骑得盯着 他们一家人看呢 其中有至少七八个小孩 穿得灰扑扑的 和猪猪身上 粉色的公主群完全不同 好似两个世界的孩子 猪猪对他们很好奇 朝他们露出可爱的小米牙 直到自己 被妈妈牵着走进家门 才不舍地收回视线 叶娇挺满意这个房子 两进的四合院 面积足够大 快四百多坪有六间卧室 厕所和厨房都配全了 第一进的院子很小 第二进的院子就足够大了 里面还种了好几棵树 等到夏天 在树下摆 上几个躺椅 一定很舒服 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张主任把所有的钥匙和证件 都交给陆成 陆成笑道 暂时没有了 等明儿我亲主任 您来家里喝酒 您可别推辞 哈哈哈哈 不会不会 我肯定来 张主任赶忙笑着答应 他到现在为止 也没搞懂陆成的身份 要说他是京城的大世家出身吧 他又从来没有来过京城 但要说他身份普通 又绝对不可能 哪家普通人 能让国家给他分配 这么好的一个院子 要知道 现在的四合院 可不是过去的四合院了 实际上 京城里大部分的都是大杂院 里面的房间分属于不同的家庭 一个院子里 能挤挤挨挨地住上几十户人家 陆成他们这个院子 可完全不同 两进的院子 五六个房间都属于他们 大门一关上 那就是独立的世界 多清静 张主任自己都觉得眼红 走出来的时候 回头看了眼房檐 羡慕地叹了口气 背着手走了 第215章 陆成上班了 还有挺多东西要买的 夜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开始思考 要添置什么东西 沙发加一个 书桌也要加 没事 我明天陪你去买 陆成把他们俩的行李 带拎进房间 笑着说 嗯啊 夜郊过来 把袋子里的衣服拿出来 边整理 边嘱咐他 我先把衣服整理出来 我带了两床新的被子过来 你给爸妈房里送一床过去 今天晚上先凑合着睡 他们用的被子 都是崭新的 夜郊可不舍得放在村里发霉 花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四合院 终于有了点样子 厨房还没弄好 过碗瓢盆都没买呢 陆成去巷口的小饭店里 买了吃的带回来 一家五口凑合着吃了一顿 然后就各自回房补觉去了 饱饱的睡了个午觉 起床后 夜郊提议去外面吃烤鸭 晚上 他们吃的全聚得 这年代的烤鸭 味道是真的好 外胶里嫩的 搭配着酱料 用薄薄的面皮卷上鸭肉 鸭皮和葱段 往嘴里一塞 那是口齿生香 猪猪都吃得剁圆 夜郊伸手摸了摸他鼓起来的肚子 阻止他继续进食 一家人吃完晚饭 慢悠悠的散步回家 这一块都是四合院 巷子里很干净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公厕 在周边四合院住着的人 都是在公厕上厕所 幸好你让人搭了厕所 不然还真不方便 夜郊看着公厕外排队的人 折舌不已 要是下雨天 排起队来更难受 路程抱着女儿 看了眼长队 笑道 我当时专门找人打听过 重建那个院子的时候 就特意加高了一点地基 有高低差 才能装抽水马桶 我男人真聪明 夜郊喜笑颜开 凑近他耳边 小声夸奖 那当然 路程忍不住翘起嘴角 自己用心做的事情 能得到爱人的正面回应 是最让人开心的 他们回家的时候 还路过隔壁的院子 夜郊好奇地往里看了一眼 里面建了密密麻麻的房子 房子的面积 已经侵占了中间的公共小院 通道上也塞满了东西 一群小孩聚在院子门口玩游戏 好像是拍纸包 拍的时候 半个身子都贴在了地面上 欢笑声激起地上的尘土 猪猪趴在爸爸的肩膀上 好奇地看着他们 夜郊捏了捏他的小手 猪猪也想跟他们玩吗 猪猪嫌弃地摇头 猪猪才不想 那是男孩子玩的 我要跟漂亮姐姐玩 夜郊惊奇地瞪大眼睛 咱们猪猪竟然喜欢漂亮姐姐 猪猪哼了一声 得意极了 当然了 漂亮姐姐爱干净 身上也香香的 和男孩子完全不同 说着 他还嫌弃地扁了扁嘴巴 妈妈 你看他们直接就躺到地上去了 多脏呀 走在他们后面的张翠翠 被小孙女逗笑了 咱们猪猪是爱干净的小公主 被奶奶夸了 猪猪害羞地 把小脸贴近爸爸的胸口 直露出圆溜溜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 可爱极了 接下来三天 逛京城 顺便买其院子里 需要的家具家电等 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夜郊不想那么早去报名 反正报名时间是1号到5号 时间充裕着呢 趁着难得的休息时间 他在家里做了不少好吃的 京城的物资 可比夏合村丰富多了 以前在村子里难得买到的海鲜 京城里随便哪个菜市场都能见到 院子里的香味飘荡在上空 把附近好几个院子里的小孩 都给馋哭了 2号一大早 夜郊就把手里的饭盒 放进路程的布包里 没想到 还是我先送你去上班 他拍了拍自行车的把头 笑着调侃在边上 对镜整理衣服的路程 路程看他一眼 嘴角含笑 这也是难得的体验啊 是挺有趣的 夜郊看他半天 都没有把自己的衣领弄好 走过去给他弄了一下 抬头的时候 两人四目相对 路程迅速地扫了眼爸妈的房间 没人出来 低头就亲了媳妇一口 夜郊也仰着头和他接吻 眉眼如画 早点回来 中午就吃我给你准备的 红烧肉和排骨吧 你们食堂应该有素材 你再加个米饭 他摸了摸路程的口袋 里面有他提前就放进去的票和钱 别省着 我晚点去找人换点票 夜郊到了京城才知道 原来这里的票证分得非常细致 就只说 粮票里面就分了大米 小米 面粉和北河市那边粮票一世金 这种笼统的概念完全不同 其他的还有什么大一票 围巾票 袜子票 真的是事无巨细 什么都有 看得人掩欲 而且京城管的言 票证制度 没有一点可回旋的余地 前几天 夜郊想给大家弄点好吃的 把手里全国通用票 都花得差不多了 想要保证全家人的口粮 就需要额外想办法 路程点头 等我去厂里报到了 应该也能领到不少的票证 晚上我带回来 他伸手摸了摸夜郊的脸 也有点担心 你还是别出门了 等我回来了再说 好 你赶紧走吧 时间不早了 夜郊推开他 送他到院门口 院外的小巷子里 已经有很多人 他们或穿着工装脚步匆匆 或骑着自行车赶路 人来人往的 整个巷子瞬间活了过来 夜郊回想了一下 华国的票据制度 好像到九十年代才取消 这还有十好几年呢 还有的末 回房后 他帮女儿掖了掖背脚 把自己目前有的所有票证 都倒了出来 在夏河村的时候 蔬菜自家产的 猪肉村里养的 每隔几个月 就能分一次肉 后来 他们到了北河市 因为距离村里不远 张翠翠和陆建国 也时不时的 就给他们送点 夜郊还真的 为因为票证烦恼过 没想到到了京城 竟然还能遇到 这样的困境 哎 是我过于想当然了 夜郊无奈的收好票证 把他们分门别类的 放进墓盒内 本来想着 京城肯定更繁华 经济发展更好 会更自由 没想到京城是更繁华了 经济也更好了 但是他对国家政策的落实 也更加严丝合缝 毕竟是天子脚下 娇娇 你还没起吗 张翠翠敲响了房门 来了 妈 夜郊把盒子放进抽屉里 跑过去开门 娇娇 我和你爸想出去转转 张翠翠站在门口 穿着厚厚的棉袄 笑呵呵的 那我去把猪猪喊起来 不用 你让他睡吧 张翠翠赶忙阻止 我和你爸自己出去逛 第216章 皮球 夜郊愣了一下 不用我陪吗 陆建国站在后面几步远 背着手摇头 你在家好好休息 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我和你妈记得路 不会走丢的 是啊 娇娇你就放心吧 张翠翠伸手推夜郊进屋 你赶紧回去 外面老 妈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 说完 他就跟陆建国走了 目送他们俩走远 夜郊有点疑惑 他总感觉 公婆有事瞒着他 妈妈 身后传来女儿的声音 夜郊的注意力瞬间转移 猪猪醒了 妈妈给你弄鸡蛋羹吃 好不好 张翠翠跟着老头子走远了 这才凑过去小声说话 老头子 我们俩真的能找到工作吗 这有什么找不到的 我们还年轻着呢 陆建国背着手 扫了他眼 很是气定神仙 我能扛得动200斤的猪 你也能端得起50斤的猪血 咱到哪儿都会被人抢肥药 张翠翠 况且我还会做木工 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对口的 陆建国到京城来 最大的原因 就是想拓展一下自己的木工手艺 这几天 他也在到处观察呢 已经看中了几个地方 行吧 张翠翠觉得 自己还是要相信老头子 毕竟他如此笃定 两人出了巷子 朝着外面的大街走去 夜交给女儿蒸好蛋羹 就拿了本书看了起来 现在还没买到糖椅 就先勉强坐在普通椅子上看书 晒着太阳 还是挺舒服的 猪猪吃完了蛋羹 抹了抹嘴 乖巧的把碗送回了厨房 他现在还小 身高矮 点着脚也看不见郭妍 只能把碗搁在灶台上 放好碗 猪猪窝在妈妈身边 也开始看自己的书 他的书上都是画 是夜交专门给他找的小人书 两人靠在一起 安静地看着 突然从墙头落下来一个皮球 围墙那边也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 和小孩唧唧喳喳的声音 怎么办 球落到墙那边去了 燕子 都是你的错 你怎么那么用力 扔球的时候 能不能有点准头 这也偏得太离谱了 皮球落在小院里 弹跳着到了夜交脚边 猪猪好奇地瞪大眼睛 放下书 走过去抱起皮球 妈妈 是他们那边打过来的 嗯啊 夜交放下书 坐直身体 猪猪想怎么做 猪猪脸颊微红 到京城好几天了 他也没有玩伴 偶尔听见隔壁院里传来的嬉笑声 很是羡慕 猪猪想把球还给他们 真是乖孩子 夜交笑着摸了摸他翘起的头发 阿姨 阿姨 夜交和猪猪 齐齐看向墙头 墙头露出一个小小的脑袋 小男孩头发很短 只比和尚好一些 阳光下好似一个小刺猬 他长得也偏黑 偏瘦 扒在围墙上 只小小的一只 本来他是朝着夜交说话的 看见皮球在猪猪手里 他又转了个视线 笑呵呵的看向猪猪 小妹妹 能不能帮哥哥把球扔过来 猪猪抱着皮球 看看小男孩 又回头看向妈妈 夜交拍了拍他 笑道 猪猪去吧 好 猪猪兴奋的跳起来 抱着皮球来到围墙边 小男孩激动的伸手 快 你扔上来 我接着 夜交坐在院子里 抱着手臂 玩玩的看着 有时候小孩的思维很有意思 一个觉得自己能接得住 另一个觉得自己一定能扔得上去 猪猪用力点头 好 说着 他用力的扔皮球 皮球只往上升了十几公分 又落了下来 猪猪和小男孩 齐齐傻眼 夜交眉远珠笑出了声 猪猪回头看向他 有点委屈 妈妈 猪猪力气不够 夜交走过去 捡起皮球 看向小男孩 你稍等一会儿 我让猪猪给你们送过去 他是可以把皮球直接扔过墙 但是现在正式让女儿 和隔壁邻居接触的好时机 猪猪需要同龄晚伴 他在围墙上的小男孩 眼睛亮了 谢谢阿姨 说着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围墙那边憋了好久的其他人 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 燕子 你话太多了 我们扛着你很累的呀 快别说了 赶紧去门口拿球 夜交给女儿换了身衣服 把她的公主裙 换成了裤装 穿上了厚实的棉袄 这才牵着女儿 走进隔壁大院 经过堆满杂物的通道 进入院子 原来里面还是留了 公共区域的 好几个水龙头 树立在院子中间位置 夜交猜测 大院里的人 应该都在这里洗漱 洗衣服 洗菜当 院子里还晒了床单被套 房顶上也有破解 不知道晒的什么 很有生活气息 也很是拥挤 你们的球 猪猪抱着皮球走过去 眨巴着大眼睛 谢谢你 之前趴在围墙上的小男孩 接过皮球 高兴的笑了 猪猪站在原地眼巴巴的看着自己 迟疑的开口 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吗 我可以吗 猪猪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扭头看向妈妈 妈妈 我可以去跟他们一起玩吗 打皮球的这伙小孩里 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但是也有两个女孩 夜交点头 可以 猪猪去吧 好 猪猪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小跑着过去 夜交站在边上看了花 发现女儿跟小朋友们玩得挺好的 放心不少 进来做花 院子里 距离夜交最近的房间 走出来一位长相交好的女人 你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吧 你好 我叫秦玉萍 我男人是京城钢铁总厂的 你好 夜交赶忙点头回应 我是夜交 那个黑皮娃是我儿子 他刚才趴墙头上大喊大叫的 是不是吓到你了 秦玉萍笑呵呵的说着 给夜交倒了杯水 又把过年时候准备的各种干果 花生都端了出来 没有没有 夜交笑着白手 他挺有意思的 精神头很足 这年代 想要养活一个小孩 可是很困难的 基本上大人 小孩都处于半机不保的状态 刚才的小黑孩 看着黑兽 实际上蹦蹦跳跳的 养得很结实 你家女儿养得才好呢 白白嫩嫩的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她这么好看的女娃 秦玉萍是从农村 嫁到城里来的 他们村里非常重男轻女 女孩能活下来 就算不错的了 哪会像猪猪那般精心养着 还穿崭新的漂亮衣服 第217章 奶糖友情 夜交和秦玉萍聊着天 同时也关注着 女儿那边的情况 看她和其他小朋友 玩得挺好的 特别是燕子 很照顾猪猪 啤球到了她脚下 总会传给猪猪 夜交放下心来 看了一会儿 回家端了 满满一果盘的吃食过来 和秦玉萍的果盘放在一起 两人喝着茶 磕着瓜子 也挺惬意 妈妈 中场休息的时候 猪猪如同小炮弹一般冲了进来 慢点跑 夜交赶忙伸手抱住她 拿出手帕给她擦汗 猪猪笑得高兴极了 抱着妈妈的腰摇晃着 妈妈 你看到猪猪进球了吗 看到了 我们猪猪真厉害 夜交宠溺的点头 小朋友玩皮球没什么规则 有时候当篮球拍 有时候又当足球踢 院子不大 硬是给他们跑出了足球场的感觉 喝点水 夜交把猪猪的水壶打开递过去 猪猪拿着水壶 仰头蹲蹲蹲的喝着 其他小朋友这时候也过来了 秦玉萍拿出一个缺了口的小碗 让他们轮流喝 妈妈 我可以吃糖吗 黑瘦的小男孩喝着水 眼睛落在果盘上 就再也移不开了 他们家的果盘 都是年前准备的 凉不多 却硬是吃了快一个月 还七八分满 要是其他时候 秦玉萍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现在当着夜交的面 他也不能太小气 于是伸手从果盘里 拿了颗水果糖给儿子 慢点吃哈 等会儿要吃中饭了 嗯嗯 小男孩拿到糖果 迫不及待的 把外面彩色的透明糖纸解开 糖果塞进嘴里 好吃 酸酸甜甜的味道 其他小孩都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 正轮到喝水的小女孩 放慢了喝水的动作 一小口地吞着 好似能从白开水里 喝出甜味来 小朋友们这样的表现 让夜交心情复杂 他好像只在刚穿越那几天 感觉到这个时代的艰难 自从开始弄黄豆辣椒酱后 手里的钱就没有少过了 各种吃食也都能得到满足 猪猪窝在他怀里 一口一口地喝着水 眼神清澈明亮 夜交低头看他 猪猪 你愿意把糖果分给哥哥姐姐们吗 他是端了果盘过来的 相对于秦玉萍家的果盘 以干果为主 夜交这个果盘里 更多的却是糖果 还是很少见的奶糖 可能是小朋友们 没有见过这样的糖果外衣 没有发现他也是糖 眼神更多放在了 秦玉萍那盘五颜六色的水果糖上 在夜交说出上面那句话后 整个房间瞬间就安静了 秦玉萍嘴巴张了张 想劝夜交省着点 又觉得有点交浅延伸 几乎所有小朋友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猪猪身上 每个人眼中都透露出期盼 猪猪眨巴着眼睛 放下水壶 猪猪愿意 好 那你去吧 夜交笑着把果盘端给他 猪猪手臂短 抱着果盘 就如同抱着一整个满月 艰难得很 迎着大家渴望的眼神 猪猪想了想 又把果盘放回来了原来的位置 夜交笑看着 只见猪猪放下果盘后 先是数了数在场的 小朋友的人数 又把果盘里的糖果都倒了出来 数了数糖果数量 在家的时候 夜交教过他 从一数到十 他就把糖果十个十个地方好 这里一共有八个小朋友 糖果总共三十五颗 成厨法他还没有学过 猪猪为难地掰着自己的手指头 艰难地分着 秦玉萍的儿子 小明燕子的小黑孩凑过去 猪猪 我教你 好呀 有了燕子的帮忙 猪猪很快就把糖果给分好了 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四颗糖 他们小心翼翼地撕开糖纸 先吃了一颗 剩下的三颗放进口袋里 至于是等会一起吃掉 还是留到后面再说 就不一定了 吃到了糖 小朋友们更高兴了 在燕子的带领下 横冬礼貌地和夜娇到了线 拉着猪猪又重新跑了出去 猪猪如此大方 竟然愿意把糖果都分给他们 他们也要好好的和猪猪玩 秦玉萍看夜娇 就这么简单地 把自己带来的果盘分空了 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按理说 她也应该跟着夜娇后面 表现得大方一点 但是她真的舍不得 夜娇看出了她的尴尬 不动声色地笑着说 我还挺不舍得的 这些奶糖花了家里不少钱 幸好正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在京城又没什么亲切 不然我还要担心 后面拿什么招待拜年的人呢 秦玉萍听她这么说 脸色肉眼可见得好看起来 可不是吗 现在家家都困难 手里的钱一分都要掰成两半花 我们家为了撑门面买了点年货 现在也是精打细算的过着 没事 等你男人发工资就好了 夜娇笑着接话 哈哈 是啊 幸好咱们男人有稳定的工资 秦玉萍对自家男人五级工的工资 那是非常满意的 这年代能拿到66 53元工资的人可少得很 而且在工资之外 他男人还会有额定的票证和奖金 相对于大院里其他人家 他们家算是过得好的了 对了 娇娇 你男人是几级工啊 他们之前已经交换过信息 秦玉萍知道 夜娇的男人 今天也要入职钢铁总厂 我也不知道 他说还需要厂里重新确定 说实话 夜娇不知道 陆成会给自己弄什么样的职位 他更多的应该是管理层吧 作为城峰集团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存在 这样 希望他能定个好级点 每个等级工资相差还挺大的呢 共产思想下 厂职工每个等级 对应多少工资 几乎是公开的 从一级工到八级工依次增加 八级工的工资 最低一百零几块 最高一百三四十块 在网上 就是工程师等级了 一百到三百都有 夜娇笑着点头 问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玉萍 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票证吗 我们一家刚来经 很多东西都没置办权 想要用钱换点票 你们的四合院是分配的吧 里面肯定已经搬空了 是要置半点家具 秦玉萍住的近 对隔壁院子的情况 可谓是了如指掌 隔壁的四合院 是去年就开始整修的 当时他还过去看过 问过监工的街道办张主任 这院子以后会怎么分 张主任没有透露 秦玉萍还以为整修好之后 会按房间分给住房困难的人家呢 没成想 竟然弄成了一整个院子 落到了夜娇他们夫妻俩手里 真羡慕你们一家子 可以住那么大的院子 第218章 爸妈找工作 我男人之前做了几个挺重要的项目 叶娇笑笑没有多说什么 他现在说什么都是炫耀 是这样啊 秦玉萍恍然大悟 又很是羡慕 你男人真厉害 打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秦玉萍这才回答 叶娇之前的问题 其实现在大家都挺缺钱的 有些人家手里票正多 但是钱不够 就只能压在手里 你可以往北边巷子去逛逛 他们是纺织厂的老员工 纺织厂是经理出了名的工资低 票正多 叶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北边 好吧 他一个南方人 到现在为止 都没能分清楚东西南北 等路程回来了再说吧 反正也不急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 叶娇出门把女儿喊了回来 牵着猪猪回了家 叶娇闻到了肉香 妈 你们回来了 娇娇 咱们中午吃糟子面啊 张翠翠从厨房探出身子 笑着喊了一句 好嘞 我先带猪猪去换身衣服 他跑了一上午 衣服都湿了 进了房间 叶娇就把猪猪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 给他用热水擦了一下 换上干净的衣服 这才牵着他到正厅吃饭 陆建国和张翠翠 已经在正厅等着了 猪猪 早上玩得开心吗 奶奶在院子这边 都听见你的笑声了 张翠翠给猪猪 咬了满满一大勺肉末茄子 浇在面上 笑呵呵的 把他专用的小碗 送到他面前 猪猪熟练的拿着短短的筷子 卷着面条 高兴的大眼睛都眯了起来 奶奶 猪猪跟燕子哥他们 玩得可好了 他们都让着猪猪 真的吗 哈哈 奶奶的猪猪 真是人见人爱 猪猪吃了口面条 脸颊微红 其实也没有了 是妈妈让猪猪 给他们分了奶糖 他们才对猪猪这么好 年纪小小的猪猪也不傻 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 为什么其他小朋友 愿意跟他玩 愿意让着他 不过 原因并不重要 猪猪喜欢的 是跟朋友们玩的过程 大家都开心最重要 张翠翠才不这么认为呢 不会的 他们肯定是看我们猪猪 长得可爱 夜娇听着他们的对话 低头认真地吃面条 面条很劲道 是张翠翠自己揉面 在切出来的 切得比较细 口感会比刀削面更好 也更入味 吃面的时候 夜娇发现 边上坐着的公公 一言不发 爸 你和妈去哪了 好玩吗 陆建国抿了抿唇 还行吧 张翠翠瞥他一眼 朝夜娇舌的眼色 夜娇会议的不再提起 等吃完了面 红女儿睡了午觉 夜娇才找到机会 跟婆婆单独说话 妈 你和咱爸这次出去 发生啥事了 张翠翠压低声音 我们去找工作了 但是问了好几个地方 人家都嫌弃我们年纪大 夜娇惊讶的瞪大眼睛 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啊 还不是你爸 他总觉得 凭他的手艺 只要展示出来 别人肯定要他呗 张翠翠翻了个白眼 有点无奈 现在工作不好找 夜娇低头想了想 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了 他们都需要安置 城里的岗位有限 给年轻力壮的知青们 都不够呢 是啊 张翠翠叹了口气 捡起地上的玉米 开始给他脱力 手里不干点活 他总觉得缺点什么 夜娇把邓子怡的更近点 也捡起一根玉米 嗯 这些玉米粒 晚上还能炒点香肠吃 但是我和你爸 也不能在家里干吃饭呀 娇娇 你有什么想法不 张翠翠期待地看向夜娇 你向来主意多 给妈吃个招 夜娇笑道 我之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是想让你和爸 到这边来开个小店的 什么小店 服装店 我和二嫂 不是弄了个服装厂吗 我们大部分的货 都拉到深城那边去卖 倒不是不想 卖到其他地方 但是其他地方没人卖啊 我想着 你和爸正好到京城来了 我们的人卖就全了 卖衣服 张翠翠手里动作一停 皱着眉头思考 我倒是可以 你们那儿衣服 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你爸肯定不行 服装厂现在主要生产女装 陆建国无用武之处啊 总不能让他一个大男人 去给女人推销吧 只要想到那个画面 张翠翠就忍不住浑身打哆嗦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你爸会疯掉的 我也吃不消 夜娇哭笑不得 不是啊 妈 衣服多的也重啊 爸正好可以帮你运货 服装店里可不是只有一个店面 他还需要仓储的 大部分服装店前面是卖衣服的 后面是放衣服的仓库 从仓库里拿衣服的工作 陆建国能做 你妈我可是能单手 扛起50斤猪鞋的女人 我哪需要 他帮我运衣服啊 张翠翠连连白手 夜娇无奈了 那您说怎么办 短时间 我也想不到其他工作了 他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行 陆成那边就更不行了 他现在更多做的是电子产品等高精尖的东西 你爸还挺想做木工活的 张翠翠想起一早上两人碰过的病 他家老头子专门盯着木材店和家具店去 现在的木材店可不是单纯的卖木材 他还承接各种加工的活 比如简单的搭木架 雕刻等 家具店就更不简单了 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家具厂了 家具都是定做的 选好了款式 卖家才开始做 买家等着 你知道他的 以前咱家里那些桌椅板凳 都是你爸打的 就是后面要下地赚公分了 他才没精力去琢磨这些 这样啊 叶娇回想了一下 公公是挺喜欢弄木头的 就他们夏河村的陆家大院里 还有他的工具呢 那我再想想办法 嗯 娇娇 最好能给他弄个木工活干着 否则他肯定想回家了 张翠翠还挺喜欢城里的生活的 并不想这么快就回村里去 妈的话 开服装店很好 我喜欢卖东西 成 叶娇用力点头 答应下来 等晚上阿诚回来了 我跟他商量一下 两婆媳聊完天 又偷摸的各自回房了 厨房里只剩下一碗 刚包好的玉米粒 下午 陆建国和张翠翠又出去了 叶娇把猪猪送到隔壁 自己回了家 开始画设计图 冬天的时候 初春下款 是服装行业的惯例 他们厂子明年的新款服装 也需要提前准备了 幸好 厂子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设计部门 叶娇只需要设计几款 主打服装即可 第219章 大院生活 爸爸 爸爸 猪猪今天进了六个球 是吗 猪猪真厉害 嘻嘻嘻 叶娇听见了院子里传来的笑声 放下铅笔 走了出去 还没看见父女俩的身影 他自己先笑了起来 猪猪怎么跟爸爸一起回来了 下午妈妈喊你回来 你也一点都不愿意 猪猪满头大汗 小手被陆成牵着 两只脚蹦蹦跳跳的 一点都没有淑女的样子 身上的衣服也早就脏了 他听见妈妈的声音 脸颊飘起一抹飞红 妈妈 陆成放开他的手 先把自行车停好 拿下把头上挂着的饭盒包 我经过隔壁大院的时候 正好听见了猪猪的声音 就进去看了一眼 对了 我今天去上班才知道 厂里有个工人 就住在我们隔壁 叶娇走过来 接过他手里的饭盒 你说的是吴天康吧 嗯 你认识他 陆成疑惑的挑眉 我今天和他老婆 秦玉平聊了好久 他儿子也跟咱家的猪猪关系好 是不是啊 猪猪 猪猪正点着脚去购毛巾呢 文言用力点头 燕子哥哥是猪猪最好的朋友 他喜欢给猪猪传球 陆成看女儿动作艰难 过去帮他把毛巾抽了下来 坐在凳子上 给他小心地擦脸 猪猪这么快 就交到好朋友了呀 真厉害 嘻嘻 猪猪厉害 猪猪高兴极了 小脸被擦着 他就趁转头的时候 和爸爸说今天完了什么 两夫女高兴着呢 夜娇也不去凑热闹 把陆成的饭盒拿出来洗了 爸妈呢 陆成转头看向后面的房间 他回来这么久 爸妈都没赢出来 爸妈出去找工作了 陆成眉头皱起 现在工作不好找 是啊 我也这么跟他们说 夜娇洗了两个苹果出来 一个色陆成手里 另外一个他和女儿分着吃 但是爸有点急 晚上我跟爸聊聊 陆成边吃苹果 边说 我今天领到这个月的工资了 陆成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他 你收起来 夜娇打开信封 把里面的钱和票都倒出来 和猪猪一起数 这也是猪猪的算术锻炼时刻 竟然有154块钱 夜娇数完钱 惊讶地看向自家男人 你这个工资 比八级工都高了 陆成有点得意 冲他羊了羊眉毛 那当然了 你男是什么人啊 厂里给了我六级工程师的职位 主要负责带项目 手底下有十几号人呢 现在的成峰集团旗下有几千人 夜娇也没见 陆成有多高的情绪 现在只带十几个人 就得一成这样 陆成阵阵有词 这当然不一样 成峰说到底 也只是一个私企 几千号人大部分都是流水线上的 钢铁总厂分配给我的十几个人 那可是实打实的技术员 是要出研究成果的 我男人真厉害 夜娇朝他竖起大拇指 狠狠地夸奖 今天晚上 给你做你最喜欢的番茄牛奶 好好犒劳你 猪猪也要吃番茄牛奶 窝在爸爸怀里撒娇的猪猪 也高兴地喊道 好好好 大家都吃 夜娇宠你的捏了捏女儿的小鼻子 给猪猪洗了澡 又穿了身干净的衣服 夜娇就进入厨房去忙碌了 没忙一会儿 陆建国和张翠翠就回来了 看他们的神色 应该是还没有结果 晚上 趁着人少 夜娇和路程出门换了票 他们要尽快 把各种票证都备齐 他们这边安静温馨 隔壁院子在傍晚的时候 却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声来自于外院 其他人家都边吃饭边听八卦 住在大院里 是一点秘密都别享有 别说吵架了 就是晚上夫妻那个啥 隔壁都能听见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听别人家的八卦 是大院里众人最喜欢的节目 特别是知道别人家过得不好 他们就更高兴了 只有吵架的人是真的伤心 秦玉萍看着手里的二十块钱 眼泪止不住滴流 今天发工资 你就往家拿二十块钱 吴天康 你是真当我是聚宝盆啊 你给我二十 我明天就能给你变出来四十来 二十块钱能干什么 买粗量都不够我们一家三口吃 到月底的 吴天康累了一天 实在不愿意听媳妇叽叽歪歪 他不耐烦的 把脱下来的衣服摔到床上 钱不够 那就省着点花 省 我还不够省吗 你看看这个果盘 从年前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还剩下一大半 燕子想吃 我也只给他尝尝味 吴天康 如果不是我精打细算 你以为咱家的日子还能过下去 越说越伤心 秦玉萍坐在凳子上抹眼泪 想起今天上午看见的叶娇 秦玉萍就更加悲伤 叶娇身上穿的衣服 一看就价格不菲 手腕上甚至还有手表 而他呢 一身洗的发白的衣服 手上只有厚厚的剪子 别说手表了 连根心头绳都没有 那我能怎么办 我工资只有这么点 要养你和儿子 还要养爸妈 吴天康被他说得心虚 声音也低下去了 坐在床檐暗自叹气 秦玉萍抹了把泪 我看你不是养爸妈 是养那两个侄子吧 都要养啊 小宝 小辈他们没有爸妈了 我再不顾着他们点 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是 你吴天康是圣人 是道德彪兵 把人家的孩子 养得白白胖胖的 自己的儿子瘦成什么样了 你是一点没瞧见 秦玉萍气的 拿东西砸他 伸手一指 坐在门槛上的燕子 黑黑瘦瘦的燕子 身体僵了一下 含在嘴里的糖 也不敢用舌头去顶了 偷摸的回头 看一眼爸爸妈妈 见他们没有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松了口气 开心的继续吃糖 猪猪给的奶糖 真好吃 分糖果的时候 每人四颗 还剩下了三颗 猪猪偷摸的 全都塞进了他的口袋 所以 他现在才能吃到 好吃的奶糖 伸手小心地 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燕子脸上露出 幸福的笑容 吃了糖就能少吃点饭了 妈妈就不会哭 看着儿子瘦小的背影 吴天康眼中 闪过一抹愧疚 被媳妇砸了也不生气 声音放软了不少 我下个月 把全部的工资都拿回来 今天是妈到厂门口等我 说小宝发烧了 我才多给了点 秦玉萍埋头流泪 自家男人上个月 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是小辈生病了 反正他婆婆总有万般理由 你别哭了 看自家媳妇一直哭 吴天康也有点过意不去 摸了摸自己的板寸头 脑中突然有灵光闪过 我明天就去申请 加入新项目组 等出成果了 肯定能多得很多奖金 看媳妇一点反应都没有 吴天康提高了生意 玉萍 我跟你说 我们厂今天 新来了一位六级工程师 据说他曾经做出过随身厅 这次到我们厂来 也是自带项目的 如果能加入他的项目组 以后我肯定能顺利升级 第二百二十章 别具美感 吴天康现在是五级技术工 工资是六十六 五十三元 如果能升到六级工 那就有七十七 八十五元 足足多了十一块多呢 想升到六级工可不容易 吴天康已经考过两回了 都没成功 他分析过 想要升到六级 他就必须学到一项新的能力 但是常理谁会把自己的技术 交给别人 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 路程的项目组 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空降过来的领导 想要让大家心服口服 肯定得付出点东西 新来的 六级工程师 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 让秦玉萍心里 有了个不敢想象的念头 他放下手 转头看向自家男人 那个新来的工程师 叫什么名字 吴天康不明所以 听说叫路程 我们都喊他路工程师 路程 秦玉萍眼睛逐渐瞪大 竟然真的是夜交他男人 他可真有福气啊 吴天康更摸不着头脑了 你说什么呢 秦玉萍猛然回神 脸上的兴奋 怎么都止不住 我今天还跟他媳妇聊了好几个小时呢 还有这事 吴天康也震惊了 他今天出场门 就被自己老妈拦住了 回来的晚 完美的错过了 和路程同路回家的机会 可不是吗 秦玉萍高兴得很 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喷喷喷的 老欧 你进他项目组的事 我估计能行 我今天听夜交说 他男人之前 就跟国家合作过好几个项目 而且都成功了 他们家拿了好多奖金呢 这么厉害 吴天康双拳紧握 看来我真的要去争取一下 他性子保守 今天厂长过来选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站出来 刚才说那话 也只是口头安慰一下媳妇 现在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应该还来得及 路工程师的项目组 现在才选了十几个人 听说他想要二十个人来着 他明天到厂里就去自建 一定能行 六级工程师啊 那他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 秦玉萍兴奋劲过了 开始念叨钱的事情 吴天康对这个门亲 一个月一百五十四元 死 秦玉萍倒吸一口凉气 竟然有这么多 那当然了 人家可是工程师 八级工上面才是工程师呢 吴天康美好气的哼了一声 觉得自家媳妇少见多怪 真厉害 秦玉萍叹息 好一会儿后才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边把钱收进自己的棉袄内袋 边往屋外走 厨房没事了 我去煮粥 他们大院的厨房是公用的 碰到饭点都得排队 吴天康听见粥就没胃口 他们家都连续好几天喝粥了 他眉头皱了起来 今天第一次后悔 给老妈钱的时候过于大方 爸爸 你吃 嘴边突然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 吴天康惊讶地低头 燕子养着小脑袋 笑得可爱 把手里捏着的奶糖又往前送了送 爸爸 吃糖 吴天康眼眶一酸 双手抱起儿子 爸爸不吃 燕子自己吃吧 我要好多个呢 燕子像是分享小秘密般 拉开自己的口袋 给他爸看里面还剩下的三颗奶糖 你哪来这么多糖 吴天康抵不过儿子好意 咬了一半奶糖 剩下的哄儿子吃了 燕子咬着奶糖 喜滋滋的 猪猪给的 他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给爸爸说了一遍 吴天康抱着儿子 手掌下是儿子瘦的皮包骨的触感 瞬间被愧疚淹没 叶娇和陆成换到足够的票证回家后 猪猪已经睡着了 张翠翠房间的灯还亮着 听见他们的声音 走出来看了眼 猪猪今天就跟我们睡吧 你们俩早点休息 好的 谢谢妈 叶娇赶忙回答 猪猪单独的房间已经整理出来了 但是他们刚到京城不久 怕猪猪一个人睡觉害怕 这几天 叶娇都带着他一起睡 给你们留了夜宵 说完 张翠翠就回房了 很快关了灯 叶娇拿出自己放钱和票证的木盒子 把口袋里换到的票都拿出来 打算分门别类后再存好 你先去洗吧 他说的头也不抬 陆成脱外套的动作停了一瞬 挑眉朝他看来 两久没有听见动静 叶娇疑惑的抬头 怎么还不去 媳妇 你没觉得 你现在对我很冷淡 陆成凑到他面前 蹲下 俊美的脸上表情略委屈 叶娇眨了眨眼 合上木盒子 双手搭在上面 很是无辜的歪着脑袋 有吗 有 陆成斩钉截铁地点头 自从女儿出生后 我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叶娇 这个时间炮打的有点远了 你是不是想用过就炮 叶娇 我只是你生女儿的工具 看他越说越认真 神色也从故作委屈 变成了带点怀疑 叶娇觉得自己再不开口 今天晚上这一出 就别想过去了 于是他开口了 其实也差不多 什么 陆成瞪眼 膝盖都弹动了一下 好似下一秒就能暴跳起 叶娇伸手按住他的膝盖 眼带笑意 开个玩笑了 我还是爱你的呀 每天我都给你一个晚安稳呢 你送给我的项链 我也一直戴着 他拿出自己衣服里的项链 兰花吊坠在灯光下 闪烁着漂亮的光芒 花蕊里细碎的钻石 精致又小巧 陆成满意地笑了 抓住他的手 那你跟我一起写 叶娇被迫起身 跟着他走进浴室 站在花洒下的时候 深觉自己被骗了 轻 轻点 浴室到处都很湿滑 就算有暖气供着 墙壁也是冰凉的 叶娇伸手撑在墙上 面前是冰冷的 身后是火热的 只能难耐地仰着头 露出自己优美的天鹅景 下一秒 他的脖梗就被身后的男人稳住了 留下朵朵红眉 搭配着兰花项链 别具美感 幸好现在天气凉 明天穿高领毛衣就能遮住 雾气阴晕中 叶娇咬着自己的唇 不让更多羞耻的声音传出去 免得身后的男人更加激动 最后 叶娇彻底地败了 他软软地倒下去 被露成整个揉进怀中 红润的双唇微微张开 暧昧的声音声若隐若现 微肿得唇半上水亮亮的 被擦干身体 放进柔软的床榻后 叶娇刚碰到枕头 就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 叶娇不出意外的起碗了 只迷迷糊糊地听见院子里的声音 咦 阿成 妈给你们留的夜宵 怎么没吃啊 露成理直气壮的声音跟在后面 哦 我们昨天回来就睡了 太困 没想起来吃 叶娇 胡说八道 你困个屁 你把我折腾得不行 第二百十一章 金大 偶然得知报道后就必须住校 叶娇推迟了去学校报道的时间 卡在最后一天三月五号过去 露成专门请了一天假 开着车送他到金大 车子是昨天刚送到的 乘丰集团出钱钢铁厂搞定配额 一家五口都过来了 这就是金大 真漂亮 张翠翠抱着小孙女 好奇地看向车窗外 校园内到处都是人 最后一个报道时间 有不少家园的同学 紧赶慢赶地过来 人再多 看见路程开的这辆吉普车 都让开了路 还好奇地打亮两眼 猪猪 你以后也要跟妈妈一样 考到这么好的大学来哦 张翠翠不忘教育孙女 小手爬在车窗上的猪猪 认真的点头 奶奶 猪猪会努力的 夜娇坐在副驾驶 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这是刚进校门的时候领的 上面详细地标注了报道处 缴废处 食堂 宿舍等 顺着这条道一直开 到午教的时候右拐 五号教学楼楼顶有标志 好 路程掌控着方向盘 放慢速度 五分钟后 夜娇远远地就看见了报道处 长长的客桌摆了一排 每隔几桌就有个旗帜 上面写了院系的名字 路程找了个空地把车停下 然后一家子人都朝着报到处走去 老师您好 我是爱报道的新生 夜娇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和各种证明递了过去 夜娇同学 你的宿舍在A312 你在这里签个名就行 夜娇立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拿出自己的随身小本子 把宿舍号寄了下来 他向来信奉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记得到旁边那栋楼去缴费 建议你一次性充满一个月的伙食费 免得月末不够吃 夜娇笑着点头 谢谢老师 阿诚 我需要先去缴费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办理报道手续 路程站着他三不远的位置 文言点了点头 好 我跟你一起去 爸妈 你们带珠珠在附近逛一圈 我们马上回来 夜娇交代了一声 好嘞 张翠翠笑呵呵地回答 牵着珠珠到了边上的小摊子上 报道处人流量可大了 有脑子活的学生 趁这个时间摆小地摊赚钱 学校并不阻止 反而还专门给他们画了一块地 于是 报名处左边那一片地方 就摆了一溜的摊子 上面卖的都是一些小东西 除了本子 笔等 最多的就是各种漂亮的发圈 发卡 耳钉 项链等小配饰 款式新颖 因为并非金银制品 价格还挺便宜的 这些东西亮晶晶的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珠珠刚走到这里 就一不开眼了 等夜娇和路程走了 外语系负责报道的两个老师 小声地交流了起来 刚才那个女生长得挺好看的 不比李一曼差 嗯呐 说话还挺温柔的 好像已经结婚了吧 刚才等在边上的男生 就是他老公 不会吧 他看上去年纪不大呀 估计下乡的时候年纪小 你看那个小女孩 应该是他女儿 他报道 竟然带老公和女儿一起过来 短头发的老师脸上 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现在对他更有好感了 他比李一曼可好了太多 现在考上大学 还不抛弃弃子的太少了 金大在高考恢复之前 招收的都是工农兵大学生 别看只是推荐入学的 好似入学的人品格都经过审核 就能万无一失了 在金大待过几年的老师们 都知道这里面的龌龊 推荐入学后 抛弃弃子 抛夫弃子的大有人在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 这种现象肯定会更严重 这五天来报名的学生们 年纪都偏大 他们里面结过婚的肯定不少 但是过来报道的时候 却都只有一个人 哎 今年不知道会闹出多少乱子 前些年就发生过好几波 带着孩子冲到学校来闹的事情 别说了 又来人了 叶娇可不知道他们这边的讨论 他和陆成进了大楼 发现里面有好几个窗口 每个窗口前都排满了人 叶娇瞬间就丧气了 这不得排半个多小时 陆成安慰他 我们分开排 你先去办校园卡 我去买粮票 金大的粮票是校内专用 饭菜都可以用粮票支付 相当于校内通用货币 好 叶娇仰着头 冲他露出甜蜜的笑 压低声音说 谢谢老公 留到晚上谢我 陆成唇角微钩 镜子走向领取粮票的窗口 叶娇觉得 自己耳根肯定红了 低头掩饰般的咳嗽了两声 走向办理校园卡的窗口 排了十几分钟才轮到他 叶娇把自己的报到单地过去 很快就领到了自己的校园卡 把玩着这张绿色的校园卡 看着上面的一寸照片 和自己的名字 叶娇终于有了实质上的感受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精大的学生了 两辈子 第一次上大学 娇娇 我领了一百斤粮票 陆成拿着一大碟五颜六色的粮票 走了过来 叶娇惊讶的瞪大眼睛 你怎么领了这么多 学校有给补贴 一个月二十斤粮票 我怕你不够吃 又买了八十斤 陆成把粮票递到他面前 笑着说 叶娇 你这是把我当猪痒呀 一百斤 他要吃到什么时候去 没事 你多买点肉吃 很快就能花掉了 陆成笑容灿烂 从他身边经过的学生们 都用古怪的眼神打量他 叶娇耳朵尖 还听见学生们飘远的议论声 那个人真有钱 学校的粮票五毛钱一斤 他竟然一次性买了八十斤 我看是真能吃吧 竟然能吃那么多 叶娇 名声被毁 他赶忙把粮票都收进包里 拉着陆成就跑 陆成不明所以的跟在他后面 大长腿脉不大 很轻松的就能跟上 还脸不红气不喘 爸妈 我们办好手续了 现在一起去看看宿舍吗 叶娇很轻易的 就在一个小地摊前面 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朱朱小小的身体圆滚滚的 蹲在小地摊前面 一只小手还很聪明地 按在自己的裙摆上 这是叶娇教他的 蹲下 坐下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裙子 不论是谁都不能掀他的裙摆 朱朱一直记得很清楚 裙摆是坚决不让别人碰的 就算是爷爷和爸爸都不行 第222章 女生宿舍 张翠翠听见声音 站了起来 叶娇一眼就看见了 他耳朵上戴着的一对耳钉 很漂亮的大红色花朵 张翠翠是打了耳洞的 但是叶娇从来没有见他 带过任何耳饰 在混乱的年代里 朴素才是安全 迎着他的目光 张翠翠有点不好意思的 摸了摸自己的耳垂 好看吗 陆建国站在他边上 和张翠翠之间 只隔了一只小小的猪猪 没等叶娇回答 率先点头 好看 叶娇揉了眼眸 挽住张翠翠的手臂 好看的 妈 你带着很显年轻 本来张翠翠的年纪就不大 前两年刚过50岁生日 放在后世 50岁的女明星 还能凹哨女人设呢 真的吗 张翠翠很没自信 伸手想要把耳钉摘下来 大红色还是太张扬了 不太适合我 叶娇能从她眼中看出可怕 笑着伸手 帮她整理了一下 病边的碎发 妈 这样用头发 稍微遮一下就行 若隐若现得很漂亮 听到头发 能遮住大红色的耳钉 张翠翠迟疑地放下手 那我就这么带着 带着吧 坐在摊位后面的女学生 安静地听了好久 这时候笑了起来 大姐 我就说你 很适合这款耳钉吧 你看你女儿都这么觉得 咱现在可不是过去了 大家都可追求时髦 她看叶娇和张翠翠很亲密 以为她们是母女 看见爸妈过来 高兴地蹦跋着扑过去的猪猪 早在叶娇说话的时候 就到了陆成腿边 陆成蹲下身 跟她说了几句悄悄话 就笑着把她抱了起来 娇娇 猪猪手里的这几个 也一起买了吧 她看中什么了 叶娇好奇地转头看了过去 陆成抱着女儿 还能空出一只手 勾着猪猪衣服上的小口 带往下 露出里面闪亮的东西 怕爸爸把自己的口袋扯坏了 猪猪赶忙伸手护着 小脸红扑扑地朝叶娇笑 妈妈 这些都是猪猪的宝贝 给妈妈看看 叶娇凑过去 好 猪猪乖巧地松手 哟 两条手链 还有四只小兔子耳坠 叶娇好笑地把所有东西 摊放在自己左手手心 咱猪猪人小 心可不小呢 嘿嘿 他们漂亮 猪猪喜欢小兔子 猪猪窝在爸爸怀里 害羞得无脸 可是猪猪还没有耳洞呀 耳坠你带不了 叶娇告诉他 这个残酷的真相 要么我们带他去 打个耳洞吧 我们很小就打耳洞 张翠翠提议到 叶娇并不赞同 等他过了18岁再说吧 现在打耳洞太早了 他还在发育 耳垂以后 还有可能会变化 现在打的耳洞以后 可能就歪了 不好看 这样啊 本来还有点 不高兴的张翠翠文言 摸了摸耳垂 好像自己的耳洞 是不太对称 是啊 妈 你看我的耳洞 左边偏了不少呢 叶娇笑着凑过去给他看 路程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把女儿往上拖了拖 觉得自己媳妇真聪明 猪猪和张翠翠手里 这些东西 都是付过钱的 和小汤后面的女生道别后 他们一家人 就奔向下一个目的地 叶娇的宿舍 走了十几分钟 经过一个林荫小道后 就到了宿舍区 足足八栋楼 A1 A8 前面四栋是女生宿舍 后面四栋是男生宿舍 叶娇找到A3 在一楼宿管阿姨那里 登记了自己的名字 拿到了213的钥匙 你就是叶娇呀 宿管阿姨说话挺温柔的 看着救面扇 她看见叶娇签下的名字 就笑了起来 弯腰从书桌的抽屉里 拿出一封信 这里有你一封信 嗯 叶娇真的愣住了 她才刚到学校报到 就有信了 谁给她记的 这么神奇 你看看 是不是你的 上面写了 经大外语系 一年级叶娇 你们还没有开始上课 学校的邮局 就按照分配好的宿舍号 送过来了 宿管阿姨解释了一句 好的 谢谢阿姨 叶娇方看了一下信封 没有从上面看到 什么有效信息 真奇怪 我刚到学校报到 就有人给我寄信了 叶娇把信封给陆成看 等会儿拆开看看 陆成眉风微皱 嗯 陆成和陆建国是男性 刚才进门的时候 在宿管阿姨那里 签过保证书的 拿着钥匙到213 叶娇没有直接开门 而是让陆成他们都离远点 他自己伸手敲门 请进 门没关 里面传来清亮的女生 肯定是我们宿舍 最后一个同学到了 不知道他今年几岁 能不能让他当老六呀 听着这些年轻的声音 叶娇的脸上 也露出了开心的笑 看来一个宿舍里 要住六个女生 他即将拥有五个摄友 叶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推开了宿舍门 里面的格局 和叶娇想象的一样 中间是公共区域 两边靠墙 分别有三个床位 每个床位下方 又有一张桌子 和一个衣柜 此时 房内的五个人 琪琪看了过来 嗨 叶娇朝他们招手 打了声招呼 静默了几秒 然后就是之前 那个说门没关的 清亮女生响起 天哪 外语系果然出美女 我们最后一个摄友 竟然这么漂亮 来来来 快进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声音清亮的短发女孩 跑了过来 拉住了叶娇的手 左边这三位是 赵红 钱灵 孙家 右边的呢 我叫周婷婷 好家伙 他们宿舍竟然集齐了 百家姓前面的五大贵族 你呢 你叫什么 我很抱歉 叶娇露出惭愧的表情 我不姓吴 五人愣了一瞬 继而爆发出哄堂大笑 周婷婷抹了把自己的眼泪 好容易才止住爆笑的冲动 那你姓郑王不 也不 叶娇贪手 真是不好意思 我打破了咱们宿舍的规律 我姓叶来着 叫叶娇 姐妹 你还挺有意思的 快快快进来 对了 你怎么没有行李啊 周婷婷把她拉了进来 这才发现重点 我的行李还在下面 实际上是在车上 叶娇才不想带着 大包小包的跑流程 对了 我爱人和女儿还在外面 他们能进来吗 周婷婷愣了一下 你带着爱人和女儿来报名 是啊 我还带着公公和婆婆呢 有什么不对吗 叶娇疑惑的看向她 叶娇没发现 这个宿舍里 有两个女孩的脸色 微微变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正常 然后假装盲目的 整理起自己的床铺 没事 就是很少见 周婷婷笑了笑 看向其他摄友 大家可以让他们进来吗 第223章 她真可爱 可以啊 我们现在整理东西呢 没什么不能看的 进来吧 昨天我爸妈也过来了 他们好奇 我宿舍是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叶娇笑了起来 觉得自己这几个摄友 都挺友好的 她出去把陆成等人喊了进来 给摄友们都介绍了一下 张翠翠和陆建国 只是在门口看了一圈 满足了好奇心之后 就离开了 陆成抱着珠珠走到叶娇的床边 叶娇来得晚 想好床位肯定是没有了 目前只有右边中间的床位还空着 陆成高 垫脚看了一眼 感觉挺干净的 周婷婷笑道 我昨天顺便把你的床位也擦了一遍 叶娇伸手摸了一下 一点灰尘都没有 可以不用擦了 笑着说道 很干净 看来我可以直接铺床单了 周婷婷脸上的表情更高兴了 娇娇 你等会儿要擦桌子吧 我早上刚打的开水 可以给你用 好 婷婷 谢谢你 叶娇也很高兴 能在刚入学的时候 就碰见如此热心的社友 他看向陆成 阿成 你帮我把行李拿上来吧 陆成点头 把珠珠放下 珠珠 你跟妈妈 嗯嗯 珠珠帮妈妈擦桌子 珠珠下了地 就迫不及待地爬到凳子上 小手攀在桌檐 叶娇赶忙抓住他的手 别摸 等妈妈擦好了再碰 陆成走了 整个宿舍的局促感瞬间消失 娇娇 这是你女儿吗 孙家坐在床上 手里拿着书 身体已经倾向床边 眼中带笑地看向珠珠 她真可爱 胖乎乎的 养得真好啊 是啊 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白白嫩嫩的小姑娘 是叫珠珠吗 他们刚才听见了陆成的称呼 叶娇把女儿从凳子上抱下来 让她坐到周婷婷递过来的小板凳上 摸了摸她的头发 笑着给众人介绍 那呢 这是我女儿陆明珠 小明珠珠 今年四岁 珠珠很配合地 伸出自己的四根手指 珠珠今年四岁了 真可爱 周婷婷露出乙母笑 双手脱腮地蹲在珠珠身边 珠珠 你是不是也要跟着你妈妈 一起去上课啊 上课 珠珠眼睛亮了 转头渴望地望向妈妈 珠珠可以吗 夜娇摇头 你听听阿姨骗你呢 周婷婷知道自己问错了问题 怕把小孩惹哭了 赶忙从自己口袋里 掏出一个新鲜玩意儿 哈哈 没想到咱们珠珠也是个好学的宝宝呀 那阿姨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呀 珠珠歪着小脑袋 什么游戏 你看这是什么 魔方 珠珠看着面前的正方体 大声回答 周婷婷震惊 珠珠见过 这个魔方 还是她哥哥送给她的新年礼物呢 她哥哥是外交部的 去年去了趟岗城 从那边买回来的 魔方制作得很精致 每种颜色都非常饱满 和华国大陆此时的朴素色调 完全不同 嘻嘻 珠珠捂着小嘴 笑出可爱的小米牙 贺叔叔送给珠珠的 这些年来 叶娇一家和贺敬成他们 并没有断了联系 毕竟下和辣椒酱 还是贺家商场的供应商 路程的随身厅 也在港城占据了很大一片市场 贺敬成一直想要分一杯羹 贺敬成有钱得很 每次过来 都会给珠珠带一大堆礼物 大部分都是吃的 玩的 很适合小孩 叶娇也就没拦着 那挺好 既然珠珠已经知道规则了 我们就来玩吧 看女儿跟周婷婷玩得挺好 叶娇就开始干自己的活 衣柜里和桌子抽屉内 还有不知道谁留下来的几张纸 先把这些都清理出来 扔到垃圾桶里 用我的盆吧 不知什么时候 孙家已经从自己的床上下来了 手里拿着脸盆和抹布 这是我之前用过的 已经洗干净了 你拿去用吧 不用再浪费钱去买新的了 他们刚到宿舍的时候 专门去买了盆和抹布 也不可能用完一次 就扔掉 正好可以借给叶娇 谢谢 叶娇接过 笑着感谢 客气了 我给你倒点热水 孙家长相很清秀 眼睛比较大 只是眼下有比较醒目的黑眼圈 看上去神色有点憔悴 有了摄友的帮忙 叶娇很快就把桌子和柜子 都擦拭了两遍 打开了让他晾干 京城的冬天那是干燥的很 加上室内有暖气 没过几分钟 桌子和柜子都干透了 正好 陆成已经把东西都扛上来了 他和张翠翠 陆建国每人都拎了一个大袋子 叶娇赶忙过去帮忙 忙落了半个多小时 床已经铺好了 柜子里也挂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桌面上摆上了书和本子 叶娇的床位已经有了雏形 听听 今天晚上我们班有什么事吗 叶娇打算今天还是陪家人们 出门的时候问了一句 很巧合的 他们宿舍六个人都是外语系的新生 到时候能集体行动 有 今天晚上七点 辅导员要点名 我们需要提前十分钟 到五教101教室集合 你进校的时候 应该见过五号教学楼了吧 就是正对校门口的那栋巨无霸 听说以后 我们大部分的必修课 都要在五教上 周婷婷笔划着 力图把五教的位置讲清楚 见过 叶娇记下集合时间和集合地点 再次离开了宿舍 等他走了 其他人不可避免地讨论起了他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赵红 嘴角撇了撇 弧度很小 声音依旧是温和的 感觉娇娇不是来读书的 谁上大学还托家带口的 不仅带了老公 女儿 竟然还带着公公婆婆 应该条件很好 娇娇身上穿的衣服 我认识 是深城那边的一个牌子 教派 听说可贵了 叶娇和袁小娟的服装品牌 实际上是JJ女装 但是因为logo是一个派的符号 渐渐的 很多人都喊他 派 倒是比正经的名字 更深入人心 钱林兴高采烈地说着 眼睛精亮 我真羡慕他 简直是人生赢家 考上了经大 还已经结了婚 生了娃 这毕业之后 就能全情投入的工作了 孙佳恢复了最初弹幕的模样 脸上没有笑容之后 更显憔悴 他的声音里带着疲倦 也不一定 说不定他毕业后 就会回归家庭 哪个男人愿意 让自己媳妇出来 抛头露面 不知想到了什么 孙佳的脸上的表情 更加苦涩 李嘉瑜是五个人 李最内向的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没发表意见 周婷婷眼珠子转了转 从自己桌上 拿过来一大袋 带着奶香的瓜子 给每个人都分了一把 我跟你们说 叶焦是我们外语系分数最高的 真的吗 钱林克瓜子的动作都顿住了 你咋知道的 第224章 满分作文 我自然有我的方法 周婷婷神秘兮兮的笑了起来 她的英文试卷满分 写的作文 也即将被收录进 满分作文集选里 要知道 满分作文集选 向来只收录高考语文作文 她那篇英文作文 是唯一一篇被破格录录录的 他们五个人 已经同住了两天了 对周婷婷的性子 已经有了初步了解 知道她很擅长交际 两天时间 几乎把整栋宿舍楼里的人 都了解了一遍 消息更是无比灵通 对于她说的事情 钱林等人是相信的 所以 钱林只是瞪大了眼睛 问道 她写的什么 周婷婷总监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过几天等书上市了 我们可以买来看看 其实周婷婷知道 那篇作文的大致内容 她哥哥跟她感叹过 说夜交的英文作文里 写的华国的未来 是她所期盼的 她可真厉害 钱林磕着瓜子 觉得这个最后入住的摄友 形象无限拔高 住的地方已经弄好了 报名程序也走完了 夜交彻底放松下来 她带着一家人 逛起了京大 看过了博雅塔 走过了卫明湖 吃过了一食堂 时间已经滑到了下午四点 陆成他们必须离开了 夜交不舍得把怀里的女儿 交给陆成 好好照顾珠珠 我周五下课就回去 同城上学 就是这点最方便 周末能回家 周一到周五 如果课程少 她也能回去看看 陆成看着她 眼神温柔 我周五来接你 夜交笑了起来 知道她也舍不得自己 好 我等你 张翠翠等他们俩说完话了 才拉起夜交的手 殷切地嘱咐着 娇娇 我也不知道 你们学校是咋回事 一定要让你们住校 幸好学校食堂的饭菜 还挺好吃的 你记得多买点肉吃啊 别醒着 好的 妈 您放心 等你爸找到工作了 妈就把他赚到的钱多给你 你拿着买吃的 别亏着 张翠翠凑近她耳边 小声地说道 生怕陆建国和陆成听见似的 夜交艰难地憋着笑 妈 你对我真好 那是 妈跟你是一伙的 张翠翠笑眯了眼睛 在夜交的手上 轻拍了好几下 你放心 妈会把猪猪照顾好的 服装店的事情先不急 妈 还是以猪猪为主 夜交想了想 点头道 好 谢谢妈 她想让张翠翠开服装店 最初的原因 也是劳两口的意愿 现在婆婆说 不用了 夜交也就放下了 爸的工作也先别急 我这两天了解了一下 木工活不太好找 哎 她信自己 张翠翠也愁啊 我回去再劝劝她吧 他们上了车 夜交站在边上挥手 被奶奶抱在怀里的猪猪 这才反应过来 她双手死死扒在车窗上 努力地往外面探身子 哎呦 猪猪 张翠翠手忙脚乱地抱住她 吓得脸都白了 陆建国也赶忙过来 抓住猪猪的小脚 本来已经启动车子的路程 也吓到了 拉住了手刹 妈妈 妈妈 猪猪盯着车外的妈妈 跑着过来 抓住她的手 猪猪带着哭音地喊她 妈妈 回家 夜交感觉自己眼眶也酸了 她摇头 妈妈要上学 猪猪先跟奶奶回家吧 妈妈放假了 就回去看你 猪猪不要 猪猪要妈妈 第一次知道 上学原来等于分离 猪猪哭得不行 小手紧紧地抓着夜交的手指 用力摇头 别哭 猪猪 别哭 夜交的眼泪也跟着下来了 张翠翠把猪猪抱了回去 不断地安抚她 路程已经下车到了夜交身边 没事的 看夜交伤心 路程不顾路人的异样的目光 伸手将她抱入怀中 娇娇 别让孩子困住你前进的脚步 路程知道 夜交为了能上大学 努力了多久 每天忙完场里的工作 就埋头读书 无论走到哪里 口袋里都带着一个随身小本子 夜交趴在她怀里哭了好一会儿 脑子闪过无数念头 一个夜交 想着 自己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为什么还要进大学读书 上大学的梦想 真的这么重要吗 她上辈子也没上过大学啊 还不是很成功 梦想真的比老公和女儿重要吗 另外一个 夜交 反驳 为了家庭牺牲并不理智 错过了这次上大学的机会 之后半辈子 自己都会在懊悔中度过 好不容易考上了经大 好不容易能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一把 为什么要放弃 自己的梦想不是进入大学殿堂 学到更多知识 以后能像在电视上看见的 外交部发言人一般 站上国际舞台 为国家而战吗 夜交想了很久 最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坚定 她拿出手帕 她擦拭了自己的眼睛 推开路程的怀抱 朝她笑了笑 走向车子后座 猪猪 妈妈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了 你不支持妈妈吗 猪猪眼睛都哭肿了 红通通的像只可爱的兔子 她口齿不清的重复着夜交的话 妈妈的梦想 嗯啊 妈妈的梦想 就跟猪猪想要小白兔玩偶 每天想的睡不着觉一样 妈妈如果不去上学 也会睡不着觉的 猪猪想要小白兔 妈妈就专门找人给你做 现在妈妈想要上大学 猪猪不能支持妈妈吗 支持就等于要和妈妈分开 猪猪很聪明 已经明白了这个等事 她红着眼圈 扁着嘴巴 眼泪在圆溜溜的大眼睛里打着转 让她的眼睛更显得黑亮 如果妈妈不能上学 妈妈会伤心吗 会 妈妈会非常伤心 每天都会哭 每天都会吃不下饭 夜交斩钉截铁地点头 路程淡笑着听着 张翠翠眼神复杂地看向她 内心既有埋怨又有支持 占优势的是佩服 一个女人想要跨出这一步很难 吃了五十多年饭的张翠翠 翠见过了太多为了家庭牺牲的女人 她们憔悴 她们悲伤 她们最后得到的只有一场空 不说其他人 就看她的大女儿路加 傻乎乎地自我牺牲 最后哪有好结局 张翠翠脸下眼睛 抱紧孙女的小身体 无声地支持夜交 猪猪咬着嘴唇 抬手用力擦眼睛 看向夜交的眼睛可爱极了 她的声音也是软软糯糯的 猪猪不要妈妈伤心 妈妈 你去上学吧 猪猪可以的 猪猪 猪猪不会哭 说着 她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 猪猪转身 扑进奶奶怀里 大家看不见她的眼泪 她就没有哭 猪猪的小手 努力伸到身后 用力地挥了挥 声音闷闷地传了出来 妈妈 你快走吧 猪猪要睡觉了 呜呜呜 猪猪呜 困了 大人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张翠翠轻轻轻地拍着猪猪的背 朝夜娇微笑点头 路程摸了摸夜娇的脸 我们走了 过几天见 好 夜娇深吸口气 往后退开 这次很顺利地目送了路程的车子离开 夜娇在原处站了好久 看快到集合时间了 才转身走回京大 第225章 同名的孙盈盈 娇娇 这里 夜娇刚走进教室 就看见了朝自己挥手的周婷婷 我还以为你要迟到了呢 周婷婷凑过来小声说 没有 我看着时间呢 夜娇把自己的随身包放下 从里面拿出本子和笔 有个棕色的信封跟着出来了 是今天宿管阿姨交给她的信封 夜娇翻了翻 信封上只写了地址和她的名字 邮票只贴了一张一分钱的 看着像是内信 不知道是谁给她寄的 夜娇有点好奇 看老师还没来 干脆把信封撕开 抽出里面的信纸 娇娇 展信远 我是盈盈 我怕回村的时候 你已经来京 就把信直接寄到你学校了 夜娇笑了起来 原来是盈盈啊 她家就是京城的 难怪只贴一分钱的邮票 娇娇 老师来了 周婷婷提醒了她一句 好 夜娇和尚信封 没有继续往下看 坐直身体看向讲台 拿着教案走进来的老师 头发花白 脸看上去 却只有四十岁左右 我是你们接下来四年的辅导员杨礼斌 你们喊我杨老师就行 杨礼斌是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绅士 说话带着金枪 却并不严重 至少夜娇能听明白 现在我们先来点名 听到要点名 所有人都不自觉的挺直了腰板 竖起了耳朵 夜娇 到 第三个名字竟然就是自己的 夜娇赶忙举手喊道 杨礼斌抬头看了她一眼 夜娇紧张的抿着唇 她却只是微微笑着点头 低头在名册上打了个勾 继续念后面的名字 我觉得 这个排名跟我们的高考分数有关 周婷婷凑到夜娇耳边小声说 有可能 夜娇点头表示认同 整个班级做了大概一百多个人 应该是他们这一届所有的外语系学生了 一百多个名字 听到后面夜娇都有点走神了 思绪就转移到了刚才那封信上 盈盈为什么给自己寄信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孙盈盈 突然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夜娇猛的抬头 到 班级右后方有个女生举起手来 夜娇扭头看过去 入目的是一张陌生的脸 圆圆的瓜子脸 大大的眼睛 白白嫩嫩的模样 年纪应该不大 和坐在她周围的那些皮肤偏黑的男女同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怎么了 第一次见夜娇反应这么大 周婷婷好奇地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是个陌生的女孩 她之前都没聊到过 你认识 夜娇回过神来 微微摇头 应该不认识 她的名字读音 和我朋友很像 读音一样 不代表字也一样 很正常 我报名的时候 旁边文学院就有个叫钱林的 那边喊她的名 我拎着行李就跟过去了 走到半半才发现 原来喊的不是我 钱林就坐在周婷婷身边 听见后 摊了摊手 分享了自己报道时的悲惨遭遇 咱华国太大了 同名的人很多 夜娇点点头 有道理 讲台上 辅导员已经合上了点名册 笑着看向大家 咱们外语系78届 一共就招了在座100多位学生 大课大家都是一起上的 小课的话 需要分成五个班 接下来 她把分班规则说了一遍 很简单的分法 学号为号一 六的为一班 二 七的为两班 以此类推 夜娇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校园卡 上面印了她的学号 19781103 她是三班 她好了 娇娇 我跟你同班 周婷婷高兴的 把自己的校园卡展 试给夜娇 只见她的学号是 1978 1158 好啊 到时候我们一起上课 夜娇也很高兴 能有个同宿舍的在一起 这样 她们上下课 都可以彼此照应 她们宿舍一共六个人 除了周婷婷之外 赵红的学号尾号也是三 剩下的人里 钱林在一班 孙家和李嘉瑜这两个 家 则都在五班 她们的尾号是五和零 怎么没有人跟我一起啊 钱林捏着自己的校园卡 不高兴的嘟嘴 我一个人上 下课好无聊 别委屈了 到时候 我和娇娇带着你 就算是小班教学 我们的班级 应该也不会分得太散的 我已经打听过了 外语系的主教学楼里 都是面积小的教室 小班教学 应该就集中在那里 周婷婷好笑的伸手 捏了捏她嘟起的嘴巴 真的吗 婷婷 你消息真灵通 钱林提起来得快 去得更快 立马就高兴起来 夜娇笑而不语 就看他们俩打闹 讲台上的辅导员 看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继续说下面的注意事项 夜娇拿笔 认真的记录在小本子上 她还是第一次上大学 感觉大学里的一切 都是新鲜的 和她上辈子 读的初中完全不同 教室不是固定的 班上的同学也不是 这种神秘感和新奇感 让夜娇脸上 带上了淡淡的笑容 内心涌上无限期待 外语系的课程挺简单的 基本分为四大类 口语 写作 诗歌 世界史 主要集中于英语言国家的历史 另外 还有各种选修课 和外语系相关的 比如第二语种 一般大家都会选修法语 德语等 和外语系关系不大的 其他专业的各种课程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随意选择 每年只需要修够学分 祭典达标即可 如果挂科了 则有一次补考的机会 补考如果还是不及格 就需要重修了 大家要努力学习 日常的功课别丢下 重修是很严重的 身为辅导员的杨礼斌 担心新生们不知轻重 到了大学就飘了 特意嘱咐了一句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 选出班长和学习委员 大家有自见的吗 有 有 杨礼斌话音刚落 竟然就有络绎不绝的声音响起 叶娇惊讶地转头 看向举手的几位同学 这个年代的学生们 可真积极啊 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有 一道熟悉的声音 来自叶娇身边 他看了过去 周婷婷也自信地举起了手 好 杨礼斌笑了起来 很满意这件新生的表现 他往边上走了几步 让出讲台 请每位有意竞选班长的同学上台来 每人三分钟时间介绍自己 让全班同学都能记住你们 第226章 我在大学当卷王 所有举手的同学 都从自己的座位走了下来 周婷婷在经过叶娇时 笑着小声说道 娇娇 到时候你可要投我一票 看你的表现 叶娇笑着回答 其实心里已经打算 把自己的票投给她 周婷婷做出伤心的表情 美人 你好狠的心 嘴里说着话 她脚步没有任何停滞 跟其他人一起站上了讲台 一共有七个人参与这次竞选 其中四个竞选班长 另外三个人竞选学习委员 叶娇发现 其中一个女孩 就是迁道时候的 孙盈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的 七位竞选者 分别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了自己 并且严谨一概地说了 如果当选班干部 会为班级做出什么贡献 每个人都很厉害 叶娇按自己他们竖起大拇指 周婷婷不愧是交际女王 刚报到三天 就已经把女生宿舍楼的人 都认了个遍 八卦小能手和信息收集器 说的就是她 她上台的时候 掌声格外大 因为熟人多了 入学后第一次集合 新生们第一次坐在同一个班级 选班干部时 每人三分钟的介绍 显然是没有三天串门子 串出来的友情深厚 果不其然 周婷婷毫无悬念地当选了班长 学习委员则有选票最多的一位男生担任 唱票的时候 辅导员杨礼斌 把七个人的名字都写到了黑板上 叶娇盯着黑板上面 孙盈盈 三个字皱眉 真的这要巧吗 读音一样 字也一模一样 盈盈之前填志愿的时候说 自己填得很保守 都是京城中等偏下的学校 并没有经大 一颗怀疑的种子落在了叶娇心头 她打算明天就给夏合村 去一封电报问问看 选定了班长和学习委员之后 这场新生们的第一次集合就结束了 时间也到了晚上八点 外面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校园内还有路灯 宿舍是准时在晚上十一点熄灯的 外面的路灯却是24小时都亮着 叶娇隐约记得以前学过一篇课文 生物学家同地周 就是在路灯下读书 这种现象 其实并不只存在于课本内 叶娇从午觉走回宿舍的时候 已经看见好多人捧着书站在路灯下 大声地读书了 或许是因为要发出声音 所以选择了室外 叶娇暗自佩服 真刻苦啊 娇娇 我明天请大家吃红烧肉呀 周婷婷挽住她的手 笑呵呵地大声说 落后她们几步的四个女孩 互相看了看 笑了起来 好呀 那你的票可要多准备点哦 我很能吃的 前邻大声附和 赵红敏着唇 眼中是惊喜 声音却带着点冷淡 红烧肉有什么好吃的 油腻得很 要吃就吃红烧排骨 孙家温柔地笑着 土豆排骨也行 在食堂里 土豆排骨比红烧排骨 红烧肉可便宜多了 李嘉宇左右看了看 窘迫地扣着自己的手指 太贵了 不太好 周婷婷大手一挥 很是豪迈 没事 红烧肉 红烧排骨 土豆排骨 都整上 姐有钱 叶娇被她拉着 身体歪了歪 心情却很是轻松 她能看出来 周婷婷家应该条件不错 请大家吃点肉的钱肯定有 万一她月出花钞了 月墨自己 还能救济她一些 几人回到了宿舍 洗漱过后都躺在了床上 叶娇是最后上床的 她有泡脚的习惯 新买的开水壶里 灌满了热水 脚盆里的水凉了 她就在家点 泡脚是叶娇最放松的时刻 舒服地动了动脚指头 叶娇拿出信封 继续往下看 娇娇 我没有考上大学 没办法回家 你有空的时候 能不能去我家里看看 我回到家才知道 我爸爸半年前 因为工厂事故已经去世了 我哥哥受了重伤 现在只能躺在床上 我妈妈短时间内 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眼睛已经不好了 也没办法继续工作 我会暗示给家里寄钱 你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 就是我很担心 他们会出什么意外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正好也在京城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麻烦你 定期去我家看一眼 叶娇眉头皱了起来 她没想到 短短半年时间 孙盈盈家 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盈盈是他们这批只清理 家庭条件最好的 而且从她每个月 都能收到家里寄过去的钱 和吃穿用度就能看出来 她在家里也是很受宠的 她这次回程半个月 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散了 爸爸去世了 该有多伤心呀 叶娇翻出自己的课程表看了看 她明天早上只有两节课 十点半就能结束 娇娇 我们睡了 你等会负责关灯 周婷婷的声音从床上传来 好 叶娇赶忙收好信 擦干脚 把水倒了 也上床睡觉 第二天 叶娇去最近的邮局 给夏合村发了风电报 她在电报上报了平安 同时也没忘记 问孙盈盈她之前 填报的志愿问题 叶娇想确定一下 孙盈盈到底有没有填报过 经大外语系 电报传过去 再等村长回电报 时间至少也要两天 叶娇留下了自己名字 联系方式 和预定过来取电报的时间 就回校了 上了两天的课 叶娇已经适应了 大学的教育方式 没有老师盯着你学习 更多的是靠自学 而且 他们班上的同学们 都太卷了 叶娇承认 自己被卷到了 上课的时候 每个同学都可积极了 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 那手臂就如同雨后春笋似的 下课后 图书馆的自习室里 也挤满了人 叶娇 她还记得 上辈子读书的时候 老师曾经说过 到了大学 你们就解放了 感情 她上了个假大学呗 她要被卷死了 娇娇 你还不走 快熄灯了 周婷婷抱着一大堆书 经过叶娇的位置时 喊了她一声 叶娇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还要一会儿 我把这篇看完 那我先走了 太困了 周婷婷打了个哈欠 脚步匆匆地走出自习室 在门口的时候 她回头扫了一眼叶娇 暗自感叹 可真兴奋呀 叶娇望我的 吸收着珍贵的知识 两天后 时间到了周四 叶娇去邮局取了电报 电报前半段 是村长刘天和简短的 收到 后半段 则是孙盈盈的话 娇娇 你怎么知道 我填报过精大的外语系 我偷偷填的 想着搏一搏 如果能考上 正好可以跟你做同学 第227章 电话即将上线 看着这句话 叶娇脸色微微变了 娇娇 好了吗 来了 听见等在外面的周婷婷喊自己 叶娇赶忙把电报 叠好放进包里 周五 路程准时开车过来接她 妈和猪猪也来了 在后座呢 路程笑着告诉她 伸手指向后面 叶娇从副驾驶探头进来 看向后座 妈妈 猪猪坐在张翠翠怀里 朝她挥动着自己的小手 笑容灿烂 叶娇二话不说的 就关上了副驾驶的车门 上了后座 妈妈 你有没有想猪猪呀 刚坐下 猪猪就扑了过来 叶娇赶忙伸手抱住她 下一秒 脸上就被女儿亲了一口 她高兴地回亲了一口 想 每天都想吗 嗯啊 每天都想 叶娇用力点头 强调自己的真诚 嘻嘻 猪猪得到了妈妈肯定的回答 高兴极了 小屁股在叶娇腿上扭来扭去 张翠翠好笑地摇头 娇娇啊 猪猪每天晚上都掰着手指头 说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夜娇有点愧疚 抱着女儿小小的身子 看向婆婆 辛苦妈了 张翠翠不在意的摆手 没事 我还年轻着呢 带孩子很轻松 而且 咱们猪猪可乖了 每天都乖乖地自己吃饭 自己睡觉 她能跟我一起睡觉 我还占便宜了呢 晚上就跟怀里踹了个小暖炉似的 猪猪身上暖和 猪猪开心地摇摆着 奶奶可喜欢猪猪了 哈哈哈哈 对 车上的一家人欢声笑语着 很快就回到了四合院 家里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 他们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 时间还早 一家人坐在客厅里 边喝茶边聊天 正聊得开心 外面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张翠翠过去开门 来的是隔壁院的秦玉平夫妇 在四合院住了几天 张翠翠和秦玉平已经很熟悉了 赶忙把他们请进来 秦玉平和吴天康进门后 先是和陆家人都打了招呼 这才由吴天康开口问陆成 陆公 不知道你们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 我和玉平想请你们一家人吃个饭 秦玉平赶忙接着往下说 是啊 咱们家燕子这段时间 吃了猪猪不少奶糖了 我们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想着两家人坐一起聚个餐 娇娇 你觉得呢 陆成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征求叶娇的意见 叶娇想了想 点头答应了 可以啊 那我们明天晚上带两瓶好酒过去 我记得我们家还有一瓶红酒 很适合女人喝 玉平姐 咱三到时候多喝点 秦玉平忐忑的心瞬间就放下了 笑了起来 没问题 我还没喝过红酒呢 明天就沾光了 又说了几句话 他们夫妻就离去了 把空间留给难得团聚的陆家人 妈 家里还有什么肉吗 夜焦边烤火 边思考 明天晚上要带什么东西过去 这年代大家都不容易 家里吃的东西少得可怜 他们一家五口上门做客 放开了吃的话 秦玉平他们家 接下来一个月 肯定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张翠翠显然也想到了这个 他盘点了一下厨房里的东西 家里还有一点排骨 一只猪耳朵 我昨天恰好碰到了肉连厂那边上心肉 抢到了一只猪耳朵 本来打算卤了 给你爸下酒吃的 明天咱做好了带过去吧 好 排骨的话 我明天做个椒盐排骨 也很下饭 夜焦想了想 觉得带两个肉菜就差不多了 带太多了也失礼 晚上睡觉的时候 夜焦有点好奇地问陆成 你在钢铁厂 是不是做出什么成绩了 陆成关了灯 躺下去伸手抓住他的脚踝 把他冰冷的脚提了起来 用自己的双腿夹住 温度的传递舒服极了 夜焦舒服地缩着肩膀 发出满足的声音声 陆成轻笑 白天听来就格外好听的男生 在黑暗中更显慈性 夜焦偷摸的竖起耳朵 不着痕迹地往他怀里凑了凑 陆成趁机把他揽入怀中 让两人的身体紧密贴合 等两人抱在一起了 陆成的声音才悠悠传来 过两天 国家在无线电这一块有了突破 我协助降低了里面部分材料的成本 电话已经可以普及了 陆成耐心的解释 电话其实华国一直都有 从民国时期的老式姚浩电话 开始到后面的按键电话 那时候只有富裕人家用得起 但是建国后 由于信号塔被战争摧毁 除了几个重要的战略地 其他地方都在不能通话 这几十年 大部分人民都还处于吃不饱饭的情况 电话这种东西的优先级一直很低 现在不同了 领导们已经发现 通讯不变极大的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 这一块就下了大力气 这段时间 信号塔已经建了几十座 已经能够撑起几个大城市 和省城之间的通讯了 那我们家也可以装一步吗 叶焦趴在他怀里 期盼地问 当然可以 我已经申请了 我们家应该可以DP安装电话 他好了 陆成笑着拍了拍他的背 我不仅做了电话 还做了你之前说的手机 就是手机的个头 可能还是达不到你想要的轻薄 我看了实验室的样机 挺重 挺厚的 跟我们的随身听比呢 叶焦追问 差不多 比随身听长点 窄点 叶焦笑了起来 那就很好了 至少比他在网上看到的 大哥大小巧多了呀 穿梳一回 他终于也做出了点贡献 以后估计看不到大佬们扛着 砖头 搬得大哥大边走边大声 喂喂喂 了 电影里少了一个经典片段呀 你低头 叶焦拉着他的衣领 微微用力 陆成已经适应了黑暗 双眼清晰地 看见了他嘴角的笑意 这是给你的奖励 最后一个字的音节 消失在两人双唇间 辗转的接吻 抚摸着彼此最敏感的地方 爱意蔓延 又是火热的一碗 妈妈 胶炎排骨好了吗 猪猪可以先吃一块吗 就一小块 猪猪不好意思地扭动着 自己小小的身体 仰着头 用圆溜溜的大眼睛 看向妈妈 可以呀 叶焦身上穿着围裙 正在炸最后几块排骨 听见女儿的声音后 低头和他对视 瞬间就被女儿 可爱的模样萌到了 毫无原则地答应下来 他用筷子夹了碗里的排骨 用手摸了摸 感觉温度已经降下来了 就把它递到猪猪手里 慢点吃哈 别烫着 好 猪猪高兴极了 双手小心翼翼地 捏住排骨两头 嘴巴凑过去 小小地咬了一口 瞬间 排骨的焦香味 伴随着胡椒的味道 进入口腔 好吃好吃 猪猪不断地吸着气 又忍不住咬下第二口 第228章 聚餐 陆成坐在灶台烧火 看他可爱 就假装可怜地扁起了嘴巴 猪猪 爸爸也好饿啊 啊 猪猪眨了眨眼睛 迈着小步伐 走到爸爸身边 看看自己手里的排骨 又看看爸爸 好久才下定决心 递出排骨 爸爸吃 猪猪真管 真是爸爸的小棉袄 陆成笑得见牙不见眼 夜娇看着他们父女俩 眼中的幸福 都快溢出来了 陆成假装自己咬了一口排骨 伸手抱着女儿 让她在灶前烤火取暖 自己则拿火钱从火堆里 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红薯 爸爸吃了你的排骨 陪你一个烤红薯吧 这是他之前埋进去的 个头不大 长条的仿锤模样 却是红心的 烤到现在 外面的皮已经裂开了 露出橘红的内里 看着就好吃 猪猪眼睛都溢不开了 小鼻子动了动 爸爸 好香呀 也好甜哦 陆成笑呵呵的 他不怎么怕烫 直接捏着红薯 把它剥开 红薯被粗暴地分成两半 彻底地露出了里面 漂亮的红薯肉 亮红的 好似咸蛋黄的流星 猪猪的口水都要下来了 手里的排骨 瞬间就不香了 他看着红薯 猛地扑过去 张大嘴巴 别 陆成急忙躲闪 叶娇扔下筷子 跑过来 伸手抓住女儿 夫妻俩心有余悸地面面相去 好一会儿 叶娇才叹了口气 在边上坐了下来 让女儿站在自己身边 猪猪 妈妈喂你吃 他拿了个小勺子 就着陆成的手 挖了一勺红薯 吹了好几下 才喂到猪猪嘴边 红薯特别烫人 可不能随意让小孩去咬 好 陆成心虚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我下次注意点 叶娇没有生气 刚才陆成闪避的动作挺及时的 猪猪并没有受伤 喂了一口 叶娇就不再继续了 反而说道 猪猪 你先把排骨吃掉 好 猪猪看妈妈又在吹红薯 吞了吞口水 乖乖地低头啃排骨 排骨也好吃 红薯也好吃 哎 猪猪好难选呀 先把猪猪喂了个半饱 他们一家 人才拿着酒和菜 去了隔壁院子 秦玉萍他们早就在等待了 见到他们 秦玉萍热情地迎了过来 快快快 你们坐这里 玉萍姐 我们的菜放哪 叶娇看着小方桌上 满满当当的菜 笑着问道 我一一下 秦玉萍麻利地 把桌上的几个盘子叠了起来 为了把陆家人招待好 秦玉萍准备了足足六个菜 有菜有肉有汤 简直比他们的年夜饭都要丰盛 娇娇 你也太客气了 说了我们家请客 你还带两个硬菜过来 叶娇按照他的安排坐下 笑道 正好家里还有点肉 再不吃就要坏了 过来凑个盘 秦玉萍按在他肩膀上的手顿了顿 知道叶娇的好意 感觉心里暖暖的 脸上的笑意更加深了几分 快 大家别站着了 都坐下吧 小方桌不大 大家坐得很近 或者该说 秦玉萍他们家这间房面积就不大 满打满算二十多平 放了床 柜子等物就不剩多少空间了 今天一下子来了五个人 走路的空隙都要没了 看着自家局促的样子 秦玉萍尴尬的笑了笑 不好意思 娇娇 你们凑合着急一急 叶娇拉她坐下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们拖家带口的过来蹭饭 都没不好意思呢 玉萍姐 今天我可得好好尝尝你的手艺啊 这闻着可太香了 秦玉萍连忙笑道 来来来 我给你倒酒 喝上酒了 桌上的气氛瞬间就融洽了 两个小孩本来就熟悉了 坐在一处 手里拿着筷子 吃的头也不抬 叶娇她们三个女人喝着红酒 凑到一块聊天 基本集中在孩子和衣食住行上 另外一头 陆成 吴天康 陆建国则是就着花生米和白酒 喝酒的时候 桌上的肉菜都没花生米香 一口酒一粒花生米 三个男人也吃得津津有味 酒过三巡 女人们都下了桌 一到边上去聊天了 吴天康才说到正事上 他不好意思的看向陆成 陆公 我听说你项目组还确认 陆成笑着点头 嗯 我打算找二十个人 现在还差五六个 吴天康心跳加快了不少 喝了酒的脸上浮起淡淡的红色 不知是酒熏的 还是紧张 陆公 你看 我能进你的项目组吗 我是厂里的五级技术工 擅长焊接 短造 也练 我刚入职的时候 跟的是张师傅 他什么都教了点 怕陆成觉得自己学得太杂 每样手艺都没有学得很精细 吴天康又赶忙解释了几句 我这两年一直做的焊接 我们厂里的胡汉 都是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傅负责的 我虽然才五级 但是技术绝对没得说 就是我的学历有点低 小学都没有毕业 吴天康家里穷 早些年钢铁厂缺人 他运气好进去 做了临时工 跟着张师傅学了七八年 工资拿的是最少的 干的却是最累的活 其实他的技术还不错 就是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在钢铁厂十多年了 拼了命 也就只能升到五级了 再往上千难万难 不过 如果你能招我进项目组 我保证会好好干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吴天康拍着自己的胸膛保证着 他这句话的声音很大 整个房间的人都听见了 叶焦他们也停下了 转头看过来 秦玉萍紧张地捏紧自己的手指 丙溪等待着 陆成看着吴天康 没有说话 吴天康嘴唇动了动 心一阵阵地发凉 他勉强扯起一个弧度 没事的 陆公 不能进你的项目组 也没关系的 也不是不行 陆成暗自叹了口气 扭头看了眼叶焦 见他和秦玉萍做得挺近的 自己的女儿和那个小男孩 也玩得很好 他想了想 说道 吴师傅 我的项目组 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组内很多都是边角的工作 真正的实验室 并不在钢铁厂 陆成目前参与的项目 是和国家实验室 强绑定的钢铁厂的职位 只是明面上的 算是给他一个高待遇捆绑的职位 这也是陆成的选择 能和家人在一起 又能保证安全 这样的项目组 和吴天康的工种并不大 是这样吗 吴天康失望的低下头去 很快又笑了起来 没事的 今天能认识陆公 已经是我吴天康的幸运了 我敬您一杯 说着 他仰头喝了一大口 陆成看着他 突然想到了深诚的姚师傅他们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让吴天康 加入他们公司啊 第229章 水落石出 陆成心里有了这个念头 却没有冲动地说出来 他打算先在钢铁厂里 打听一下吴天康的情况 两家人吃了顿饭 熟悉了不少 小孩子绝多 回家的时候 朱朱已经睡着了 陆建国和张翠翠带他回房 叶娇则挽拯陆成的手沿着小巷散步 在饭桌上 陆成可没有少喝酒 走走路能散点酒气 阿成 你明天开车 带我去探望一下孙盈盈的家人 我今天收到 他回的电报了 叶娇小声地 把自己这几天发现的疑点说了一下 陆成眉头皱起 握着他的手捏了捏 好 在商场上也混了这么多年了 陆成见过的黑暗 是比叶娇要多太多了 只是听他说了一遍 就大概猜出了其中的内幕 外面温度低 陆成感觉自己清醒了不少后 就带着媳妇回家了 第二天 两人开车到了孙家 孙盈盈家住在厂里的家属单元内 大院整体的格局 和叶家在北河市的那个家属院差不多 不大的院子 六栋五层楼 孙家分到的是五楼 敲了门之后 孙母来开门 看见叶娇的时候 还挺惊讶 自从我们家出事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上门了 孙母放下热茶 笑着说了一句 真是不好意思 阿姨 我刚知道您家的情况 没事 没事 我听盈盈说过你 你和她同一批下乡的 盈盈这些年 麻烦了你不少 她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资 也是你帮的忙 孙母赶忙摆手 没有 是盈盈自己能力强 夜娇捧着茶杯 说起几年前的事情 我们士兵场招工 都是公平公开的 盈盈跟您学过 不少会计方面的知识 考试的时候 分数最高 是啊 盈盈一直很聪明 孙母有点残然地低下了头 是我们拖累了她 看孙母情绪低落 陆成开口说道 我和孙盈盈同志 虽然不是很熟 但是也听说过她的性格 很好胜 很能干 家人在她心目中 有很高的地位 她肯定不会觉得 你们是拖累 孙母苦笑地叹气 我现在身体不太好 没办法继续工作了 只能在家照顾盈盈的大哥 如果不是盈盈定期寄前回家 我们早就撑不下去了 孙母之前是在厂里当会计的 现在眼睛不好 看不清账面上的数字了 工作自然没办法继续下去 她把自己的岗位卖了 赚了点钱 但是 这些钱也贴近药里了 孙盈盈的大哥受了重伤 腰部以下无知绝缺有伤口 每天都需要换药 抗菌消炎类的药物 在这个年代可是天价 夜娇脸下眉眼 突然忐忑起来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消息 是否会打破孙家 好不容易得来的瓶颈 孙盈盈家太困难了 她如果待在夏合村 可能还有一份固定工资 一旦她恢复学籍 到大学读书了 可能家里会更困难 阿姨 我想问您点事 无论孙家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都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夜娇已经下定决心 什么事 孙母疑惑的看过来 夜娇道 阿姨 您收到过盈盈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吗 孙母眉头微皱 不明白夜娇为什么这么问 但是依旧老老实实的回答 没有啊 盈盈不是没有考上吗 她这次回家还挺沮丧的 唉 我本来还以为 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陆成眨了下眼睛 是她想的太过阴暗了 她还以为是孙母把名额卖了呢 毕竟孙盈盈现在 是孙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是这样的 夜娇把自己在学校里发现的事情 说了一遍 孙母震惊的站起身 你是说 有人顶替了盈盈的入学资格 妈 你说什么 房门半眼的卧室内 传来杯子落地的声音 男人的怒吼 声传了出来 孙母赶忙进屋 夜娇和陆成也跟了进去 亮子 别乱动 伤口又要崩开了 孙母赶忙按住她的身体 惊慌地看见她腿部的绷带 已经浸出血来 孙亮瘦得近乎脱象 本来刚毅的脸颊凹陷 显得她的双眼特别大 眼睛里的红血丝也格外醒目 叶同志 你能形容 一下你见到的那个孙盈盈长什么样吗 她眼睛下面是不是有一颗痣 比普通的肋痣要大上很多 不知为何 夜娇总觉得 这句话是从孙亮的牙齿里挤出来的 她的情绪很激动 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 陆成不悦的皱眉 上前两步 忽在夜娇身侧 夜娇拉住陆成的手 轻轻捏了捏 安抚完她的脾气 这才回忆了一下 那个女孩的样貌 很普通的长相 梳着现在很流行的麻花辫 垂在她两肩 她当时上台竞选班干部 演讲的时候很自信 好像是有一颗痣 夜娇说得很不确定 我需要回去再看看 不用了 孙亮仿佛浑身的力气被抽干了一般 她仰躺在床上 她就换绷带 文言手上动作顿了顿 孙亮知道母亲的纠结 摇了摇头 妈 你拿出来吧 我不会再想不开了 好 孙母手脚麻利地把绷带绑好 走到床边 从书桌抽屉里 拿出一张照片 孙亮道 夜同志 麻烦你看看 是不是照片上的这个女孩 夜娇接过照片看了一眼 震惊地瞪大眼睛 孙亮已经从她表情中 看出了端倪 原来真的是她顶替了 我妹妹的大学资格 难怪高考前也没见她看书 竟然考上了经大 难怪那天 我见到她去收发室 想能过去看看 她拒绝了我 夜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孙母捏着夜娇递回来的照片 声音颤抖 她怎么能这么做 她是盈盈的嫂子 什么嫂子 她把我们的聘礼都退回来了 夜娇这才知道 原来顶替孙盈盈大学名额的 是孙亮的未婚妻 化肥厂厂长长的女儿 他们家好几个亲戚 都在教育局 难怪能轻而易举地 改掉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顶替掉孙盈盈的资格 夜同志 我听小妹说过 你是很有本事的人 你能不能帮我们加一个忙 孙亮撑起身体 可叛地看过来 您说 夜娇毫不犹豫地点头 把这件事 举报到京大的校长办公室 第230章 小灵通 这件事最后闹得很大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竟然就有人改身手 顶替孙盈盈的那个女生 被抓住的时候 正在申请改名 她想把孙盈盈 这个名字改成孙黎 这样以后 孙盈盈就变成了她的曾用名 她就能堂堂正正地 用自己的真名了 随之浮出水面的 还有孙亮父子俩遭遇的事故 原来根本不是意外 化肥厂厂长贪污多年 为了销毁账本 制造了这起爆炸 一把火烧掉证据的同时 还能顺便解决孙亮父子 得知真相的孙盈盈 哭得差点被过气去 她专门去了一趟 看守所问孙黎 孙黎 我们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我哥对你 还不够好吗 孙黎竞争厂长位置 失败了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 成功当上厂长的孙黎的父亲 并不想放过她 这么多年了 孙黎的父亲表面上笑容平和 那里早就恨透了他们一家子 孙黎已经在看守所 关了好长一段时间 此时坐在玻璃后面的她 头发散乱 面容憔悴 但是在看见痛苦的孙盈盈时 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恶意的笑 我从来没有看上过你哥 他在我眼里 就是一只狗 而你和他一样 只是我的一个工具 可惜我运气不太好 什么都布局好了 竟然还能冒出来个脚屎棍 孙黎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 眼中恨意浓浓 孙黎 你们一家不得好死 孙黎冷漠地看向她 眼中毫无回忆 这件顶替案 由于牵扯到了命案 被从严判处 孙黎和她的父亲 这辈子都没能走出监狱 案子封荡之后 有权威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在全国范围内都引发了轰动 好多之前 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学生们 都开始重新申请查卷 竟然真的又查出了好几个顶替的人 原本历史上 那些被阴谋掩盖的真相 重新面世 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变 拿到了属于他们的真正的未来 第二年高考 各项审核都更严厉了 每个考点都配备了一台电脑 里面有学生的电子信息和照片 这套系统之后 还会和各大高校联网 竟然在某种程度上 推进了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 案子的重新审理 也让孙亮拿到了自己应有的赔偿 之前常理只给了他一百多块钱 就让他回家了 孙母身体不好 既要在医院里照顾孙亮 又要忙各种事情 根本没有精力去跟常理扯皮 现在常理按照正常程序给了赔偿 又买断了孙亮的岗位 孙母和孙亮手里 突然就有了两千多块钱 在这个年代 这笔钱绝对是巨款 就算孙盈盈辞去食品厂的工作 回来读书 他们一家也不用怕活不下去 孙盈盈来学校报到的时候 叶娇专门去校门口接她 娇娇 孙盈盈激动地上前抱住她 眼圈微红 谢谢你 没事了 叶娇笑着回报 拍拍她的背 走 我带你去走报道流程 顺便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的校园 我比你早来了一个月 正好可以给你当导游 好 孙盈盈破涕微笑 挽着她的手 两人走完各种流程 逛了校园 孙盈盈和叶娇是同一个专业 宿舍也是同一栋楼 她并没有被安排到孙黎之前住的宿舍 校领导专门协调了一下 让她和叶娇住在了一起 赵宏主动搬走了 孙盈盈住了进来 他们宿舍六个人一起吃了个饭 重新认识了一番 几天后 孙盈盈和钱林一起去开水房打水 钱林小声和她说 盈盈 我们宿舍之前可难受了 幸好你来了 孙盈盈疑惑地看向她 怎么说 钱林把开水壶放在水龙头下面装热水 凑近她耳边 赵宏总觉得 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在集体排挤她 不会吧 我觉得你们都挺好的呀 孙盈盈惊地睁大眼睛 她说的是实话 这几天的相处下来 她感觉所有人都很有善 很热情 钱林撇了撇嘴 谁知道呢 她看不上我们吧 哦 孙盈盈没有和赵宏相处过 只点了点头 没有多话 之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她偶然听见了 赵宏和其他人说213宿舍的坏话 他们 反正我是无话可说的 一个个都很难相处 特别是那个夜娇 仗着自己有个有钱的老公 就看不起所有人 整天在宿舍里炫耀 自己买的东西多贵 哼 还不是靠男人养的 等她老公玩腻了 看她还怎么高傲 真的吗 夜娇的老公很有钱 你见过吗 有人追问道 赵宏高傲地养着头 漫不经心地说 见过呀 就是一吐大款 乡下来的 听说小学都没毕业 这种男人最肤浅了 到了城里见着花花事件 绝对出轨 夜娇的老公 竟然小学都没毕业 嘖嘖 真恶心 还是乡下来的 夜娇也真下得去嘴 就坐在边上 看书的孙盈盈震惊了 她转头看向 站在树旁 说话的几个女孩 这里是学校的小树林 很清凉舒适 适合读书 学校就在小树林里 摆放了很多石桌和石凳 下秋时 大家都很喜欢在这里学习 边上的树木 也是郁郁郁郁郁的 从赵宏他们的角度 看不见孙盈盈 孙盈盈转头 却很容易看见他们 一定长得很丑吧 脑子估计也不怎么好 不然怎么可能小学都没毕业 赵宏理所当然的点头 就是电视上那种乡下人 乡下人 脑子不太好 孙盈盈脑中浮现出路程那张俊脸 转头又看了看 自己手边放着的小灵通手机 这小灵通是最近才上市的 价格不算高 反正比港城那边流行的 板砖大哥大便宜很多 虽然只能室内使用 但是小巧呀 只有大哥大体积的十分之一 价格更是只有二十分之一 大哥大据说在港城卖一万多 小灵通在大陆售价五百块 性价比极高了 孙盈盈手边这个是叶娇送她的 听叶娇说 这个是路程他们公司做出来的 能做出小灵通的路程 竟然是丑八怪 图大款 孙盈盈无语了 本来都打算过去和赵红队骂的 现在却动都懒得动了 还是让路程自己来打脸吧 正想着 小灵通想了 孙盈盈接了起来 喂 盈盈 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 我姐姐到了 一起拒绝 好呀 孙盈盈赶忙答应 开始收拾东西 她在北河市的时候 就见过叶娇的姐姐叶昭蒂了 觉得她很适合 跟自己一起拓展市场 孙盈盈到了京城 并没有失去食品厂的工作 反而升职了 她被任命为夏 和辣椒酱京城办事处主任 主要负责拓展京城业务 她是财务出身 自然需要更多的销售型人才 叶昭蒂就是她看中的副手 第231章 心疼 叶娇在校门口等到了孙盈盈 和她一起回家 刚走到巷子口 就看见了乖巧的 坐在四合院门槛上 拖腮等待的小安 小安看见他们 立马站了起来 眼睛亮晶晶的 小姑 小安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没有跟猪猪一起去玩吗 叶娇走到她身边 伸手摸摸她的头 叶娇刚才在巷子口 看见自家女儿了 猪猪正和燕子等人玩跳房子呢 没看见自己 叶娇也没喊她 小安是跟着叶昭蒂一起过来的 叶娇在京城安定下来之后 就联系了姐姐叶昭蒂 叶昭蒂夫妻俩 花费了点时间 整理手里的事情 现在才带着小安和儿子过来 本来他们想让林婉也一起过来的 但是林婉说什么都不愿意 她想留在儿子身边 现在每周都会去看守所看叶药组 可不愿意跟着女儿们走 叶安安养着脑袋 乖巧极了 脸上的笑也很灿烂 小安想等小姑 真乖 叶娇笑着道 牵着她的手往里走 孙盈盈跟在他们身后 中午 大家一起吃了个饭 叶昭蒂彻底被孙盈盈说服 只是还有些顾虑 我去上班了 宝宝怎么办 他们夫妻俩到京城来 最大的目的就是给孩子看病 可不能为了赚钱 把最重要的东西丢了 我听娇娇说过了 宝宝最佳的手术时间是三岁以后 你们夫妇俩不可能就这么 在家等三年吧 总要给孩子攒点营养费 孙盈盈早就想得很全面了 她掰着手指头 和叶昭蒂夫妻解释 你看 我们一起在京城弄个专卖店 我负责财物 你负责销售 你老公负责仓库 我们三个人就能把架子搭起来 这个竟然把自己老公也考虑进去了 叶昭蒂非常心动 看向叶娇 叶娇微微点头 姐 姐夫 我很赞成盈盈的想法 你和姐夫是攒够了做手术的钱 但是之后呢 宝宝后续肯定还需要更多的治疗和营养补充 这些咱们都要考虑进去 陈大海腿不好 之前在北和市就拼了命的干苦力赚辛苦钱 后来进了路程的厂子做质检的活 工作轻松 赚的也多 突然到了京城 电子厂的工作肯定是做不了了 陈大海本来就在烦恼 后续如何养家呢 没想到又沾了七妹的光 有了一条新的出路 她肯定是非常心动的 但是 她现在却没有贸然搭话 她尊重妻子的决定 叶昭蒂看了看丈夫 看出了她也很心动 于是抿了抿唇 用力点头 成 既然盈盈你愿意相信我们夫妻俩 那我们肯定不会掉链子 你放心 我们会拼了 命地做好的 她好了 孙盈盈高兴极了 握住她的手 以后咱就是一家人 姐 你也放心 咱们的辣椒酱 味道超级棒的 我有信心 很快就能打开市场 本来辣椒酱就是北方的产品 因为味道非常好 连深城和港城人都能征服 更别说本来就好 这一口的京城人了 孙盈盈此时雄心万丈 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上课 叶椒做的最多的 就是和姐姐 孙盈盈去选电子 看了好多地方 备选方案设了五六个 你们一个辣椒酱 还想进商场 陆成双手撑在脑后 懒洋洋的躺在床上 瞟了眼正 再往脸上抹血花膏的媳妇 颇有点好笑 为什么不能选商场 叶椒傲娇的哼了声 从镜子里看她 你的产品都能进大商场 我的也行 陆成眉梢微扬 那你要不要选我边上那家 正好客人买电子产品的时候 还能闻闻你们的香味 喂 叶椒转头瞪她 不带你这么大气的哈 我要选的是一个 对外的展示店铺了 我们在京城又没有厂子 总不能让客人对空气下单吧 辣椒酱的销售 肯定是以大宗采购为主 战场是在超市和小卖部内 所谓的办事处 更多的是展示柜 加招待客人的地方 装修必须要好 位置也不能太偏 那你需要面积大一点的地方 或者直接两层楼 一楼做展示 二楼谈订单 陆成打来的哈欠 懒洋洋的说道 夜交沉思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他回想了一下 目前备选的里面 好像就有符合条件的 看他眼睛都快要闭上了 夜交不忍心再打扰 上前给他拉好被子 你先睡一会儿吧 黑眼圈大的 都能cosplay果宝了 陆成闭着眼睛笑了 抓住他的手捏了捏 还是媳妇心疼我 看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夜交心疼极了 低头吻了吻他 安静地在床边坐下 为了能更快地把基站搭好 更快地把小灵通推上市场 陆成已经连续加班了一个月 夜交都很少能见到他 其实不用这么赶的 不知道为什么 陆成一直很努力 好像有种使命感 总想要拉近和国外那些 科技公司的距离 总想先他们一步 推出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而陆成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小灵通一上市 就激起了千层浪 更小巧的形态 更具有性价比的价格 几乎瞬间就打垮了 刚进入大陆的大哥大的市场 小灵通更是成为了 国家又一赚取外汇的拳头产品 但是小灵通是有他自己的局限性的 只能室内通话 出了区域就失去功能 是他最大的缺点 小灵通现在能战胜大哥大 之后却未必 为了增加优势 陆成又要开始忙 后续的手机研发了 小灵通本来就是 手机研发的过程产物 是中间职 为了抢占市场而推出的产品 时刻都有被国际上 其他电子产品超越的可能性 紧迫感几乎刻进了陆成的血肉里 辛苦了 叶娇既心疼又骄傲 看他已经进入深度睡眠 憨生见起 小心翼翼地抽出自己的手 亲手亲脚地出了房门 妈 今天我来做菜吧 叶娇走进厨房 拿起门后挂着的围裙穿上 好呀 那妈给你烧火 成 叶娇熟练地切菜 难得周末 他打算给陆成做他爱吃的 陆成很好养活 不挑食 但是很爱吃肉 各种肉 尤其喜欢的是 叶娇做的红烧肉 叶娇从边上的大块肉上 挑了最好的五花 切了下来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厨房的香味也飘散而出 在外面玩的猪猪 就拉着小安跑进来了 跟着他们的 还有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人 她是叶家 请来照顾三个孩子的阿姨 救助在巷子里 白天在叶家 晚上就回自己家 第232章 乱那个啥 妈妈 好香呀 猪猪笑得露出小米牙 伸手就抱住叶娇的腿 叶娇低头看她 宠溺极了 小鼻猴 是不是又去哪探险了 看你脏的 嘿嘿嘿 猪猪可乖呢 猪猪擦了把自己的脸 看见袖子上的黑灰 有点不好意思 小安站在她后面 倒是干干净净的 脸上的笑也很可爱 小鼓 我们去跳房子了 猪猪滚了两圈 小安 不能说 猪猪害羞的跺脚 我只是不小心歪了一下 很快就起来了 厨房里的大人们 被她逗笑了 叶娇很照顾小朋友的自尊心 没有追问 反正有刘阿姨看着 不会出什么大事 看锅里的红烧肉熟了 女儿和小安都开始咽口水 就拿了两个小碗 给他们每人夹了几块 猪猪欢呼一声 双手捧着碗 高兴极了 两小孩蹲在院子里 小口小口的吃着红烧肉 时不时的就要交头接耳两句 刘阿姨是个很温柔的女性 家里只有她和丈夫两人 早年间有过一个女儿 但是没养活 之前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的 被叶娇 请来照顾孩子后 就把一腔母爱 都倾斜到三个孩子身上 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她抱着孩子站在门边 既能关注到猪猪 小安的情况 又能和叶娇他们说话 娇娇 你之前让我打听附近的幼儿园 我听街道办说 我们边上的那家安乐幼儿园 今年下半年就能开门了 里面有五六个老师 都是高中学历 都有教师资格证 真的吗 叶娇惊喜 有说招几岁的孩子吗 三岁以上就成 好 到时候把小安和猪猪 都送过去读书 现在的各大厂区 其实都有自己的幼儿园 路程在钢铁厂的地位很高 按道理 猪猪和小安都能入学 但是叶娇嫌弦去那边太远了 不好接送 而且钢铁厂的幼儿园 说的好听是幼儿园 实际上就是托儿所 都没有教孩子们认字的老师 夜交不太喜欢 学习的环境很重要 小朋友的专注力的培养药 从小开始 对 咱们猪猪这么聪明 可不能耽误了 张翠翠跟着点头 无条件赞同而媳妇 小安听见了厨房内大 人们说的话 怜悯地看了眼 自己边上埋头吃红烧肉的猪猪 完全不知道 妈妈已经打算让自己去学习 奋斗 乐得猪猪 一脸疑惑地 张着油油的嘴巴 眨了眨眼 小安 你看什么 没什么 小安叹了口气 伸手摸了摸猪猪的头 很是恋爱 猪猪呀 要加油呀 谁让你以后 要继承亿万家产呢 不从小就努力可不行吗 小安想起自己上辈子 拼命读书的经历 没忍住打了个冷战 她不爱读书 在学习上总是缺根筋 为了不让爸爸失望 那真的是投学梁 追刺鼓的努力啊 以至于小安后面 都有点抑郁了 再发现猪猪 轻而易举的 就能超过自己 考上名校时 更是绝望 可能上辈子 两人之间的矛盾 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源自于自己的嫉妒吧 嫉妒猪猪 能取得那般好的成绩 嫉妒她 能和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站在同一个高度上 不过 你选男人的眼光 是实在不咋地 我都要跟那个渣男分手了 你竟然还爬上他的床 想到这里 小安没远住叹了口气 猪猪更疑惑了 小安 你是吃不下了吗 我帮你吃一块 小安 我没有 我吃得下 啊 别抢我的红烧肉啊 小安再也没有那么多 多愁善感的想法了 连忙伸手 护住自己的小碗 猪猪的筷子 都夹到小安小碗里的 红烧肉了 文言很是失落 扁着小嘴垂下头 她的小碗已经空了 咕咚 想继续吃肉 小安看她委屈的小模样 有点不忍 那我分你一半 我也只有一块了 嘿嘿 谢谢小安 我就知道 你最爱我了 心满意足的 把自己的小碗凑过去 猪猪高兴的小屁股 弹了两下 两个小女孩头挨着头 边说着大人们 不懂的悄悄话 边吃得香喷喷 路程睡醒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家里静悄悄的 房内也只有一盏台灯亮着 叶娇正在台灯下看书 听见身后的动静 叶娇放下笔 转身看向她 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为了保护眼睛 她配了一副瓶光眼镜 看书的时候用 醒了 不饿 我给你留了饭菜 路程半靠在床头 朝她招了招手 叶娇不明所以地走过去 怎么了 路程伸手揽住她 把她搂进怀里 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好久没见到我最爱的媳妇了 叶娇轻笑 你睡前不是见过我 那不一样 路程摸着她的脖梗 低头吻在她眼睛上 叶娇也没问 为什么不一样 只安静地靠在她怀里 任她亲着 两人之间的气氛 温柔静静 姿势也渐渐变化 叶娇整个人被她压在了身下 双唇被稳住 呼吸交缠了很久很久 直到路程的肚子发出了 咕咕的声音 叶娇才心疼地推开她 先吃饭 嗯 路程懒洋洋的 叶娇难得见她如此模样 倒是挺有新鲜感的 伸手捏了捏她的下巴 摇晃着 怎么 小美男还想要 让朕亲自服侍 路程眉眼含笑 那女皇您愿意吗 叶娇笑了起来 点头 当然愿意 爱妃稍等 她跳了起来 到厨房端了饭菜过来 又找了个小桌子 放在床上 摆在她面前 爱妃吃吧 朕专门给你做的 一直温在锅里呢 皇上对我真好 路程煞有介事地点头 大口地吃了起来 饭菜都是自己最喜欢的 路程吃得很是满足 满足了男人的胃 男人自然也会在夜里 满足自己的媳妇 这一晚 夜交过得很是充实 第二天差点起步来床 幸好是周日 她还能歇一天 周一的时候 路程开车送她去学校 这段时间 路程忙得厉害 已经很久 没有在学校出现过了 她的车子 刚停在午觉门口 就引来了学生们 好奇的目光 真有钱 竟然开车来上学 是送妹妹来上学的吧 哪家兄妹会这么亲密 又不是乱那个傻 他们明明看见 两人牵手了 窃窃私语声不断 第二百三十三章 打脸 夜交下了车 本来想和路程道别 却发现 她欲言又止 不禁好奇 怎么了 路程扫了眼经过的学生们 牵着她的手 笑道 我听人说 大学是可以蹭课的 夜交了然的挑眉而笑 你想跟我一起上课 可以吗 路程问 可以啊 京大对外开放 不仅是本校学生 可以来蹭课 外人也行 学校和老师 对大家的积极求学 都抱着包容的态度 两人并肩走进午觉 路程见她一直在笑 心里也很高兴 眼神温柔 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这年代的学生 可没有逃课的 一个个学习无比积极 来得一个比个早 现在距离上课 还有五分钟 几乎所有人都到齐了 下一秒惊讶的瞪大眼睛 看向跟在夜交身后 进来的男人 夜交带着路程走了过来 站在过道上 隔着中间的同学们 和她说话 婷婷 我带她坐后面 哦 好的 周婷婷恍惚地点头 她给夜交站的位置 在第三排最中间 只有一个位置 现在确实不合适 夜交在最后一排 找了两个空位 拉着路程坐下 这堂课是大课 同时上课的 有上百个同学 除了熟悉夜交的 其他人并没有发觉 其中有什么不对 只有赵红自从从213宿舍搬出去之后 她就经常和几个 据说家世很好的女孩们玩耍 上课也是专门选最偏僻的位置 方便她们上课摸鱼 聊天 这就很不巧的 正好在夜交和路程 他们前面一排了 最开始她并没有发现 说得正起劲的时候 突然眼角撇到了夜交 似笑非笑的表情 吓得一机灵 接着说啊 阿红 你不是说刚才在外面 看见夜交坐车来了吗 开车的是她老公 坐在赵红右边的女孩头 也没抬 催促着赵红眼睛却盯在自己手里的化妆镜上 对镜子里自己鼻头那颗红通通的痘痘咬牙 赵红坐立难安 她能感觉到身后夜交的视线 身体僵硬的厉害 声音也磕磕巴巴起来 应该 是的吧 那她老公对她还挺好的呀 很长情了 女孩漫不经心的说 呵呵 是的吧 赵红埋着头 装模作样的翻着书 假装忙碌 算了 一个丑八怪 长不长情的都不重要 哎 我这脸上的痘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女孩话说到一半 整个人突然就愣住了 她举着化妆镜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镜子里照出来的男人 好看 她猛地回头 发现身后坐着的是一个陌生的男生 长得十分合眼圆 英俊的眉眼 嘴角的笑容 如同书里走出来的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一样 她的心跳 瞬间就不属于自己了 眼神变得火热 你 你好 路程正扭头和媳妇说悄悄话 心里很期待 接下来能和媳妇一起上课 突然被前面的女生打断 路程的眉头微微皱起 想着面前的是媳妇的同班同学 还是耐下性子朝她点了下头 看见她点头 女孩更加激动 她整个身体都快要趴到后排了 同学 你也是外语系的吗 我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她下意识地放柔了声音 嗓子更显得娇媚打气 头微微歪着 想让自己更加娇俏漂亮 叶娇淡笑着扫了眼头 也不敢回的赵红 在看向说话的女孩 她不是我们的同学 女孩这才注意到 路程和叶娇两人靠得很近 这个距离远不是普通同学会有的 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探究地在二人之间扫视着 你们是 赵红应该跟你说过吧 嗯 女孩疑惑了 伸手推了推 一直沉默不语的赵红 阿红 你认识他们 赵红刚大的不行 她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 把她之前造谣的那些话都听了去 又是不是想要报复自己 阿红 女孩不悦地加大力道 再的 赵红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有点局促 转身看向叶娇和她打招呼 娇娇 好久不见 嗯啊 好久不见 叶娇笑眯眯地点头 我听说 你一直造谣我老公又老又丑 路程言脚抽了抽 扫了眼赵红 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她 赵红尴尬地笑了笑 摇头 没有啊 不是我 叶娇似笑非笑地看向她 坐在赵红身边的女孩 却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瞬间就风锐起来 赵红这是什么意思 想让那个男人误会自己 她气得不行 立马就反驳起来 就是你说的 说叶娇爱慕虚荣 为了钱愿意嫁给老男人 还说她以色适人 总有一天会色衰爱吃 赵红坐立难安 脸上冷汗都冒出来了 周边的同学都好奇地扭头看了过来 耳朵竖起 叶娇早就知道 那些关于自己的八卦 只是留言这种东西 越解释就越真实 但是并不代表她是圣人 会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叶娇笑了起来 双目锁定赵红 淡定的晚上身边男人的手臂 可能上次你没有看清楚吧 正好今天我对象 过来陪我上课 你可得好好记住 话音刚落 周围的同学们都激动了 大家焦头接耳 目光落在叶娇和陆成身上 眼中的赞叹居多 原来叶同学身边的男人 就是他对象呀 他们俩感情真好 是啊 明明就是狼才女貌 之前赵红还说是又老又丑的农民 长成这样的农民 我挺愿意的 真没想到 赵红会这么诋毁自己的同学 听说他们之前 还是同一个宿舍的呢 是啊 赵红说 是被213宿舍的人集体排挤 他才不得已搬出来 现在看来 是赵红自己太过于极品了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只稍微联想了一下 就明白了 赵红在其中做了多少手脚 顿时 看向赵红的眼中 就带上了厌恶和疏离 赵红埋着头 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利剑 每一道视线都在凌持自己 终于 赵红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脸色苍白 猛地从座位上起身 朝着教室外就冲了出去 同学 你怎么了 要上课了 赵红冲得太快了 差点把走进来的老教授给撞到 老教授喊了他两声 见他捂着脸跑了 赶忙让门口的学生追去看看 他自己则如常递进入教室 走上讲台 开始讲课 这节是科学技术课程 讲的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资讯 老教师早年去过俄罗斯 也到过美利国 俄语和英语都说得非常流利 时不时的就会用英语 念一段国外的新闻 当他念到最近的一则新闻时 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了骄傲的笑容 第234章 骄傲 我们华国现在也有很多技术 走到了世界前沿 比如最近面试的小灵通 比如台式电脑 比如彩色电视机 这些产品 虽然是欧美国家最先使用商 但是我们国家的最新一代产品 在性能上 外观上 性价比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欧美 把他们狠狠落在后方 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骄傲 以后大家站上了国际舞台 也记得挺直自己的脊量 我们华国不差 听了老教授的一节课 路程的心情一直高昂着 拉着夜交的手 走在京大广阔的校园内 心跳迟迟降不下来 夜交任他牵着 陪他一圈圈地逛着学校 好久之后 路程才停下了脚步 伸手将他搂紧怀里 娇娇 媳妇 我要更努力才行 有很多人在期盼呢 嗯啊 我们一起努力 说到做到 接下来的日子 路程更拼命地工作 周一到周五 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验和生产中 除了每周五雷打不动地过来接夜交回家 其他时候 路家人都别想见到他的身影 孙盈盈的办事处最后选在了三环最大的商场内 是之前夜交看中的小二层 一楼是店面 二楼做办公室 夜交弟夫妻跟着一起忙忙碌碌 夏和辣椒酱的生意很顺利地就做了起来 半年时间 京城内三分之一的商店都有了他的生意 年末清算账目的时候 他们的营业额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两百万元 作为厂长的余文轩 还专门过来了一趟 给他们颁发了优秀员工的证书和奖金 夜交弟和陈大海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他们并没有搬出路家的四合院 却坚持清姐妹名算账地按照试价付了租金 下半年 朱朱和小安都被送去了幼儿园 陆建国和张翠翠劳两口突然就空闲下来 很不适应 整天忙忙碌碌的时候 劳两口挺健康的 这一休息倒是不行了 夜交上课的时候 接到婆婆的电话 吓得手脚都软了 赶忙和教授请了假 打了车赶到医院 他冲进病房 上气不接下气 急切地看向病床上脸色苍白的陆建国 爸 你没事吧 陆建国瞪了眼自家老伴 有点不好意思 娇娇 爸没事 就是起身的时候快了点 不小心晕了过去 张翠翠心有欺欺然 你还敢说 一大把年纪还学人家做深蹲 明明已经扛不住了 还咬牙坚持 要做到一百个 我在厨房里切菜 突然就听见了你倒在地上的声音 差点没吓死 陆建国动了动嘴巴 没敢继续说话 夜交已经看完了床边的病例 发现医生的诊断只是运动过度 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爸 你下次别过度运动了 咱试上就行 陆建国愣的点头 嗯 爸知道了 哼 张翠翠之前很担心 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把自己手里刚削好的苹果 塞进老头子手里 没好气地说道 你就是不服老 整天觉得自己才二十岁 一点都不安分 夜交在边上笑了笑 没插话 等两人都安静了 这才笑着问 妈 是玉萍送你们来的吧 他人呢 陆建国倒下了 张翠翠当时急的不行 偏偏刘阿姨带着小宝出门了 家里就剩下他们俩 幸好隔壁院子的秦玉萍 听见了他的呼救声 跑过来搭了把手 张翠翠到 他去拿药了 那我去找他 既然自己来了 夜交肯定不能单坐着 夜交找到了秦玉萍 看着药单上的一大串 让他先回病房 自己去找了医生 谢谢医生 麻烦您了 得到了医生的回答 夜交安心了 边笑着道谢 边走出医生办公室 娇娇 夜交回头 惊喜地瞪大眼睛 贺少 你怎么在这里 来人正是好久不见的贺敬成 他不是一个人 怀里还抱着一个 大概三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并黏黏的窝在他肩头 只露出一只眼睛 窃窃的看向夜交 贺敬成抱着孩子走过来 几年前那种吊锅当的 风流公子哥的气质 因为时光流逝而发生了变化 他变得更加沉稳 眼神也更加温和 我过来投资 夜交眨了眨眼 隐约听说过 会有一批爱国商人回国 原来里面就有贺敬成啊 贺敬成看着他 眼中有复杂情绪 一闪而过 你没怎么变 岁月好像格外爱惜他 自己已经变得沧桑 他却依旧年轻 眉眼间带着纯粹 双眼清澈明亮 夜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家猪猪都上幼儿园 我肯定老了不少 没有 贺敬成略有点急切地摇头 你 爹爹 我困了 他怀里的小女孩声音小小 却恰到好处地 打断了贺敬成的话 夜交笑道 这是你女儿 这些年 他们的联系仅限于生意 并没有设计私人 就算是贺敬成 给猪猪送各种礼物 夜交也会送他 同等价值的礼品 有来有往 维持着淡如水的交情 这还是 第一次见到贺敬成的女儿 夜交挺好奇的 之前也没听说 贺二少结婚呀 婚姻大事 一般都是瞒不住的 也是商业来往 最好的一个场合 贺敬成神色淡了些 把女儿往上拖了拖 笑着点头 嗯 这是我女儿乔一 依依 叫阿姨 贺乔一缩着身子 用一只眼睛 打亮着夜交 小嘴抿着 不开口 贺敬成尴尬不已 夜交赶忙摆手 没事没事 小朋友身体不舒服 很正常的 贺少 你还是先带他回家吧 贺敬成本来打算 多跟他说几句话 文言 暗自叹了口气 笑道 好 那我们先走了 下次有时间再联系 没问题 你有我的电话的 随时聊 夜交松了口气 朝他挥手道别 等贺敬成父女俩离开后 夜交这才返回公共的病房 一路上都在想 贺敬成的女儿 到底是跟谁生的 唉 八卦之心呀 控制不住 他打算回家后问问路程 路程在外面走动的更多 消息肯定比自己灵通 娇娇 你爸没事吧 张翠翠有点急切的追问 夜交赶忙扶住他 没事没事 妈 您先坐下 秦玉萍在边上笑着点头 我刚才就跟阿姨说过了 他偏不信 就是要亲耳听你说 第235章 绽放 陆建国在医院住了三天 本来第二天就能出院了 被夜交压下来了 他想着反正来医院了 正好可以给老两口 做个全身检查 于是就又压着陆建国 多住了一天 陆建国和张翠翠 这几年吃得好 睡得好 一番检查下来 除了有点骨质疏松 其他都没啥问题 夜交松了口气 这才带着二老回家 周末的时候 路程回到家才知道 自家老爸住院的事 辛苦你了 一家人 说什么两家话 夜交腻了他一眼 给他下了碗面 上面握了两个荷包蛋 路程吃着面条 心里和身体 都觉得暖洋洋的 咱们的手机 已经有眉目了 夜交惊喜的瞪大眼睛 这么快 是我想要的大屏幕吗 上辈子用习惯了大屏手机 夜交在提出设想的时候 就和路程说过了 路程咬着荷包蛋 摊手 目前只有按键手机 大屏幕在实验室 已经做出来了 距离量产还太远 我们的制造业跟不上 好吧 夜交叹了口气 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倒也没有太失望 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明年初 还有好久 现在才1978年4月 嗯呐 产量跟不上 我们会先在港城铺货 先多赚点外汇 等有钱了 就能去买国外的先进机器了 还是受制于人呀 夜交拖着腮 会好的 路程没眼间 带着十足的自信 这些年的成功 已经缓解了他的焦虑 给了他更多底气 他夹起荷包蛋 送到夜交嘴边 温柔地说 相信我 夜交知道自己不吃 他肯定不开心 无奈地笑了笑 凑过去咬了一口 吃到嘴里的时候 觉得甜蜜极了 母鸡下这颗蛋的时候 肯定心情很好 才会让鸡蛋都带着幸福 我当然相信你 一直都很相信 吃完迟到的晚餐 路程去刷锅洗碗 夜交走到隔壁房间 自从上了幼儿园 猪猪就是一个人睡了 说是要养成独立的好习惯 于是 夜交就把主卧旁边的房间 一分为二 猪猪和小安一人一半 一间房面 即约十平米左右 他们俩现在还太小了 卧室面积太大 对身体不好 不聚气 半夜醒来 也很容易心生恐惧 猪猪的房间是粉色的 盖着的被子 也是张翠翠 专门给她做的粉色小兔子 真不怕冷 夜交嘴角微扬 轻手轻脚地把被子 从她的腿下抽出来 给她盖好 又拿床头的玩偶 压在背脚 妈妈 猪猪翻了个身 嘴巴嘟起 喃喃自语 眼睛还是闭着的 排骨好香 夜交差点笑出来 还以为这丫头梦到自己了呢 没想到是梦到排骨了 小吃货 出了猪猪的房间 夜交打开小安的房间看了眼 差不多的内部装修 小安选的是淡黄色 房间可比猪猪的整洁多了 她睡觉也是端端正正的 被子盖得很严实 夜交放心地关上门 重新回房 路程正在泡脚 看见她就招手 猪猪踢被子了 一问的句是 说的却很肯定 是啊 她睡觉不老实 夜交挨着她坐下 把头靠在她肩头 他们俩难得见面 每次见到都跟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得初恋情侣似的 路程总想挨着她 夜交现在都习惯了 已经会自动自发地送上门 这一点跟你很像 路程轻笑 雌性的声音 荡漾在她耳边 喂 夜交瞪她 伸手戳向她腰间的痒痒肉 我哪睡觉不老实了 路程哈哈大笑 手忙脚乱地抓住她 把她禁锢在怀里 打趣地说道 如果不是我每天晚上都抱着你 你早就滚下床了 胡说 夜交死不承认 耳朵却悄悄红了 不止是抱着 这男人简直是树袋熊时地 巴着自己 双脚要夹着 双手要还着 战友欲十足 我从来不胡说 路程凑到她耳边 舔了舔 声音低沉带笑 你今天真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夜交按字咬牙 打算给她点教训瞧瞧 下一秒 她的双手灵活地转了一下 很轻易地就挣脱了路程的控制 猛地把她扑倒在床上 手伸向她腋下 哈哈哈哈 媳妇 我错了 真的错了 路程非常怕痒 除了腰间的痒痒肉 更不能碰触的 就是腋下和耳朵 夜交得意痒痒 趴在她身上 朝她耳朵吹气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说 我晚上睡觉老不老实 哼 小样 哈哈 老实 老实 非常老实 路程抱着她 在床上翻滚了好几圈 躲不过 只能缩着脑袋 连连求饶 算你识相 夜交满意了 松开了自己的手 直起腰 直不起来 喂 放开我 这男人想做啥 加班不累吗 不放 路程低下头去 隔着衣服 咬住了她胸前的命脉 别 夜交的声音软得不像话 手上力气瞬间被卸下 路程的脸上 还带着刚才笑出来的红韵 抬起头的时候 眼角眉梢却已经戴上了玉色 她舔了舔自己的唇角 一把掀开夜交的衣服 这次是直接的碰触 点点红眉绽放 出血的洁白 衬托出她的艳丽 夜交没想到 和贺敬成的第二次见面 这么快就到来了 可能是默认港城来的商人们 普通话都说的不咋地 为了让他们更快的融入大陆 也更能体现出 大陆人民对他们的欢迎 外招办专门到京大 请了十几个同学来充当翻译 夜交因为成绩出色 口语极佳 是其中的一员 贺先生 您现在看见的这一片 就是我们京城的高新园区 基建部分已经全部施工完毕 坐在车上 夜交尽职尽责地介绍着 同车的除了贺敬成 还有一位外招办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要巧合 他们这些翻译员 是随机分配的 为了不宣兵夺主 并没有表现出 和贺敬成之前就认识 贺敬成微微点头 往窗外看了一眼 很快又把视线落在了他身上 夜同学 你有什么建议吗 夜交想了想 说道 贺先生 您家在港城是最大的商超连锁 HF Shop Mel 更是遍布全球 年初刚开了第2003家 实力雄厚 第236章 吃醋 嗯 贺敬成一身鼻挺的黑色西装 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很认真的听他说 坐在副驾驶的外招办人员 眼中闪过一抹深意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这位年少有为的贺先生 是不是对负责翻译的女同学 有点意思 自己单独接待他的时候 他挺冷淡的 有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感 现在怎么突然 就如此平易近人 嘴角好像还带着笑 看着后视镜里正在说话的两人 他脸下眉眼 眼去内心更多猜测 HF Shop Mel 货架上的商品 很多都是贺氏旗下的自营品牌 你们的工厂 现在建在东南亚 叶娇笑着说出自己知道的内容 贺敬诚轻笑着点头 叶同学对我们贺氏很了解吗 贺氏早期是单纯的 品牌 为了让入住的品牌们 认可他们的公平公正公开 贺氏是不设计商品的 但是这些年 贺敬诚接手了部分业务 为了不让供应商卡住自己的咽喉 贺敬诚从最开始的 引进更多新品牌 比如夏和辣椒酱 到自己投资建厂 开始做自营品牌 五年时间 贺敬诚给贺家带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也进一步提高了贺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连锁商城 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用它们来吸引顾客 贺氏的自营品牌就是 HF Shopmail的拳头产品 质量上加 价格低廉 把其余供应商的产品比到了尘埃里 质量肯定是靠扎实的材料来保证 价格低廉 依赖的就是低价劳动力 夜娇笑了笑 为了能更好的接待您 我提前做了些功课 贺敬诚承认自己很高兴 身体都跟着放松了 语气也变得更加随意 坐在副驾驶的外招办人员 还诧异的回头来看 贺敬诚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只笑着对夜娇说道 既然夜同学对我已经足够了解 那能否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今世的优势 夜娇 我是对你们贺氏了解 不是对你了解啊 夜娇内心吐槽 脸上的笑容不变 当然 首先我们大陆能提供更具有性价比的劳动力 他把看过的资料都说了一遍 贺敬诚边听边点头 在夜娇感觉自己嘴巴都要说干了时候 他们的车子终于停下了 贺先生 我们在世纪酒楼订了午餐 希望您喜欢 副驾驶的外招办人员 在车子停下的第一时间就跳了下去 走到后面给贺敬诚开门 夜娇跟着下了车 外面已经站满了人 十几位爱国商人和外招办的领导们在一起谈话 领导们带着自己的全能秘书 用不上他们这些学生充当翻译 学生们就趁机喝水 休息 顺便聊一聊自己接待的外宾 温水 面包室外招办提供的 夜娇边喝水 边听其他人小声交流 李先生很和暗 还跟我讲了港城那边的事情 真是大开眼界 是啊 我接待的那位墨女士 看着冷冰冰的女强人模样 实际上人也超级好 很耐心 夜娇 你接待的是贺先生吧 他人怎么样 夜娇正听得津津有味 突然被Q 看向说话的女孩 认出了她是大四的学姐方雪梅 方雪梅笑起来的时候 右脸露出浅浅的酒窝 只有单边 却显得很是可爱 她是十几位外宾里最年轻的 长得也最好 是不是也最温柔 这话说的 夜娇暗自择舌 没想到贺敬成那张脸 竟然还有人 能从上面看出温柔来 不都是浪荡不羁 她心里吐槽 脸上没有带出分喉 很淡定的笑了笑 他人也挺温和的 等了好一会儿 见夜娇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方雪梅有点急切的追问 除了这个呢 没有别的了 夜娇贪手 没了呀 我跟她又不说 以后在他们面前 要咬定这一点 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 方雪梅瞪眼 娇娇又没有说错 我们做的是翻译 只要尽了责任就行 外宾是怎样的人 和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不应该私下讨论 距离夜娇有点远的孙家 看不过去 插了一句 她拿着水杯 走到夜娇身边 抿着唇瞪向方雪梅 表示自己对夜娇的支持 方雪梅看着他们俩 吃笑出声 算了 懒得理你们 作为学姐好心提醒 希望能帮到你们而已 既然你们不领情 那就算了 说着 她甩头就走 带走了在场一半的学生 孙家不懈地撇嘴 安慰夜娇 娇娇 娇 你别理她 她就是极度 你能分到贺先生那边 夜娇挑眉看向自己的摄友 她看上贺先生了 嗯 孙家抿了抿唇 看周围没人 凑近夜娇耳边 小声道 我听说方雪梅家有点关系 提前知道了外宾的信息 本来内定要去接待贺先生的 没想到贺先生临时想要一位北河人 说是自己有很多北河市的朋友 和北河人更好交流 夜娇 行吧 原来不是巧合 外宾们在高档厅吃饭 一时半会不会结束 外招办的人就来喊学生们 分批去吃午饭 夜娇和孙家讲了两句话 就停下了 跟着大家 活儿走进酒店 这场接待会进行了三天 基本上每位商人都和外招办 签订了合作一项书 外招办的领导们非常满意 在夜娇他们离开的时候 还专门给大家额外送了礼物 回到学校之后 学校还给夜娇等三位表现最优秀的学生 发了奖状 夜娇喜滋滋的把奖状拿回家 压在书桌的玻璃下面 低头就能看见 这可是他上大学后 收到的第一张奖状了 让陆成有点吃醋 他双手插腰 站在夜娇身边略有点不满 贺敬成那小子给你的奖状 怎么可能 这是学校给我颁发的 陆成撇嘴 有点吃醋 听说他你投资一千万建成 是啊 贺敬成的这笔投资可不是异想 那是实打实地落地了的 可把外招办高兴坏了 狠狠地表扬了夜娇 金大给他颁发这张奖状 也有这个因素在内 哼 陆成冷哼 夜娇仰头看他 嘴角的笑很是促暇 吃醋了 他伸手还住陆成的腰 轻轻地摇晃着 陆成很喜欢他依赖自己的模样 冷漠是装不下去了 眉眼温柔下来 我还没给你争取过奖状呢 第237章 惊天动地 夜娇还没有从自己拿到奖状的喜悦中 缓和过来 学校就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娇娇 夜娇刚走到宿舍楼下 就被冲出来的周婷婷三人拉住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怎么这么着急 夜娇惊讶地看向他们 等会儿说 周婷婷满脸焦急 四下望了望 拉着他往边上的小树林走去 剩下的两人也赶忙跟上 四人在树林深处站定 周围空无一人 夜娇正疑惑呢 下一秒 周婷婷咬着牙抛出 炸弹 佳佳跑了 夜娇一愣 跑了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封信 周婷婷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信封的给他 看乾琳和李嘉瑜的表情 他们应该已经看过信了 夜娇接过来 看完之后 脸色也变了 乾琳咬着唇 向来开朗可爱的人 此刻也不免染上了愁绪 佳佳是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他其实只是想出去散散心 很快就会回来的 周婷婷瞪向他 他信里写得很清楚了 他已经跟着前几天过来的外宾去港城了 不会再回来 内向的李嘉瑜 捏着自己的手指 很是忐忑 鼓足了勇气才敢开口 其实 我前两天就发现他不对劲了 他把自己没有用完的雪花糕送给了我 里面还有三分之二的量 孙家从来没有和同寝室的人 说过他的家庭情况 但是从他的吃穿用度上 大家都能看出来 孙家家里条件并不算好 这两个月来 他所有东西都使用得很珍惜 雪花糕价格不便宜 怎么舍得送出去大半罐 娇娇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看夜娇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 周婷婷忍不住问道 他们三人此时就跟失去了主心股市的 眼巴巴地看着夜娇 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正确答案 夜娇眉头紧皱 觉得事情很棘手 这事暂时不能声张 我先找人问问看 把家家的情况打听清楚 再说后面呢 对了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家家 是什么时候 周婷婷和乾陵琪琪 看向李嘉瑜 李嘉瑜搅着自己的手指 低声道 我应该是最后见到家家的人 昨天我们俩一起在一食堂吃的晚饭 饭后 我约他去图书馆看书 他说自己有点不舒服 要回寝室 我就自己去图书馆了 等我十一点回到寝室 他的床帘已经放下来了 我以为他睡着了 就没有打扰他 今天早上 我们洗漱完毕 要出门上课了 我担心他 喊了他几声 他没有回答 我就掀开了他的床帘 他没在床上 被子上放着这封信 夜娇宁眉 也就是说 他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昨天晚饭时候 嗯 三人齐齐点头 自那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 好 夜娇点头 看向周婷婷 婷婷 婷婷 你等会儿去找辅导员 帮我和佳佳请一天假 其他人正常上课 你要去哪儿找她 周婷婷拉住转头 想走的夜娇 有点担心 夜娇笑道 我自然有办法 你们放心 看三个女孩着实担心 她抬出了路程 你们忘了 我对象是做什么的了 她的人脉很广 夜娇曾经跟寝室里的女孩们 透露过 路程是成风集团的股东 还参与过很多次 国家级的重点项目 三人文言 放心了不守 周婷婷点头 成 那家家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可以给我打电话 周婷婷家有钱 早就买了小灵通 方便联系 好 夜娇硬下后 脚步匆匆的离开 她也没有离笑 而是另外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拨打了贺敬城的电话 贺敬城和那批外宾是一起的 他应该会有最靠谱的消息 喂 娇娇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头的贺敬城声音里透出惊喜 夜娇心里咯噔一下 突然有点后悔 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笑着回答 贺少 你回港城了吗 没有 我现在在深城 不知道是不是从夜娇话里听出了客气 贺敬城的语气也变得平和淡然 还没离开大陆就好 夜娇眼中闪过欣喜 您是和其他外宾在一起吗 我想请问一下 里面是否有我们学校的学生 贺敬城的声音停了几秒 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人已经回港了 有学生跟他们一起走了 仅仅直言片语 贺敬城就猜到了大致情况 这种事情他见过很多 很多人拼了命都想越过那条线 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早期是自己偷渡 现在是千方百计的跟随其他人一起走 夜娇沉默了一瞬 轻轻的恩了一声 贺敬城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我会联系他们 他顿了顿又道 如果那个学生真的跟他们在一起 你要怎么做 夜娇拿着电话 踢了踢脚下的石子 脸上表情复杂 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要跑 明明拼尽了权力 考上了精大 明明成绩很好 只要读完大学 就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 为什么他能舍弃这一切 跟着只见过几面的外宾 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岗城去 外面真的有这么好吗 贺敬城的动作很快 只一个小时后 夜娇就接到了 从岗城那边打过来的电话 小灵通还不能跨境对话 夜娇找了个座机 花费了几分钟时间 才成功和对面的人说上话 电话接通后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好久才开口 娇娇 夜娇情绪很平和 拿着电话坐在柜台前面 很轻松地笑着问他 佳佳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帮你跟辅导员请了一天假 迎接他的又是一阵难言的沉默 好久之后 孙家才苦笑出声 娇娇 我不回来了 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的事情吧 其实我是从村里逃出来的 我八年前就下乡了 一年前实在是扛不下去了 才嫁给了村里人 可是命运折磨人 我坚持了七年 没有看见希望 刚结婚就恢复高考了 我不甘心 想要参加高考 婆家不同意 我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他们 才拿到高考证明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他们又不让我来学校 我半夜跑了 本来想着等待我的是光明的未来 可惜 我命不好 几天前 我在学校门口看见我丈夫了 他抱着孩子 带着十几个人在门口问 有没有人见过我 第238章 抢先上市 叶娇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没有经历过孙家的痛苦 也没有资格评价他的选择 只能保持沉默 娇娇 我不想被他们抓回去 我想过不一样的生活 我知道我这么做 很对不起学校 也很对不起我的孩子 我以后会弥补的 但是现在 我真的不能回去 娇娇 对不起 叶娇闭了下眼睛 语气也变得严肃 孙家 不论你有什么样的苦衷 你私自出境是事实 我会如实禀报给学校 学校会做出什么处置 我也不知道 电话那头的孙家松了口气 这个后果 已经想过了 也能承受得住 停顿了一下 他说道 娇娇 谢谢你 本来孙家以为 自己到了港城就成功了 他真的没想到 同寝室的叶娇 竟然能量如此之大 他刚跟着自己之前负责接待的外宾 踏入港城 这位外宾就接到了电话 外宾让孙家自己处理好后续事宜 否则只能把他送回大陆 那一瞬间 孙家绝望极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给叶娇打了这通电话 他叶娇会阻止自己 把自己之前的痛苦河盘拖出 希望能打动他 幸好 结果并不坏 叶娇不会插手这件事 叶娇闽纯 你不用谢我 我没有为你做任何事 他不会动用自己的关系 去阻拦孙家 也不会帮助他 一切都公事公办 这是孙家的选择 产生任何结果 都由他自己承担 得到了答案 叶娇挂断了电话 也第一时间把消息 同步给了周婷婷他们 三个女孩听完后 也沉默了很久 之后才决定 把消息上报给辅导员和学校 接下来的事情 叶娇没怎么关注 只知道 学校下大力气整顿纪律 之后再也不外放学生们 去做接待工作 孙家的事情 导致了精大的学生们 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 锻炼自己的机会 对此结果 叶娇只能暗自叹气 为了补上这个缺口 叶娇找了周婷婷等人 在学校里 弄了个英语角 在英语角 同学们可以自由交流 叶娇也会把自己 弄到的资料拿出来共享 尽可能地和大家一起进步 五月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儿 吹来了一阵风 外语气的同学们 开始流行听英语词带 还不是之前 乘风随身听那种词带 叶娇在宿舍里 偶然看见周婷婷 拿出来的词带 有点恍惚 黑色的外壳 十公分不到的正方形模样 说是磁带 更像是可随身携带的硬盘 娇娇 这个磁带可以存五十首歌呢 容量比乘风那款随身听 大了足足五倍 配套使用的Walkman外形 却只有随身听的三分之一 周婷婷手里把玩着 只比磁带大上一点的Walkman 脸上笑容非常灿烂 娇娇 你要不要玩玩 手感可好了 叶娇接过来 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 不得不承认 他的外形很漂亮 金属的外壳 他上辈子不记得有这样的产品出现过 上辈子 好像用完了随身听 他就用上了MP3 现在手里 这个叫Walkman的东西 和上辈子的Walkman 完全不是一种东西 好像历史拐了个弯 出来了一种 介于随身听和MP3之间的中间产物 看叶娇一直打量 周婷婷很是大方地白手 你拿去玩吧 这和磁带里的歌我都听完一遍了 好 谢谢婷婷 叶娇高兴地硬下 抱着周婷婷的身体摇晃着 这里面第三 七 十五 这三首歌最好听 娇娇 你一定要听听看 好 叶娇一点都不矫情 接下来两天 用周婷婷的Walkman 把磁带听了两遍 周五的时候才还给他 阿诚 我们的MP3什么时候 能上市 回到家 扔下背包 叶娇第一时间跑到陆成身边 这段时间 陆成又开始忙了 叶娇心疼他 拒绝了他的接送服务 今天是自己坐公交车回来的 陆成正坐在沙发上 陪猪猪和小安做手工呢 文言笑着抬起头来 明天中午十二点将会在港城首发 叶娇挨着他坐下 我这两天用了婷婷的Walkman 体验还挺好的 比起我们的MP3呢 陆成坐直身体 不着痕迹地收回一只手 头摸地握住了他的手 小安抬头看了眼他们俩 了然地把陆成那一侧的硬纸板 拿到自己面前 打算自己动手风衣足时 叶娇笑了起来 那当然是我们的MP3更好用 Walkman的磁带 一次性可以放入五十首歌 我们的可以放两百首 而且还能放入其他资料 只要有电脑 就能从我们的官网下载免费的资源 这几个月时间 陆成早就准备好了各种音频 视频资源都是正版资源 顺便跟各大影视公司都打好了关系 嗯啊 我们的专卖店都已经准备好了电脑 只要消费者需要 随时可以去店里下载最新的资源 前三次免费 之后的按照数量付费 或者可充值VIP 长久的资源提供 既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又能让他们的使用频率提高 还能拉上各家公司一起入局 把蛋糕持续做大 形成良性循环 叶焦是很支持正版的 只有让付出的人赚到了钱 他们才会有动力去创新 M国去了趟华国 再次回到M国的福特等人 这几个月过得非常惬意 依靠爱丽丝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们成功地拿到了 乘丰集团最新的技术 可惜的是 福特之前一直防备着 同行的琼斯等人 并没有把所有资料都给他们细看 爱丽丝能记住的 也只有最重要的部分 导致索亚公司 只能又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去破解其他细节 但是幸好 经过研究员们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 终于赶在成峰集团发布新作品之前 抢先把Walkman上市了 Walkman上市一周 就引发了全球抢购 仅M国境内就已经售出了百万台 这一下真的稳了 福特端着红酒杯 羊躺在游艇上 舒服地眯起眼睛 他鼻梁上挂着墨镜 左右手各做了位穿着清凉的女郎 听完大哥大那头的人传来的消息 福特扔掉手机 双手摊开 分别抓向两位女郎的敏感部位 很是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我马上就要赚到一大笔美刀了 哈哈哈哈 爱丽丝也在游艇上 不过她坐在游艇最前方 半靠着船弦 离男人们远远的 不想去看那辣眼睛的画面 听见福特猖狂的大笑声 也只是无语的撇撇嘴 并不想理会 爱丽丝不要这么无趣嘛 过来 我们一起喝一杯 福特左拥右抱着 还不想放过爱丽丝 眼睛猥琐地在她的腰臀处扫荡着 爱丽丝无动于衷 自顾自得 戳饮了一口红酒 我没兴趣 你不会真的看上 那个华国男人了吧 边上的琼斯 依旧是一派高智商 法律人的模样 在游艇上 还要穿着她 那身黑色西服 似笑非笑地 看向爱丽丝 爱丽丝脑中 浮现出几个月前 见过的那张 具有东方神秘魅力的脸 如果不是 福特他们提起 他还不知道 自己竟然能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记起路程的模样 直恍惚了一瞬 爱丽丝就恢复了 看来琼斯和梵特 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第239章 算计落空 福特心情好 被他骂了 也不放在心上 反而很是惬意地 摊开四肢 悠闲地晒着太阳 叮零零 他随手放在旁边的大哥大 发出尖锐的铃声 福特懒得接 电话响了一轮 停了几秒 又再次响起 谁啊 这么没有眼力见 打不通还不知是什么意思 念念叨叨的 福特还是被烦躁地推了 把身边的美艳女郎 让他把电话拿过来 喂 福特 你胆子真大 他妈的 竟然敢骗我 你等着 我不弄死你 就不叫索亚 福特被他骂得莫名其妙 他虽然是福特家族旁之的人 但是走出去 也是有点面子的 这次为了赚笔大钱 给索亚干了几天活 自认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方不敢谢他 竟然还敢打电话 过来骂他 福特眉头竖起 坐直身体 把靠在他身上的两个女郎 吓了一跳 刚想重新靠近他 被福特不耐烦地挥开 滚 女郎们不敢多话 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福特这才把注意力 放在电话上 也跟着怒吼 索亚 你什么意思 我帮了你一次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电话那头的索亚 都被气笑了 福特 你和你的人干了什么 自己心里有数 这次 你害我们索亚集团 损失上千万美金 就等着我们的报复吧 福特更加疑惑 你到底在说时 没等他说完 对方已经直接挂断电话 卧槽 福特一脸无语地 瞪向手里的大哥大 琼斯和爱丽丝放下酒杯 朝他看了过来 二脸疑问 福特贪手 撇嘴 我也不知道索亚是发什么疯了 说我们害他们 损失了上千万 此时 一道声音从下方传来 福特 不好了 三人面面相去间 没有跟着他们 一起在甲板上晒太阳 而是选择窝在船舱睡觉的凡特 脸色难看地冲了上来 发生什么事了 爱丽丝宁没问到 福特没心没肺 他却是细节控 从刚才的三言两语中 已经察觉了蹊跷 凡特的 成峰集团 刚才发布了最新产品 是什么 福特也察觉了其中的不对 忍不住追问 是一款叫MP3的东西 MP3 福特三人异口同声地发出问句 那是什么东西 看到他们疑惑的表情 凡特表情更加难看了 他们几人真的是被对方玩弄于鼓掌之间 沾沾自写了几个月 原来都是别人的笑话 从业十几年 凡特向来无往不利 没想到 这次摔得这么惨 但是此刻不是发怒的时候 凡特耐下性子 解释道 据说MP3的大小 只有两根手指长宽 厚度低于两厘米 但是 他却能一次性容纳一百首歌 还能从internet上 下载其他音频资源 不定时的更新 不可能 福特拾口否认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这么小的尺寸 磁带放哪 索亚集团的磁带 已经是目前技术 能做出来的最小尺寸了 而且 这是索亚集团的专利 福特敢保证 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能做得比索亚集团更好 更小 凡特双拳紧握 强行压抑自己的怒火 一口气压制在肺部 导致他的声音 都变得沙哑 他们不再试用磁带 而是直接在MP3的主机内 嵌入芯片 可供存储数据 听到这里 一直强撑着的爱丽丝 手臂彻底软了 整个人摊坐在椅子上 脸色苍白的厉害 那我用尽心力记下来的那些资料 过目不忘 也是有代价的 消耗的是爱丽丝的生命力 基本上没使用一次 她都能感觉到 身体超负荷的疼痛 她消耗生命记忆下的资料 现在却被证明 只是垃圾 爱丽丝难以接受 凡特叹气 那些资料 应该是陈丰集团 故意泄露给我们的 我不信 福特固执地摇头 咬牙切齿 我们的行动很严密 对方不可能发现 而且 我现在还跟北河市的领导 保持着紧密联系 昨天下午刚通过电话 他们并没有异常 态度一直非常卑微地询问我 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陆签约 福特挺享受这种被恭维的感觉 她在福特家族地位很低 知道的人都不会恭敬她 她一直以来收到的都是鄙夷 和在华国大陆 享受到的完全不同 爱丽丝却没有她这般自欺欺人 我让船长把游艇开回去 我要亲眼见到 乘风集团的产品 福特嘴里虽然说着不相信 但是爱丽丝提出回城 她却并未拒绝 四人的游艇 很快就回到了岸边 来不及和跟过来的女郎们告别 福特几人脚步匆匆地走了 图留下几个穿着清凉的女郎 面面相去 之后女郎们在圈子里 传播了福特不行的言论 如果不是不行 怎么可能放着 她们这么美严的女郎不下嘴 乘风集团的发布会 路程并没有出面 全权由张兆负责 张兆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 面对媒体们早已经泰然自若 自信无比地将MP3介绍了一遍 他灵动的操作按钮 小巧的身形 流线型的弧度 多达12种的配色 刚摆上货柜 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乘风集团还在港城时代广场投了广告 大屏幕上的广告循环播放着 路人们也忍不住驻足观看 时代广场 角落的糖炒栗子店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吴彦西眉眼温柔 安静地排着队 时不时地就转头 看两眼人山人海的乘风专卖店 虽然看不清店内 正在开发布会的人 心中却满是爱意 您好 我想买一斤糖炒栗子 好的 下晚您拿出干净的毛巾 把煤炉上的台面擦了一遍 煤炉放在外面 糖炒板栗的香味会传播得更远 但是灰尘也不可避免的更多了 每隔几分钟 爱干净的下晚您 总会拿毛巾擦拭一遍 她收好毛巾 漂亮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迅速地装好热腾腾的栗子递过去 女士 您的板栗 谢谢 吴彦西小心地抱着栗子 走回乘风专卖店 心里甜蜜地想着 等会儿可以和阿赵一起分着吃 下晚您忙了好一会儿 向清秀的男孩 关心地看向他 下晚您温柔地笑着摇头 不累 有你帮我炒栗子 我只需要包装 收钱就行了 哪会累 嗯 那你坐一会儿 我把炒好的栗子倒进去 嗯 第240章 做个好男人 下晚您听话地在边上坐下 看男孩动作 熟练地把栗子倒进锅里 翻炒了起来 爷爷 你看见了吗 我也有人疼 有人爱了 你在天堂要好好的呀 两年前 下晚您的爷爷在医院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 难得地恢复了清明 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 哭什么 眼角突然被人轻柔地抚摸 下晚您瞬间回神 脸颊红红地低头 是烟熏的 对了 你把糖炒栗子的配方 记好了吗 记住了 把栗必须在石英沙温度 不高的时候 就放进去 嗯啊 没错 下晚您听她说完 笑着点头 第无数次 她庆幸自己花160块钱 从夜郊手里 买下了这个糖炒栗子的配方 真的超值 有没有觉得 发布会结束后 张照回到女友身边 就听见了 她这么一句话 好笑的摇摇头 吴彦熙嘟起嘴巴 我还给你买了糖炒栗子 我一直抱着呢 就怕凉了 哦 那给我尝尝 张照伸手还住她的肩膀 带着她往外走 宠溺地笑 吴彦熙仰头看她 四目相对的时候 瞬间忘记了自己之前的纠结 再次高兴起来 阿照 我刚才等你的时候 就闻到了这股香味 可太香了 没想到 我竟然能在港城 吃到这么好吃的糖炒栗子 味道超级正宗的 说着 她包了一颗 点着脚塞进张照嘴里 张照低头咬住 满意地点头 很好吃 是吧 很美味的哦 吴彦熙高兴地蹦蹦跳跳着 几年时间过去 本来身材略显瘦小的张照如 同变了个人般 身高拔高了至少十公分 瘦弱的身材 也变得挺拔壮硕 和大牛战 再一处也不会输了 自从经历了那次绑架案 张照就开始了健身锻炼 以前跟着大牛 路程他们的时候 张照总觉得 自己脑子活就行 作为军师 她不需要强悍地伸手 但是当她被人轻易地撂倒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其他人带走大嫂 张照后悔了 之后就开始拼了命地锻炼 吃得好 穿得好 锻炼得当 张照用几年时间脱胎换骨 唯一不变的是 身边站着的女孩 吴彦熙救了她 张照真爱她 打算学习自家成哥 做个爱老婆的好男人 走 哥带你去吃美食 好不容易来港城一回 不把这里的特色 美食都吃一遍 多对不起船票前 吴彦熙眼睛亮晶晶的 好业 阿赵 你真好 张照抽掉领带 敞开领口 西装顿时变得休闲 走在港城的大街小巷中 也毫无违和感 两人牵着手 避开人群 沿着中环大道 一路逛吃逛吃 走进了小吃一条街 吴彦熙闻到了烤鱼的味道 阿赵 我们去吃烤鱼吧 你还吃得下吗 张照伸手摸了摸她 微微鼓起的肚子 作为十家好男友 她刚才吃完了 所有女友吃剩下的东西 不过张照胃口大 现在倒是没啥感觉 吃得下 吴彦熙信誓旦旦的 用力点头 成 那我们就去吃烤鱼 这条街的烤鱼 竟然还有连锁店 连着看了两三家 同样的招牌 吴彦熙的兴趣 彻底被提起来了 能做连锁的烤鱼 一定超级美味 说的有道理 张照身有同感 两人选了一家 有座位的烤鱼店坐下 点了香辣味的烤鱼 边吃边感受着 港城小吃街的热闹 这里的人 和时代广场的不同 吴彦熙吃饱了 端着酸梅汤 戳饮着 眼睛好奇地打量整条街 街道上摆满了桌椅 满满当当的非常热闹 这里的人 也充满了市井人情味 好像每个都是熟人 走来走去 都有人打招呼 和大陆的街坊们 也没什么不同 张照看了看周围 道 这才是生活 两人聊着天 有个胖胖的阿姨经过 不断有客人和他打招呼 菊姐 好难的见到你啊 是啊 菊姐 你好像又漂亮哦 怎么没有看见你家靓仔啊 菊姐笑呵呵的 胖乎乎的脸上笑起来时 几乎看不见眼睛了 小泽在家看书呢 哎呦 他不是考上港大了吗 刚考完试就读书呀 菊姐听人夸自己儿子 更高兴了 干脆停下来 和对方聊天 他可认真了 现在就跟我说 要考什么硕士呢 哎呦 你说我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儿子怎么就这么 喜欢读书呀 菊姐 你可有福了哦 吴燕熙竖起耳朵 听他们的对话 对方语速很快 粤语伴随着中文一起说 他听得非常艰难 却很乐在其中 阿赵 那位好像是烤鱼店的老板娘呢 张照头 也不抬地吃着鱼头 嗯呐 她是老板娘菊姐 吴燕熙眼睛睁大了几分 凑近男友 你是不是认识他 说起老板娘的时候 张照的语气很熟人呢 认识 张照点头 怎么认识的 吴燕熙好奇地追问 扭头看看胖乎乎笑得 豪放的烤鱼店老板娘 又回来看看 自家身材非常棒的男友 实在没办法 把他们俩联系到一块 我每年都过来拿钱 吴燕熙更好奇了 张照好笑地点了点她的额头 不再跟她打哑谜 好了好了 我这就告诉你 她用简短的语气 讲述了菊姐和叶娇之间的故事 吴燕熙惊叹的脱腮 娇娇姐真厉害 她厨艺很不错 难怪这家 烤鱼我吃着有点熟悉 原来是娇娇姐的手艺 嗯呐 她有股份 每年都能从烤鱼店 拿到不菲的分成 两人小声说着话 那头的菊姐 偶然发现了熟悉的面孔 赶忙抛下 街坊们走过来 阿赵 你来了 怎么不说一声 我好给你弄几样好吃的 菊姐和张照认识好几年了 关系也从朋友的朋友 变成了朋友 关系好着呢 每年张照都会过来看看她 最开始是叶娇的托付 后面更多的 就是看望好友 菊姐的儿子杨小泽 也是张照看着长大的 张照起身和她抱了一下 笑道 我带女朋友过来吃个饭 是她闻着味道选的店 菊姐高兴地大笑 靓女真有眼光 走 去菊姐家 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保证是你们在大陆吃不到的 哈哈哈哈 在港城 只要有钱可以买到各种珍稀食材 大陆物资缺乏 菊姐总愿意给张照他们 做各种稀罕的 有营养的美食 两人抵不过菊姐的热情 被她拉着走了 一路上吴妍熙听了好多港城的故事 从维多利亚港的建立 到美食街的发展史 增长了不少见识 第241章 热情 菊姐很热情 吴妍熙和张照跟着她回到家 菊姐就开始整各种好吃的 两人怎么拦都拦不住 没办法 吴妍熙只能凑到张照耳边 小声说 阿照 等会儿你可要帮我吃一点 张照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好 我还有量 吴妍熙偷摸地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有个大卫王男朋友 就是如此幸福 她拦得起外面那些新建的房子了 但是她舍不得离开小吃街的街坊们 于是干脆趁着政府要拆迁的机会 托关系买下了小吃街边上的一块地 自己盖了五层楼 港城的楼房价格一直很高 这几年 随着大陆的开放 过来港城的人越来越多了 楼市的价格几乎是一天一个价 菊姐这五层楼短短三年 价值已经翻了三倍了 饭好菜箱 三人坐下后 菊姐热情地给吴妍熙倒了杯红酒 笑呵呵地环顾了自家 之前我赚了不少钱 本来想投进股市的 阿赵跟我说 还是买楼比较好 我听了她的 这两年可是赚了不少吗 来 阿赵 解敬你一杯 吴妍熙崇拜地望向男友 张赵有点不好意思地 跟菊姐碰了杯 其实是大嫂跟我说的 与其把钱扔进完全不懂的股市 还不如买楼 菊姐没读过什么书 也不会研究金融 盲目地冲进股市 就是带哥的韭菜 夜娇得知她的打算后 立马让张赵传话 港城的土地供给 本来就不多 以后市中心繁华位置的楼市 肯定会水涨船高 现在上车转头足 张赵笑着说完 和女友也碰了杯 仰头一饮而尽 菊姐早就听她说过 买楼的主意是夜交给的 但是内心依旧很感谢她 三个人吃饭 因为有菊姐的热情 一点都不显得冷清 等他们吃完后 外面的天色 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菊姐把他们送到楼下 你们回去的路上小心点 从小吃街出去 直接走大道 他偏僻的地方就不太行了 好的 菊姐放心 张赵经常来往港城 自然知道 现在的港城很混乱 还没出发呢 吴妍熙就紧张地拉着她的手 小心地四下打量 大陆经过两次严打 现在治安好的能夜不庇护 吴妍熙还未见识过港城的混乱 菊姐被她的反应逗笑了 安慰道 也不用这么紧张 我们这一片归昆哥管 她为人比较仗义 每天晚上都有派人出来巡逻 吴妍熙第一次知道 原来小混混们 还会进行夜间巡逻 菊姐笑道 当然了 昆哥他们收了保护费的 菊姐 我们走了 张赵牵着女友的手 和菊姐道别 好 路上注意安全 下次记得直接来解家 别去考鱼店了 好嘞 两人离开菊姐家 经过了依旧热闹的小吃街 拐进小巷中 小吃街距离中环大道 还有一段不长的缓冲区域 比较窄 比较黑 吴妍熙紧张地缩在张赵身边 张赵无声地翘起嘴角 长臂一身 直接将她搂紧怀中 两人刚走了几步 边上的岔路口 就冲出来一个 蓬头垢面的女人 对不起 女人低声咕弄的一句 不标准的粤语 听着还有点耳熟 吴妍熙索在张赵怀中 偷偷地看 恰好和对方四目相对 那人眼睛猛地睁大 表情非常激动 好似下一秒就想冲过来 臭白鸭子 你还敢跑 女人冲出来的那个巷子内 此时传出男人暴怒的声音 本来打算扑向吴妍熙的女人 立马停下了脚步 继续转头往前冲 迅速消失 等追赶的男人也跑了过去 吴妍熙才松了口气 身体差点没瘫软在地 张赵看着那黑蛆蛆的巷子 已经认出了女人 眼中闪过讽刺 很快又收敛了自己的神色 低头关心女友 小鲜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快离开 吴妍熙深呼吸着 不再好奇 拽着男友再次加快脚步 三天后 成峰集团对外公布了自己的 最新产品 MP3的销售数据 港城总售出500万台 同步发售的其他国家 售出600万台 这个数据并不是说 全球市场只有这么大 而是MP3目前 只对外放出了1100万台 在无数消费者 挥舞着钞票怒吼时 成峰集团开启了预售 瞬间再次点燃了 大家的购买热情 这样的数据过于可怕 让福特等人绝望不已 他们刚到纽约时 并不信任索亚集团提供的数据 专门又找了一家 跨国贸易公司再次核对 最后的结果依旧 他们绝望又害怕 躲在酒店里商量着 接下来怎么办 索亚的人就冲了进来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索亚集团的副总 菲比索亚翘着二郎腿 靠坐在老板椅上 脸上的表情争鸣可怕 害我失去了继承人资格 还贴进去1000万四方钱 这些 你们都必须翻倍赔偿 索亚集团的掌门人 今年已经88岁了 他放出话 一年内 所有索亚家族成员 都可参与继承人选拔 年末考核时 谁为集团做出的贡献最大 挣到的利益最多 谁就是下一任继承人 为了这个 索亚家族的人 这一年拼了命地拓展业务 菲比索亚是嫡系 父母负责的 就是新品研发部分 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继承人 现在却因为福特等人的虚假情报 而彻底失败 他怎么可能会轻轻放过 菲比 你听我说 这次是我的失误 福特艰难的求饶 我敢保证下次 我下次一定 呵 菲比索亚冷笑了一声 你还想有下次 菲比 你先放我下来 我跟你慢慢说 福特哀求着 他此时狼狈极了 鼻青脸肿不说 双手还被绑着 整个人掉在了天花板上 只有脚尖能碰到地板 这样的姿势 他已经保持了一个多小时了 实在是扛不住了 没办法只能抛下自己的面子求饶 这里除了福特 还有爱丽丝三人 他们四个 如同死猪一般掉着 爱丽丝和琼斯的身体最差 现在还昏迷着 梵特是特工 忍耐力最强 此刻低着头部言语 菲比索亚打量着几人 冷冰冰地说道 给我密码 他才懒得和这些人废话 反正搞钱又不需要太多程序 福特咬着牙 菲比 你信我一次 我真的还有办法 我和华国那边的人一直有联系 福特公司还有一笔合作 要和北河政府谈呢 只要你让我再去一次华国 我肯定能搞到更好的东西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 菲比索亚双手还凶 朝边上的手下使了个眼色 那人立马掏出一把匕首 走向福特 第242章 贪吃蛇游戏 福特吓得浑身颤抖 再不敢胡说八道 我说 我说 我在瑞士银行的密码室 拿到了密码 菲比索亚依旧没有放过他们 又让手下拷问了一轮 把昏迷状态的爱丽丝等人都颇醒了 等菲比索亚离开 福特只能趴在酒店房间冰冷的地板上 一点点的拖着重伤的身体 给自己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等待救护车到达的十几分钟里 福特朝沉默的三人 露出一抹难看的笑 他现在不能失去自己的同伙 别接 我们失去的钱肯定能赚回来 等身体恢复了 我们就去华国 只要合同签了 就走贷款流程 以前的福特看不上华国那点钱 也不想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做手脚 毕竟从签约到申请华国银行的贷款 手续繁多 贷款下来钱 他自己还需要投入真金白银 去取信北和的领导们 通过这种方式骗钱 从来不是福特的首选 但是现在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梵特叹了口气 我本来以为干完这票就能退休了 没想到自己多年攒下来的钱都赔进去了 他其实可以自己逃走的 凭借梵特的身手完全没问题 但是他打算退休了呀 还已经娶了老婆 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梵特实在不想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宁月挨飞鼻索 亚一顿打也不想逃亡 爱丽丝看着自己红肿不堪的双手 心中满是狠意 那个路程真的是我见过最不绅士的男人 他是不是不行啊 连自己这么美的女人都勾引不到他 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才拿不到真实的资料 几人互相抱怨了两句 气氛倒是逐渐和谐 不久后就护车到了 几人被抬上车 福特暗自松了口气 同一时间 刚对外公布了销售情况的张兆 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下台了 接下来他还有一个庆功宴要参加 庆功宴主要是为港城的员工们准备的 大家努力工作了这么久 自然应该拿到奖励 快来 换着身 早就拿着东西 等待他的无颜西冲 上来解他的西装扣子 张兆配合的弯腰 自从两人见过父母后 虽然目前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们必然会结婚 基本已经把他们当成准夫妻看待了 无颜西对待张兆 也越来越有妻子的气质 这次跟着来港城 顺便还担任了他生活助理的职位 当然了 等会儿的庆功宴 他还会进行夫人外交 张兆换了深灰色的西装 严肃的领带 也变成了黑色的领结 无颜西则穿了小黑裙 简单大方的打扮 脖子上和耳朵上的钻石 却闪烁出璀璨的光芒 显示出他们的价值不菲 怎么样 我好看吗 拎着裙摆 无颜西转了个圈 紧张又期待地看向他 张兆点头笑道 很好看 这条裙子很适合你 不会给你丢人就行 无颜西家里条件很不错 不然也不可能成为 第一批购买随身厅的消费者 但是再怎么有家事背景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如此正式的宴会 免不了紧张 放轻松 咱们可是领导 参加宴会的都是员工 没什么好怕的 张兆作为成峰集团的高管 也是最常接受采访的 对外发言人 早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名利场 说起来 外面好些人都以为 他是成峰集团的 实际掌权人 谁让路程着实神秘低调 嗯 我做好准备了 无颜西深吸了一口气 挽着他的手臂 挺直腰杆 一步步走向宴会厅 庆功宴举办的地方 距离这么很近 从时代广场内部穿行而过 来到最后方 再上楼即可 宴会厅内 早已经坐满了 成峰集团在港城的员工们 当张兆走上台 来到话筒前面 所有人都安静了 各位同事 各位功臣 功臣两个字一出来 在场的人都笑容满面 张兆但笑着继续道 很高兴 今天能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因为这代表着 我们成峰又走上了新的台阶 我们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他说了两句 话风突变 好了 咱们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最重要的环节 抽奖 我们的奖品 已经摆到了台上 一等奖实名成峰最新产品 笔记本电脑 大家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瞬间就激动了 凳子也坐不住了 一个个点起脚尖 去看台上的东西 吴延熙配合地拉开了遮挡的红布 露出里面银色的笔记本电脑 5公分的厚度 A4纸大小 这样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放在21世纪 那肯定是最差劲的产品 厚度 重量都严重超标 但是 它出现在1978年的港城 它已经代表了 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成峰集团的员工们 从来没有见过 他们是目前港城 最前沿的技术公司的员工 因为成峰 就是电子行业的佼佼者 天然的 他们就很关注 目前国际上的最新产品 笔记本电脑 我之前只在前沿期刊上看到过 我们公司竟然已经做出来了吗 有人不敢相信的 捂着自己的胸口 脸上的表情激动中 带着难以置信 不愧是最牛逼的公司 我们能做出MP3 也能做出最好的电脑 有人对公司盲目信任 天哪 我能不能中奖 我想要笔记本电脑 他看上去好轻薄 而且是银色的 银色可是我的幸运色 更多的人根本不想去纠结 公司到底是怎么弄出 笔记本电脑的 只期待着赶紧抽奖 等下面的讨论声停下来后 张照才微笑着继续往下说 二等奖20名 由成峰集团最新研发出来的手机 吴延熙随之揭开了 第二个红色绒布 打开盒子 拿出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 手机是红色的 手机是什么东西 员工们刚发出这个疑问 张照就开始了介绍 听完他的介绍 所有人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竟然是缩小版的大哥大 张总不是说了吗 他比大哥大好用得多 信号更稳定 功能更齐全 我们甚至能用他玩游戏 也不知道是什么游戏 是贪吃蛇游戏哦 如果叶焦在这里 一定会很高兴的和大家分享 他是第一个用上手机的人 里面内置的贪吃蛇游戏 也是来自他的建议 叶焦已经捧着手机玩了好久了 这个年代实在是缺少娱乐 一个贪吃蛇单机小游戏 绝对能风靡全球 第243章 爱是两个人的事 当天 成峰集团港城的员工们 回家的时候 都是兴高采烈的 他们要么怀里 揣着心爱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要么很兴奋 接下来自己工作的公司 又能往上走一步 他们的年终奖 又会后上几分 完成了最重要的庆功宴 张照和吴延熙 就打算回家了 早上七点 在酒店吃了早餐 张照就一手拖着行李箱 一手牵着女友的手走了出来 酒店门口 已经停了一辆商务车 张富林靠在车门上 胖乎乎的脸上笑容灿烂 这些年 跟着成峰集团 张富林的资产 翻了至少十倍 走 阿赵 叔叔送你去机场 我给你爸妈准备了些礼物 你带回去 如果是回深城 张照会选择坐船通关 但是 这次他打算带女友回家见父母 就选择坐飞机 从港城飞到京城 再转到去北河市 这才是最快捷的交通方式 张照刚走到车边 司机已经把他的行李箱 接了过去 张照站在车旁 和张富林说笑 叔叔每次都这么客气 一家人嘛 你爸爸每年都帮我扫墓呢 送点东西给他 我才能心安 张富林早就回过老家了 也参加过好几次的祭祖 更是在老村长的帮助下 找回了张家的祖谱 把先辈们的坟墓修缮好 每年都会托张照父母 帮忙扫墓上香 他们张家这一脉 算是彻底联系上了 两人正说着话 张照瞥见一个人 从角落跑了出来 朝着自己冲过来 小心 小心 他第一时间 把无颜西护在了身后 自己小心地看向来人 宁雅云局促地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让自己看起来 不会过于狼狈 但是他身上衣服 实在皱巴巴 靠得近了 还能闻到酸臭味 张照眉风微皱 心里想着果然来了 昨天晚上他在巷子里 看见宁雅云的时候 就有预感 他肯定会找过来 现在人到了自己面前 张照竟然有种 石头落地了的感觉 宁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宁雅云嘴唇颤抖着 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角 阿赵 请称呼我张先生 张照打断他楚楚可怜的话语 吴妍熙站在张照左侧方 手还被他牵着 本来以为再次见到宁雅云 自己心里会难受 现在看来 却已经释怀了 果然 女人的安全感 都是男人给的 回想起自己之前的忐忑 伤心 此刻的 吴妍熙只觉得好笑 宁雅云没有给其他人一丝眼神 而是委屈巴巴地看向张照 眼眶瞬间就红了 阿赵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跟你解释过来 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张照感觉自己的手 被吴妍熙扯了一下 他回身 安抚地笑了笑 之后才继续和宁雅云说话 宁小姐 都这个时候 你还要用暧昧不清的话语 来挑拨离间 我和你之间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我未来媳妇就站着我身边 请你不要说 这些会让他误会的话 别让我后悔救了你 说到这里 张照嘴角的笑 带上了讽刺 这情敌的面 被张照撕破了脸皮 宁雅云只感觉脸颊火辣辣的疼 他很想有骨气的转头就走 但是不行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好不容易在港城碰到了张照 他一定要用力抓住 阿赵 张先生 我承认 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 但那都是因为我喜欢你 眼看着自己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了喜欢 边上经过的路人 也开始驻足为观 宁雅云破罐子破摔了 而且我感觉得到 你也是动过心的 只是最后你顾虑重重 选择了吴妍熙 我没有 你别胡说 张照毫不留情地矢口否认 眼神非常坚定 当着未来媳妇的面 张照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曾经动摇过 毕竟宁雅云长得漂亮 又很主动 没有哪个男人拒绝得了 当时的张照 已经是成风集团的高管 手里有钱 有权 面对的诱惑也很多 他飘了一段时间 内心深处 甚至还做过左拥右抱的美梦 但是在和诚哥聊过一次之后 张照就冷静下来了 他想要的是能并肩走下去的妻子 而不是风情万种的情人 等他的脑子冷下来之后 再去看 张照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宁雅云从开始就在算计他 甚至 宁雅云的最终目标都不是自己 自己只是他的跳板而已 他想要的是诚哥 得知真相的张照 差点没吐出来 只要一想到 自己差点引狼入室 给诚哥和大嫂的婚姻添麻烦 张照就恨不得给自己起巴掌 小姐 请你离开 不要打扰我们酒店的客人 酒店的保安终于赶到了 伸手拦住了宁雅云 张照按自松了口气 拉着吴妍熙上车 坐下后立马解释 小姐 你别听他胡说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 我相信你 吴妍熙握住他的大手 笑着点头 眼角看着疯狂挣扎的宁雅云 眨了眨眼 过程不重要 最后的结果是 美好的就行 他们两个人的爱 情容不下第三者 张照景 紧握住他的手 低头亲了一下他的指尖 笑着道 等见完了父母 我们就去领证吧 吴妍熙心跳加速 用力点头 好 眼看着车子要开走了 宁雅云不甘心地 挣托保安的前置 朝着商务车追过去 阿赵 阿赵 你别走 你帮帮我 再帮帮我吧 他之前还想着拿桥 想着先勾起张照 对自己的感情 再提后面的要求 这样 他才会给自己更多 没想到 偷鸡不成十把米 吴妍熙那个剑女人 竟然叫了酒店保安 中环的交通实在堪忧 从酒店出来 商务车没开多远 就被堵在了十字路口 前面是红灯 宁雅云满头大汗地 在外面敲打着车窗 他完全不顾马路上 还有及时的摩托车 急切地冲车内大喊大叫 张照宁眉看向窗外 吴妍熙脸下眉眼 车内的空气 静得吓人 把车窗降下来吧 小夕 张照急切地看向他 我 没事的 也不能让他一直这样 吴妍熙反手拍拍他 我想跟他说两句 副驾驶的张富林 朝司机使了个眼色 司机听话地按下车窗 车外的宁雅云 眼中闪过一丝欣喜 双手扒在降了三分之一的车窗玻璃上 阿赵 第244章 贪婪的后果 宁小姐 宁雅云看见的只有吴妍熙 张照坐在另一边 并不往这边看 宁雅云嘴角的笑容 猛地一收 吴妍熙假装自己看不见 从口袋里拿出几张港币 合在一起 大概有一百多块钱 宁小姐 我看你过得很落魄 这些钱你拿着 宁雅云咬紧牙关 你当打发叫花子呢 吴妍熙微微挑眉 你现在不是吗 你 宁雅云气得不行 阿赵 你就让你女友这么欺辱我 张照头也不抬地 把玩出手里的机票 宁小姐 我记得来港城 是你自己的决定 既然觉得港城是天堂 那你就得在天堂 好好地过下去 人总得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吴妍熙抛下这句话 拿钱的手松开 那几张港币 瞬间被外面的风吹散 恰好红灯结束了 商务车启动 车窗逐渐合上 宁雅云想要继续追车 又不舍得钱 追了两步 发现追不上车 只好跺了跺脚 回头去捡钱 通过后视镜 吴妍熙看见了 她捡钱的狼狈身影 以及她身后出现的 抓住她的男人们 不知道宁雅云 到底在港城干了什么 不过就她那种 崇洋媚外的性格 她的未来 都已经写在脸上了 吴妍熙已经没有耐心 继续看下去 收回目光后 安然地靠向车后坐 阿赵 你会不会觉得 我很恶毒 坐上飞机 吴妍熙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张兆帮她把摊子 盖在腿上 笑道 不会 你做得很好 飞机上 已经快被炸干了的福特四人 坐在经济舱 狭窄的座位 让他们浑身难受 他们本来 就比东方人长得高大 坐在经济舱的座位上 双脚只能一直拳着 着实艰难 先忍忍 等我们拿到钱 一切就会变好 福特安抚 想发脾气的琼斯三人 爱丽丝总觉得 这次华国之旅 不会这么顺利 他眼皮一直在跳 福特 你确定北河市的领导们 没有任何异常 我确定 他们还一直催我过去签约呢 福特用力点头 就差跟上帝发誓了 琼斯不耐烦地撇嘴 黄皮猴子都没见过世面 见到我们就跪了 怕什么 已经享受过一回 华国的便利 和华国人对他们的恭维 琼斯早就看不上华国人了 认为他们 只配跪在自己脚下 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 飞机再绕了一大圈之后 终于在京城降落了 张照和吴烟熙 立马转车往北河市去 他们此行目的明确 见父母 再一次和福特等人 坐上了同一辆火车 口袋空空的福特 也没钱在京城多待 只想着赶紧到北河市 可以再次享受到 高规格的外宾接待 张照刚走出火车站 就被眼前的场面震住了 吴烟熙瞪大眼睛 凑近他身边 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赵 你们北河都这样吗 眼前这一大片的军装 是咋回事 北河市的特色 张照连连摇头 没有 没有 我们北河挺正常的 哦 吴烟熙好奇地看了看 然后被他拉着 往边上挪了两步 我们去买车票 到了北河市 还需要买大巴车票 才能回村呢 这两年 夏河村已经通了国道 大巴车 可以直接开到食品厂门口 比之前方便很多 哇哇哇哇 阿赵 他们抓人了 一直注意着军人们动向的吴烟熙 兴奋地抓住张照的手臂 喊他赶紧看 被抓的 好像还是外国人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吴烟熙兴奋得很 外宾在华国可是稀罕物啊 没想到跟着男友 回家一次 还能见到大型逮捕现场 张照也很好奇 回头朝那边看了看 可惜只能看见 大片围观群众 两人激动了半天 等军人们都离开了 张照才拉了拉吴烟熙 别看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现在回去 还能赶上午饭 哦 叶焦发现 自家男人的表情很奇怪 忍不住好奇地放下了笔 拖腮盯着他打电话 几分钟后 路程挂断了电话 焦焦 福特他们被苗市长逮捕了 嗯 叶焦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三两步就凑到他身边追问 咋回事 快跟我说说 福特的底细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之前就把资料 给苗市长送了过去 当时苗市长他们气得不行 说一定要给福特他们一个教训 接下来 苗市长一边和福特保持联系 不断地催他过来签约 一边上报了福特他们的行为 申请了逮捕令 没想到 福特胆子是真的大 要派这么多人去火车站门口赌福特四人 就是因为路程的资料内有写 他们中有专业特工 身手极好 必须做好完全准备 叶焦听完 都想给苗市长竖大拇指了 苗市长厉害了 转念一想 叶焦又疑惑了 福特他们的罪名是什么 这还不简单 路程笑了起来 间谍罪 叶焦咳舌 那他们别想离开了 我们又没冤枉他们 间谍的事情 他们实打实地做了 路程眼神伶俐 嘴角的笑却很轻描淡写 只是我们防备的好 他们没成功吧 嗯 叶焦抓着他的手 摇了摇 脸上笑容灿烂 是因为我们阿诚厉害 一般一般 路程谦虚地点头 叶焦大笑出声 世界第三 没过几天 叶焦和路程就接到了张照的喜帖 他带着吴妍熙亲自来送的 恭喜恭喜 百年好和 谢谢嫂子 吴妍熙亲密地和叶焦贴贴 脸上满是新嫁娘的喜悦 希望我和阿诚以后 也能跟你合成哥一样 恩爱爱的 会的 叶焦笑着拍拍他的手 你的婚服就由我来负责吧 谢谢嫂子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来着 我超级喜欢拍的设计 吴妍熙也是拍的忠实粉丝 家里买了好几件呢 她的价格虽然昂贵 却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特别是高端线 每个设计只有一件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婚纱 才是女人的最爱 叶焦说到做到 亲自画了婚纱设计图 给新娘吴妍熙看过之后 就带着团队 加班加点的制作 一共两套 一套是婚纱 另外一套 则是红色的敬酒服 每一件都是艺术品 吴妍熙和张照的婚礼 办了两次 一次在北河市 一次在深城 无数的亲朋好友赶来祝福 朱朱和小安 还做了一对漂亮的花童 艺人一边拎着婚纱 脸上笑容灿烂极了 大家还拍了集体照 留下了属于这个年代的青春美好 第245章 我愿意 大结局 真好 羡慕他们 陆成转头看向叹气的叶娇 笑着牵住她的手 我们也可以重新举办一次婚礼 他们之前的婚礼太仓促了 也非常简单 只是请村里人吃了几桌 缺乏仪式感 娇娇 我想看你穿一次凤冠霞配 比起白色的婚纱 陆成的审美 显然更偏向于大红色的嫁衣 叶娇眼角眉梢都戴上了笑 她给吴妍熙设计的敬酒服 其实就是简化版的中式嫁衣 没想到自家男人也挺喜欢 等我毕业吧 好 陆成笑着点头 只是三年时间而已 她等得起 到时候毕业典礼和婚礼 就是双喜临门 大学四年 叶娇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足足拿了四年的国家奖学金 大四的时候 叶娇就已经被外交部提前录取了 开始了自己的实习生涯 她自己也没想到 这辈子的事业线竟然会大拐弯 刚穿书的时候 叶娇的计划是发挥自己的厨艺 等华国改革开放后 开连锁餐厅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但是也没关系 大四的时候 她唯一的徒弟刘学超同学 过来投奔她了 刘学超本来在夏河村食品厂 担任生产部经理 这么多年下来 在她的努力下 食品厂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 早已经不是最初的一款 黄豆辣椒酱走遍天下了 嘿 我本来就喜欢待在厨房啊 之前想着帮师傅 你守着食品厂 才会留在村里 现在食品厂已经走上正轨了 其他人也能做好生产 我就来找您了 刘学超手里的前部手 到了京城后立 马盘了个铺子 开了自己的饭店 师傅 我的厨艺都是宁教的 这个店咱们五五分 不行 我占三成就行 叶椒打断她的话 拿了双干净的筷子 从锅里加了一块豆腐 细细品味后摇头 火候不到位 豆腐口感过硬 刘学超立马把锅里的豆腐装出来 重新往空锅里倒入食用油 师傅 店里每样菜 你都有参与设计 三成太少了 不少了 我又不参与经营 叶椒说着 抬手就用筷子 敲在她手腕上 油还没热 你这什么节 煎豆腐 必须等油九分热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 才能外焦里嫩 被师傅打了一下 刘学超依旧笑呵呵的 接下来 他严格按照叶椒的要求 煎豆腐 放配料 几分钟后 一盘新的煎豆腐出锅 叶椒加了一小块 尝了尝 满意的点头 很好 就是这个味道 你记住火候和配料比例没 火候控制在中火 油入锅后35秒 再放豆腐 记下了 好 下一道菜 在饭店开门之前 叶椒花费了整整七天时间制作菜单 要求厨房的每一位大师傅 都必须掌握他制作出来的菜单 每样菜出厨房前 必须达到标准以上的口感 这样的严格要求下 刘学超的月来饭店一开张 就客死云来 大堂内坐满了人 包间更是需要提前半个月预定 每个月 叶椒都会抽出时间过来 和徒弟一起更新菜谱 增加新菜色 减少客户点单量 少的菜品 三成的干股 饭店在京城内就开了三家连锁 生意非常好 刘学超赚的盆满钵满 本来就偏胖的身材 更是变得圆滚滚 刘学超的父母都非常感谢叶椒 来京城看刘学超的时候 还专程给叶椒送了一大堆村里的特产 老村长刘天和这么大年纪了 竟然还能升官 现在已经是副镇长了 整个人更是一改往常的严肃 整天笑眯眯的 用老村长的话来说 那就是 越高的官就越和蔼 他也要跟上节奏 叶椒无声的鼓掌 然后和陆成一起带着老村长 和刘学超的父母 逛了一圈京城 从天安门开始 到嘉玉关长城结束 回到家 叶椒躺在床上 浑身酸痛 只有一丁点踢踢腿的力气了 之前就听人说 在京城每年都得去一趟天安门 故宫 我还不信 现在是不是连玉花园里 有几棵树都能数清楚了 陆成体力比他好得多 在他躺下后 自己去厨房打了热水 端了水盆过来 泡个脚吧 能舒服点 伸手拍拍叶椒的腿 陆成帮他脱了鞋 叶椒如同毛毛虫一般 在床上蠕动着 身体离不开床铺 只小腿搭了下来 脚尖绷直了 碰到滚烫的热水 嗯 舒服 他往下又挪了一点 整个脚掌进入热水 陆成被他一系列动作逗笑了 你也不怕女儿等会儿回来了看见 怕什么 在猪猪心里 我永远是最美的妈妈 叶椒哼了哼 一脸骄傲 在女儿心里 他就是最好的 是是是 陆成憋笑 也脱下鞋袜 一起泡脚 这种时候 他就不打击自家媳妇了 他们家猪猪聪明得很 早就看破了娇娇的懒散 有时候还会趴在爸爸耳边说 他觉得妈妈才是小公主 你们的毕业典礼 什么时候举办 时间过得很快 陆成一直期盼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叶椒懒洋洋的回答 三天后 好 到时候我去给你拍照 拍毕业照这天 老天爷非常给力 天气非常好 阳光洒下来 每一张照片都好似美颜过一般 娇娇 快过来 拍集体照了 来了 叶椒扶着自己的学士帽 踢着裙摆 朝周婷婷他们跑了过去 咔哒 轻微的照相声响起 他们灿烂的笑容 被留影在照片中 陆成端着专业的照相机 抓拍了很多瞬间 拍完集体照之后 叶椒就拉着他到处跑 发誓要将金大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自己的脚印 拍好了吗 快给我看看 刚拍完 叶椒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看 看不太清呢 我想中的数码相机做出来 但是现在的技术实在难以达成 没办法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保留相机胶卷的情况下 在相机顶上 加了个小小的屏幕 从小屏幕上 能看见一点点影像 可以看出基本构图 其他的不可能 可以了 我站在了黄金分割线上 老公 你真棒 叶椒已经很满足了 笑容灿烂的 给了陆成一个垫脚吻 他们这个角落无人 陆成揽着他的腰 加深了这个吻 我们的婚礼 已经准备好了 娇娇 我之前没有问过你 现在 我想郑重地问你一次 你愿意嫁给我吗 其实你问过我的 叶椒笑得幸福 脑中浮现出 刚穿越时 这个男人冷静自持的样子 他说 叶椒 你要是不愿意 咱们现在就离婚 谁也不耽误谁 这个男人 一直有给他选择的机会 叶椒心中满是爱意 他伸手 还住陆成的脖子 轻声回答 我愿意 一直愿意 遇到你是我的幸运 我买彩票 从来没有中过奖 但是却赢了你 第246章 翻外 一 你疯了 港城TV演播厅后台 身穿白色西装的女人 一把抓住手下一人的手腕 你不要命了 我还想活呢 说着 女人拿起桌上的那瓶水 就朝着卫生间快步而去 把瓶盖拧开 水到进马桶内 彻底毁尸灭尽 等他再回头 只看见一人妩媚妖娆地 靠在墙壁上 百无聊赖地玩弄着自己的手指 顿时 女人就气不打一出来 楚香 我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楚香不在乎的回应 声音懒洋洋 我就是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 教训 你现在给她下药 明天你就会横尸街头 楚香冷横 钟姐 你讲的也太严重了吧 不就是一个大陆来的乡下妞 运气好爬上了贺总的床罢了 我还是张总的心肩虫呢 你以为张富林会护着你 为什么不 这话楚香就不爱听了 我现在可是她最心爱的女人 她都说 要把我娶回家了 你 钟姐 也就是楚香的经济人气的胸口疼 来人在床上讲的话 你都信 你知不知道 我刚才在外面看见张富林和陆明珠说话了 张富林对待她的态度 如同在捧小公主 不可能 楚香愣了一下 下一秒又惊又怒 陆明珠那个贱女人 她竟然敢脚踏两条船 你的脑子能不能动一下 钟姐伸手用力戳她的脑子 别什么都往桃色新闻上幻想 陆明珠能被贺敬成和张富林都捧着 她绝对不可能是金丝雀 人家说不定是真正的公主 楚香心乱如麻 其实已经有点性了 脖子却依旧梗着 她一个大陆来的土妞 楚香还记得 自己第一次见到陆明珠时 她身上穿着的衣服 就一点都不时尚 一点珠光亮片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陆明珠自己承认过 自己是大陆人 大陆人来港城娱乐圈套生活 那不就是乡下土妞进城 你 钟姐还想教训两句 化妆室的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来人是陆明珠的助理 她看见 两人明显愣了一下 钟姐 楚姐好 钟姐赶忙录初一抹笑 你过来帮陆小姐拿东西吗 嗯 我给她拿瓶水 哦哦哦 那你去拿吧 好 助理从角落里 拿出一瓶新的矿泉水出去了 明珠姐 我刚才在化妆室 看见楚香了 此时的陆明珠 正在演播厅 正中央的沙发上坐着 这期访谈节目上半场刚结束 来不及回去化妆 一群化妆师 拿着工具围着她忙碌着 嗯 陆明珠仰着头 保持动作 让化妆师 给自己重新描画眼线 无所谓的应了一声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偏偏挑我们的化妆室 小助理嘟嘟囔囔 拿了吸管插进矿泉水瓶内 把吸管送到陆明珠唇边 陆明珠咬着吸管 喝着水 几分钟后 她的妆补好了 陆明珠就自己拿着 矿泉水瓶小口小口的戳影着 眼神终于放到小助理身上 看她还嘟着嘴生气 有点好笑 没事的 化妆室本来就是公用的 我怕他们使坏 明珠姐 那个化妆室的东西 我们都别用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你手里这瓶水 也是我刚去外面重新买的 陆明珠笑着点头 好 爸爸给她安排的小助理 考虑的就是周到 陆小姐 我们下半场访谈要开始了 您准备好了吗 陆明珠把水瓶地还给小助理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 点头 可以开始了 OK 一声 咔 后 访谈继续 陆小姐 我们之前聊到你进入娱乐圈的契机 是因为唱了一首歌 主持人坐在她斜对面 笑呵呵的继续 是啊 就是那首吉祥三宝 陆明珠想起小时候的记忆 嘴角的笑都更灿烂了两分 主持人道 吉祥三宝可是非常火爆 当年MP3资源下载排行榜前三呢 可惜后面的MV里 没有其他两位演唱者参与 听说他们是你爸妈 是的 这首歌是我爸爸妈妈 陪我一起唱的 但是他们不是娱乐圈的人 所以后面重新录制的时候 没有参与MV的拍摄 那您爸妈是 主持人迫不及待地追问 这个问题可是目前港城人 甚至全世界都很好奇的 陆明珠16岁出道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一路走来资源无数 在港城娱乐圈这种灰色地带 竟然能保存自身 没有沾染任何脏污 主持人在采访陆明珠之前 是做过调查的 了解他之后 主持人都震惊了 陆明珠竟然真的是截然一身的 在港城娱乐圈闯荡 外界传言他被人包养 做人小三都是假料 他是真真正正的干净 干净到主持人 都不敢使用惯常的犀利话语 一是不忍心 二是不敢得罪 但是主持人还是很好奇 一碰到机会就想问 听见这个问题 陆明珠笑了起来 眉眼弯弯的模样 特别漂亮纯粹 他的眼睛 好像永远都是这么清澈明亮 不染一丝阴霾 让和他对视的主持人 有一瞬间的自残行贿 我之前想要自己 在娱乐圈混出一点名堂来 所以都没有和大家说过 陆明珠顿了顿 笑道 现在我要回家继承家业了 就跟大家坦白一下吧 我爸爸是陆成 妈妈是夜娇 劈里啪啦 无声的雷电瞬间劈下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劈傻了 主持人直接没坐稳 从沙发上摔了下来 稀里哗啦 躲在下面偷听的楚香 脸色苍白 回身想要寻求经纪人的安慰 迎面而来的 却是贪软在地的钟姐 钟姐嘴里碎碎念着 完了 楚香 我们真的完了 楚香颤抖着双唇 不会的 钟姐 我还没来得及害她 她不会知道的 楚香 你害死我了 一直忍耐楚香的经纪人 再也忍不下去了 直接上手就打 你这个贱人 让你乖乖演戏你不听 偏要去做那些肮脏下作的事情 若晨啊 成峰集团的掌舵人 华国首富 在全世界都有权势的男人 也叫更别说了 我们每天都能在新闻上 看见他代表国家发言 你竟然敢招惹他们俩的女儿 楚香 你今天自己回公司解约 我们以后再没有任何关系 陆明珠仿佛不知道 自己投入了什么样的惊天炸弹 参加完访谈之后 就坐飞机飞回了京城 1996年的京城已经大变样 CBD基本成型 十几层的高楼到处都是 虽说和走在时尚前沿的港城 还没法比 但是已经初见未来大都市的雏形 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 陆明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车子在宽阔的马路上穿行 穿过高楼大厦 穿过红装瓦墙 停在了一座占地面积 很大的四合院门前 这座四合院和其他地方的大杂院 完全不同 它看上去就很贵气 当然了 这一片的四合院都挺贵气的 基本上都已经被个人买下 装修成了几近的大院 护主也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妈 我回来了 陆明珠冲进家门 还没有见着人 就喊上了 哎呦 是我们猪猪回来了 快过来让奶奶看看 张翠翠率先赢了过去 快二十年过去了 她老了不守 平常时候都要拄着拐杖 看见孙女却瞬间好了 扔下拐杖 腿脚利索地抱住了她 奶 我好想你啊 陆明珠撒娇地在奶奶怀里磨蹭着 奶也想你 等会让阿姨给你弄椒盐排骨 你最爱吃了 好嘞 现在明星可不是以瘦为美的 陆明珠向来不会亏待自己的嘴巴 吃多了 大不了多锻炼几分钟 我妈不在家吗 她呀 在外交部呢 快年关了 他们部门忙 张翠翠说起自家三儿媳妇 话里话外都带着骄傲 他们老陆家的高度天花板 就是娇娇了 其他人都在她下面 在老人家看来 再有钱 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公职来得强 更别说夜娇 还是能代表国家发言的公职 走出去 张翠翠的腰板都挺得笔直的 最爱的排骨 又回房睡了的午觉 第247章 番外 二 她的卧室现在可大了 和安安依旧挨着 他们两小时候住的那个隔断房间 已经变成了爸妈的书房 她和猪猪的房间 就被安排在了第三进院子 本来他们家只有两进院子 后面恰好碰到机会 就把后面的院子也买了下来 现在连在一起 变成了四进 陆明珠两姐妹住第三进 四进则是车库和花园 等到了晚上 陆家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陆明珠的爸妈回来了 二伯一家 小叔一家 另外就是孤孤单单的大姑也来了 陆明珠不太喜欢大姑 总觉得她性格阴郁 但是这种家庭大聚会 她也不会扫兴 最棒的是见到自己的小姐妹了 啊 我有给你带礼物哦 都是她从港城带回来的 叶安安也高兴地拉着她的手 两人还跟小时候似的排排坐着 珠珠 我也有 给你准备小礼物 是什么啊 陆明珠好奇地问 你等会儿 叶安安跑到自己房里 拿了个东西过来 我帮你戴上 手表 可不只是手表 她还能检测你的心跳 血压 运动量 而且 她还有定位功能 一键报警功能 能保护你的安全 叶安安一边解释 一边给她展示功能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小机关 按下去 可以射出麻醉针 陆明珠惊叹不已 安安 你真厉害 叶安安不好意思地笑 是实验室里 大家一起努力 重生一回 叶安安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条路 做研究 她现在已经是 乘风集团旗下 众多实验室中的一名研究员了 负责的是智能手表的研究 叶安安在这一块还挺有天分的 负责研究的智能模块 已经有了很大突破 第一块智能手表做出来之后 她想送给猪猪 希望能保护猪猪 妈妈 你看 这是安安送我的礼物 拿到手表的第一时间 陆明珠就跑向妈妈 坐在她边上 和她紧贴着 很漂亮 叶娇笑着点头 出门一定要带着 好 安安说道 小姑 你喜欢的话 我也给你做一个 不用了 我会给你小姑准备 一直没有说话的 陆成沉声拒绝 安安暗自吐了吐舌头 自家小姑父 真是十年如一日的爱吃醋 好的 知道了 陆明珠说 回来继承家业 还真的没骗媒体 在家休息了三天 她就跟着爸爸去公司了 虽然这几年 一直在娱乐圈待着 唱歌 演戏都没手 但是她的功课 可从来没有落下过 大学学的工商管理 经大学生 今年大三了 从很小开始 陆明珠就有跟着爸爸去公司的记忆 最开始是在爸爸的办公室里玩耍 渐渐长大了 就跟在爸爸身边做个小助理 开会是必去的 会议记录也是必做的 现在跟在陆成身边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陆明珠就熟悉了工作 在华国做生意 合作案都不是在会议桌上谈成的 更多的是宴会上 酒席上 比如现在 陆明珠站在爸爸身边 认真的听着爸爸和其他人的谈话 听着他们打鸡风 觉得很有意思 每个人每句话 都好像有很多层含义 她听得津津有味 偏偏有人不识相地凑过来 明珠 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来人长相英俊 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 衬得她身材很好 露出了的笑容也很是温柔 但是陆明珠不喜欢她 总觉得她表里不一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想跳舞 那我们去那边坐坐 我看你已经站了很久了 年轻男人低头看了看她的脚 陆明珠脚上穿着三寸高跟鞋 现在是有点疼 猪猪 爸这边没什么事了 你去歇着吧 听爸爸这么多 陆明珠才抿着唇点头 爸 我过去坐一会儿 你有事喊我 好 陆成拍了拍她的手臂 笑着道 别喝太多 十点钟我们就回家 陆成怕她喝多了遇到危险 交代了一句 爸 你放心 陆明珠提着裙摆 来到沙发区坐下 脚下压力减弱 她才舒了口气 明珠 好难得见到你 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请你看电影 年轻男人跟了过来 笑着邀请 不去 为什么 陆明珠靠坐在沙发上 姿态优雅闲适 她瞥了眼年轻男人 语气很淡 七零天 我们真的不可能 你有这个时间缠着我 还不如去看看宴会上 其他漂亮姑娘 七零天放下酒杯 在边上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长得不好看吗 挺好看的 陆明珠诚实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因为她喜欢我 边上突然出现 另外一道男生 清冷温和 终带着宣誓主权的霸气 陆明珠惊喜回头 朝她伸手 深深 附身脸上冷立的表情 瞬间变得温柔 牵住她的手 挨着她坐下 深深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没有给我带礼物 陆明珠扑进她怀里 连珠泡般的问道 她已经两个月 没有见到附身了 这家伙出差去了国外 有 都有 我们等会儿再说 附身占有欲十足地 还住她的腰肢 温柔地和她说完这句话之后 转头看向麒麟天 珠珠是我的女朋友 齐少 你可以离开了吗 麒麟天咬牙坚持 你们又没结婚 附身笑了起来 打断她 齐少 你在外面的那些风流寨 是想广而告之吗 我听说 你妈刚帮你解决了 一个大肚子的女 我走 我现在就走 麒麟天脸色微变 心虚地扫了眼附明珠 想说什么 又怕附身多嘴 只能从嘴里憋出一句话 明珠 我们下次再约 说完 她灰溜溜地跑了 附明珠毫无形象地 翻了个白眼 谁跟她下次 附身笑咪咪的 你不喜欢她 我不喜欢小白脸 附明珠斩钉截铁 附身笑意更深 要不要摸摸我的腹肌 附明珠眼睛一亮 重新练出来了吗 嗯 附身握着她的手 放在自己腹肌上 笑意融融 我这段时间很努力 她的身材一直很好 但是腹肌这种东西吧 一缺乏锻炼就没了 这一年 附身忙着接手家里的公司 一不小心就失去了腹肌 明珠念叨了好久 从这之后 附明珠就没见过麒麟天 没想到再次见到她时 她和安安在一起 等他们俩分开后 附明珠就慌忙拉住 安安的手走到边上 安安 你和麒麟天是什么关系 看她这么急切 叶安安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猪猪又看上这个渣男了 两辈子了 猪猪的审美 一点变化都没有 正担心呢 就听附明珠殷切的劝告 安安 这个男人是渣男 他可坏了 在外面玩得很花 你可不能跟他扯上关系 叶安安愣了一下 然后就开心的笑了起来 附明珠急了 难道你 没有 叶安安打断她的话 姐妹好的牵起她的手 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她 附明珠松了口 那就好 你一定要听我的 她不是好人 嗯嗯 我听你的 她不是好人 1999年的时候 附明珠24岁了 成功当上了 成峰集团的副总经理 问哪 她老爸还没退休呢 之所以提到这个时间 是因为2000年1月1日 她就要和附身结婚了 千禧年到了 她的家人们都还健健康康 大家都很幸福 安安 接住我的捧花 附明珠哈哈大笑着 幸福地朝身后 扔出自己的新娘捧花 翻外玩